婚姻、家庭、工作 作者 钟马田 前言 本书敢在《已福所书》这一系列中的其他几卷书之前出版 唯一的原因是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在现今社会里非常紧急 不容忽略或延迟 我的心愿是 其他几卷也能陆续复印成书 这一系列的信息是1959年至1960年间 我在伦敦西敏寺教会每个主日早晨传讲的 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所论及的问题 毫无疑问地与我们现今的社会光景 家庭破裂 离婚普遍 代购严重 父母对儿女失去控制 老子纠纷不断有密切的关系 诗人大卫曾问到 根基若毁坏 义人还能做什么呢 保罗在这里用他一贯的方式提醒我们 注意这一切的根基 我个人认为 我们应该用注释和讲解的方式 来探讨他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为了避免篇幅太长 我决定删除有关第五章第十九 二十节的讲章 因为这两节经文与本书的主题 没有直接的关系 许多人已见证他们如何从早先我灵散印出的第五章之讲章 以福所书五章十八至二十一节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为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尽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以福所书五章十八节 使徒保罗最突出的地方 莫过于他服侍的多样性 他可以同时是一个布道家 讲道者 执堂者 神学家 教师 而又同时是一个心里柔和 满有怜悯的牧者 他对于基督徒信仰中的伟大教训 所做的阐释是无与伦比的 另一方面 他将这些教训运用出来的方式 也同样引人瞩目 因为正如他不断强调的 基督徒信仰乃是活出来的生命 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或观点 结果是 他从不直接去解决基督徒生活中 实际遭遇的难题 他总是先从有关的教训着手 他把每一个问题 放在基督真理的整个体系中 所以我们此处可以发现 他应付基督徒婚姻 家庭生活和工作上的难题之方式 乃是提醒我们 基督徒的生活 是一个灵力的生活 他用的句子相当醒目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如果认为 他这里单单是讨论醉酒的问题 就是完全误解了这节经文 使徒保罗的目的 不只是谴责醉酒 或禁止人醉酒 当然 他也有这个含义 但那不是这节经文的主要论点 也不是中心的信息 我们若未把握这节经文的主旨 就很容易变成律法主义 而最可惜的是 我们错失了这个特殊年历中最精华的部分 其实使徒在这里给我们的是 基督徒生活中一种叫积极的观点 前面他主要是在指出 新生命与旧生命之间的区别 现在他转向积极的一面 用较正面的词汇 为我们勾勒出在圣灵里的新生命之蓝图 但是他为什么用如此突兀 令人惊讶的方式 做这种转换呢 他前面讲了那许多教训之后 突然冒出了这句令人吃惊的话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他为什么不用积极 直接的方式教导我们 何为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呢 为什么要用醉酒来引戒这个论题呢 我想答案有两个 第一 没有其他的事 比醉酒和放荡 更能代表那些人过去生活的特质 主耶稣在世的那个时代 充满了这一类的事 我们从许多古代文献中 可找到证据 圣经也有所披露 例如罗马书第一章的后半段 以及以福所书第四章及时 当时一般人的生活 普遍充斥着酗酒放荡的恶习 那也是以福所人生活的写照 如今这些人被改变了 他们成了新造的人 是基督徒了 他们是在圣灵里的人 所以使徒保罗再度强调 新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说还不够 他急于指出这个新生命不仅是不同的 而且是与旧生命完全对立的 此刻他心中还存着第二个目的 要让人明白 从某个角度看 这两种光景和生命之间 还有一些类似之处 因此他选择了最久的例子和用语 我毫不怀疑地认为 使徒保罗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 心中会不欺然地以其五旬节那一天 耶路撒冷的民众 看见所发生的奇怪事情时产生的反应 这件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二至十六节 使徒们用众人的相谈讲话 圣经记载 从各地来的人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 讲说神的大作为 众人就都惊讶猜疑 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人讥笑说 他们无非是心酒灌满了 众人的反应是 他们喝醉了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 瞻起高声说 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也当侧耳听我的话 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 其实不是醉了 因为时候刚到四出 这正是先知悦儿所说的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交灌烦有血气的 这些人突然被圣灵充满了 但别人以为他们喝醉了 被心酒灌满了 显然被圣灵充满 喝杯酒灌满二者之间 是有一些类似之处 我想使徒这样说 是要带出二者之间的相依和相似之处 这两种生活是截然相对的 但从某方面看 又有一些相似 除非我们对相依和相似之处 都料然于心 否则我们很难对基督徒的生活 有正确的观念 所以使徒用这种方式将基督徒生活的全貌 做了一次惊人的呈现 我们应该先来概略地查看他 对于被圣灵充满的生命说了些什么 然后再进一步思考 这种生命是如何得到的 以及被圣灵充满真正的意义何在 最后再进一步思考 这种生命如何才能表现出来 我们概略地看这个画面之前 不妨先讨论两个词 第一个是醉酒 不要醉酒 那是什么意思 威克里夫翻译圣经的时候 将这个词以成被酒灌满 不要被酒灌满 乃要被圣灵充满 换句话说 这里的整个思想 不是指一个人戳一口酒 或浅昌极止 乃是指它被酒灌得满满的 我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使徒这里所用的这一个词 同样的也被用来指浸泡的过程 例如人们要使用动物的皮之前 必须先将其撑平 但是这样做并不容易 他们便想出一条解决之计 先把瘦皮浸泡在各种油和脂肪里 使其变得柔软 就能轻易地将其撑开 这种浸泡的过程 和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是同一个词 所以我们可以将其一成 不要浸泡在酒里 乃要被圣灵充满 这是最久一词的含义 另一个相关的词是放荡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对这个词的了解 可以帮助我们解释 保罗此处所使用的例证 当他说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时 他不仅仅是提醒我们 不可饮酒过度 并且指明酒醉会导致人的放荡 那是一种过度 没有限制的状态 放荡一词是什么意思 有趣的是 同样的这个词 也曾被用来形容那个浪子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说 他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所用的放荡就是同一个词 那个小儿子拿了所分得的家也 就带着满囊金钱 往远方去任意挥霍 享乐 所以我们可以说 醉酒会使人放荡 像那个浪子一样 他用一种放荡的态度 浪费他的资财 你甚至可以说 醉酒会使人浪费 混乱 成为浪荡子 有趣的是 放荡一词 有一个否定的字首 其字尾的意思是保留 当然保留的相反词即是浪费 保留是指 小心照观你所有的 或者谨慎你所有的 此处的放荡 既然有一个否定的字首 就是指它与保留恰恰相反 当你放荡时 你不会有所保留 你只会用一种愚昧 任性 放纵的方式 散尽资财 最后一无所有 因此 这个词最终带有毁灭的意味 与保留 住存相反 那是灭亡的过程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不要浸泡在酒里 酒能使人任性 浪费 放纵 导致最终的灭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在这样的亮光下 让我们来观察 使徒保罗此处所描绘的 基督徒生活积极的画面 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是 基督徒的生活 是一种受到控制的 井然有序的生活 这里他将前面所讲的连贯起来 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 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 辞出他进一步扩展这观念 基督徒的生活 是受到管理的 有秩序的 他与醉酒的人之光景 正好相反 人一喝醉 就失去了控制 被别的事物所控制 陷入一种完全混乱 脱墟的状态 醉酒使人导致的光景 最大之特色 是失去理智 丧失灵敏 失去判断力和失去平衡 这是喝酒的结果 酒精并不是刺激剂 而是镇静剂 它首先压抑 镇定脑里最高的几个中心 这些中心控制每一样 使人产生自质 聪明 理解 区别 判断 平衡能力的东西 换句话说 他们控制着一个人的行为能力 控制得越好 这个人就表现得越好 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感觉 情绪 状态 情欲的人 毫无疑问地 比一个不能控制自己的人要好 有些人非常能干 可是你谈到他的时候 或许会说 是的 他很不错 很能干 只是很可惜 他无法控制他的脾气 从这方面看 没有什么比这种自治 平衡 自律的能力 更可贵的 圣经从头至尾 教导我们说 这是一个真正智慧人的标记 使徒在这里提醒我们 基督徒最明显的特色 莫过于这种有秩序的 平衡的 灵敏的 自律的能力 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里 称其为谨守的心 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第一个特色 最久最明显的特征是 缺乏控制 一个没有自治的人 绝对不能称为基督徒 第二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浪费的 乃是结果子的生活 这可以从基督徒一词 本身的含义看出来 基督徒是什么 我想最佳的描述莫过于 他是一个与浪子相反的人 我相信你可以从浪子的比喻里 找到最佳的解释 这故事里有两方面 一个是到远方的浪子 一个是回到家以后的浪子 另外一方面 一个是浪子 一个是父亲 这中间有强烈的对比 醉酒总是会导致人放纵 浪荡 任性 灭亡 他总是在浪费 他浪费了什么 他浪费了时间 一个在醉酒状态的人 不在乎自己的事业 也不在乎任何其他事 他总是有时候闲谈 别的事先搁在一旁 他虚致光阴 同样的 他也浪费他的精力 他滥用精力 只不过是为了表现他 多么强壮 多么了不起 醉酒使人放荡 特别在精力上没有节度 一个醉酒的人 两手任意挥霍 他在言谈 行动 和一切事上 都随意虚致他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这种生命 也虚致其他更重要的东西 他虚致节操 虚致纯洁 他不但不小心持手 反而把他们随手抛开 他把神给人最宝贵的恩赐丢开 包括思想 问理 计算 了解 以及我前面提过的 那一切平衡的能力 这是醉酒造成的放荡之特质 它使一个人 抛开自己的节操和纯洁 道德 这是醉酒可怕之处 你看见一个人 把他最宝贵的东西随手一扔 他自以浪费 这是深具毁灭性的 基督徒的生命 与此正好相反 稍后我还会坐机一步讨论 但我要指出 基督徒生命最大的一个特色是 他保留 建立 加添我们已经有的东西 基督徒总是在获取 学习新的事物 旧约说到 敬前的生命是富足的 只为一方面而言 确实 这生命会引领我们 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力 这和浪子的生命是截然对立的 从每一方面看都是如此 浪子用他的双手挥霍所有的钱财 基督徒并不是守财奴 但是新约说他是一个管家 他所有的就小心持守 他绝对不会不假思索 就随意花钱 他知道这些是神证重托付给他的 他必须花在正当的用途上 因此他是金钱及其他一切事物的好管家 另外一个鲜明的对比是 基督徒的生活 不像醉酒放荡的生活那样 使人精疲力竭 这正是醉酒的可悲之处 人们以为喝酒可以得到刺激 事实上他整个人因为精力耗尽 而变得疲软不堪 然而基督徒的生命 并不会耗尽人的力量 感谢神 相反的他会使人力上加力 这里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它不仅适用于醉酒的事 也是用于其他和醉酒有同样效果的事 简单地说 这个原则告诉我们 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的结果 和其他初看之下 似乎是圣灵影响造成的结果之间的差异 那就是 其他影响力会使我们丧失力量 圣灵却总是加添我们能力 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 我听说几年前 有一个基督徒机构 推动一次运动 事后 盖机构的工作人员 陷入前所未有的属灵低潮里 很少人去参加祷告会 有些人甚至不再读经灵修 人们不禁问道 是什么引起这种现象的 他们提出了一个答案 称此现象为运动结束后之疲惫 每一个参与活动的人都变得筋疲力尽 这岂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然而我要说 圣灵不会令人疲倦的 他把能力赐给我们 其他许多力量都会有耗尽的一日 如果一个教会或基督教机构 在举行一次布道会之后 各个人养马翻 那么我会询问 这整个大会或运动 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圣灵没有穷尽 但从人滋生 扩展得来的力量 却会耗尽 人使用酒精 或其他人工刺激剂之后 总是会导致疲乏 圣灵却不会 他只会更增添力量 同样的 醉酒放荡 总是会使一个人山穷水尽 那些嗜酒如命的人 常常会落到身无分文之境 浪子的故事中 那个可怜的浪子 散尽钱财之后 也丧失了一切 他为了活下去 甚至想拿猪所吃的豆家冲击 也没有人给他 他赤贫如洗 一无所有 这时他想到自己的家和父亲 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击死吗 他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毫无盼望 落魄潦倒 没有一个亲友在身旁 基督徒的生命 却正好相反 使徒保罗在提摩台书里说 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 我们是否在建立 增加 成长 发展 这是测验圣灵 是否在我们里面最佳的法则 那就有的 犯罪的生命是一文不值的 未曾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 让我们来看第三个原则 我已经强调过 基督徒的生命是受到管理的 井然有序的 和其他种类的生命相较 它是一种有果子的 创造力的生命 但我要强调最重要的一点 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消极的 你从以福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开始 一直读到目前的这节经文 如果你只是约略地读一遍 那么你会有一个印象 似乎基督徒的生命是很消极的 你不可作这 不可作那 不可单于愚昧的言谈 和细笑的话 不可醉酒等等 许多人会说 你们基督徒的生活真是消极 充满各种禁忌 你们总是强调秩序 控制 管教 谨慎 训练等这一类的事 这样 基督徒的生活 岂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生活 答案是 不对 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这种观点是如何形成的 不妨这么说 基督徒生命中有一些东西 确实会使不信的人 以为基督徒是喝醉了酒 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不要喝醉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不 这不是一个消极的生命 我相信使徒保罗特意要强调这一点 有些人似乎认为 基督徒就是一群病出享乐 劳苦度日 忧心忡忡的人 他们唯一值得称许的就是道德比较高尚而已 我们所研读的这洁经文强而有力地变明了 基督徒不仅是消极地着重道德而已 我使用道德一词 或许会使一些人惊讶 我这样做是因为从许多方面看 道德可能是基督教会最大的仇敌 今日最有道德的人 可能就是基督十字架最大的仇敌 所以他们应受谴责 基督教的信仰不单单是道德 或者生活中的各种禁止 这种错误的观念 为害基督徒的信心身具 我强调这一点 是因为我越来越相信 今日基督教会所以陷入这种光景 主要是因近百年来 教会一直在传讲道德、伦理 而为传讲基督徒的信仰 教会传讲善良的生活 要人做善人 把基督教看作有感情推动的道德 这些人避免教训 厌恶赎罪的说法 删除一切奇迹和超自然的事 对重生一世避而不谈 对他们而言 基督教不过是一种 教人过善良生活的宗教而已 这全然错误 基督徒的信仰 给人一个新生命 那不是消极的 机械式的道德 剥夺人生活上一切的乐趣 我相信使徒保罗使用这个比较 是要提醒我们一个事实 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消极的 仅仅避免邪恶和犯罪的生命而已 让我用积极的形式指出第四个原则 基督徒信仰是激动的 令人兴奋的 振奋人心的 这是为什么保罗说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你 若想寻找兴奋 刺激 振奋 不要去醉酒 乃要被圣灵充满 你就会得着这一切 并且得到其他的东西 这个惊人的观念 是新约独特的教训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 从药理上看 酒精不是刺激剂 乃是镇静剂 你随便拿起一本要继续的书 找到酒精一词 都会发现 它是列在镇静剂的项目中 它不是刺激剂 你会说 那么为什么人们喝酒 是为了找刺激呢 从某方面看 事实上我已经回答了这问题 酒精的作用是这样的 它麻醉了较高等的中枢 是脑里较原始的 基本的要素冒上来 取得控制权 这人会感受到暂时的解脱 他已经丧失了惧怕的意识 同时也失去了分辨 判断的能力 酒精不过是瘫痪了 他的高等中枢 把叫本能的 原始的因素释放出来 而这个人却以为自己受到刺激 真正的情况是 他变得比较接近受累了 他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这与被圣灵充满完全相反 因为圣灵所做的是真正的刺激 如果我们能把圣灵放进药剂学教科书里的话 我会把它列在刺激剂的项目内 那是圣灵的功用 它不像酒精那样 只是表面看起来使人兴奋 而实际却愚弄我们 圣灵是一种活跃的 积极的 真正的刺激剂 它刺激什么 它激发我们的每一种能力 它刺激我们的心思和智力 我可以简单地予以证明 历史证明 每一次的属灵大奋兴之后 都紧接着产生对教育的渴望 改教运动 两百多年前的福音觉醒运动之后 都是如此 许多矿工 罪汉 突然之间被圣灵感动 悔改新主 他们立刻开始渴望进学校 渴望识字 圣灵刺激人的心思和智力 它唤醒一个人的能力 并且予以培养 发展 它没有酒精和其他药物 所产生的副作用 它真正刺激人的心智 不但如此 它也刺激人的心 感动人的心 没有什么像圣灵 这样能深深感动人 酒精不能打动人心 我前面已说过 酒精只能引出人生命中 一些本能的东西 而人们却误以为 那是它真正里面的感觉 其实不是 那些只是肤浅的 表面的东西 酒精根本没有触及这人的心 只不过是击倒了它的控制力 它看起来 似乎是从心里做的 但是第二天它就后悔了 希望能够重头再来过 这不能感动人的心 此处圣灵却能感动人心 使它扩大 敞开 它对人的意志 也产生同样作用 醉酒当然会瘫痪人的意志 使人软弱无助 我们说 看看那个人烂醉如泥 但圣灵的影响力能感动 刺激人的意志 各世代的基督徒都会同意 他们所领受的基督徒生命 是最大的刺激剂 它总是将人引向一个更新 更奇妙的领域 请容我做一点个人的见证 你们或许会以为 一个在同样讲台上 讲了二十多年到的人 可能会觉得已经无道可讲 圣经的道理都讲光了 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 我觉得自己才刚刚开始呢 我越来越觉得兴奋 有的时候 我甚至巴不得一个星期 有两个或更多的主日呢 圣经的真理是如此丰富 深邃 浩大 我觉得自己不过刚进入前厅 伤未的亏内式的唐老之美 还有无穷的珍宝在里面呢 基督徒的生命满有刺激 兴奋 喜乐 你总是在向前迈进 偶尔绕过一个角落 却发现更堂皇华美的景象 等在那里 你从未听闻过它 而当你继续下去时 又会不断有新的 令你叹为观止的珍宝出现 基督徒乃是一个心灵不断扩展 内心不断受感动 不断增大的人 他渴望有所作为 渴望有所贡献 他想要扩大神国度的疆界 使别人也有份 神的国影响他整个人 包括他的智力 感情和一致 这是何等的刺激 我要提出的第五点是 基督徒的生命是喜乐的 人们为什么醉酒 因为他们心中烦闷 他欲寻求快乐 但却找不着 他想到生活 就更不快乐 所以他举杯消愁 他在寻找快乐 使徒向人发出询问 你想得这快乐吗 若是这样 乃要被圣灵充满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你是否认为 基督徒生活枯燥乏味 若是如此 你就对他认识错误 你说 可是这是 我从那些基督徒得来的印象啊 那么他们更糟糕 我们若代表枯燥无味的基督徒生活 就求神怜悯我们 我再重复说 基督徒生活是蛮有兴奋和喜乐的 听听旧约怎么说 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 保罗写信给腓利比人时说 你们要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这些是基督徒生活和信仰最重要的条件 不止如此 这不单单是一个充满喜乐的生命 这生命也使人在试炼和患难中仍然喜乐 请听使徒彼得怎么说 他谈到福音和他带来的神气之后说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 他们当时处境艰难 面临各样试炼和苦难 然而彼得说 你们是大有喜乐 他在第一章第八节又加上一句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就又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这是基督徒的信仰 或者再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里的叙述 他讲到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地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基督徒即使在患难中也一样喜乐 如何做到呢 他说 因为我们有盼望 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这是真正喜乐的生命 诗人在诗篇第四篇里 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 有许多人说 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 耶和华啊 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 这就是答案 你是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他说 人们最快乐的时光 莫过于丰收季节 他们聚在田里 将水果制成酒 他们举行嘉年华会 庆祝丰收 他们又吃又喝 饮酒谈笑 夏秋雨季的浓舞结束了 如今准备过冬 这是喜乐的时刻 诗人说 你是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肉体的快乐 往往导致忧愁 疲倦和懊悔 主所赐的喜乐 不仅是晚上使我喜乐 早晨也一样 明天 后天 十年 二十年都一样 即使到我临终时 甚至到永远 这喜乐度不消失 你使我心里快乐 只有这种快乐 在我们遭遇患难时 仍能持续下去 主耶稣在十字架的阴影下曾说 我赐给你们的喜乐 没有人能夺去 感谢神 人无法夺去 因为这是主的喜乐 是圣灵的喜乐 基督徒生命的第六个特色是欢乐 是人喜欢呼朋唤友 同欢作乐 他们喊出无酒不欢的口号 我读过一些书说 若没有酒精的刺激 人很难开怀享乐 当然 他们是指酒精的麻醉效果 使徒的回答是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诵词 灵歌 逼字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基督徒当然也喜欢有同伴 你若不喜欢与其他基督徒交往 那么我很难相信 你是一个真基督徒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啊 世上还有什么 比和基督徒相交更喜乐的呢 若能与一位圣徒交通五分钟 叫我牺牲世上其他的东西 我也不足为息 世上最高尚的东西 包括艺术 文学 音乐等等 一旦放在信徒相交的亮光下 他们就黯然失色了 想想这是何等的交通 信徒的心意彼此交流 神儿女共聚一堂 谈论救恩的伟大 谈到新生命 即等在他们前面的荣耀盼望 谈到天界 将来的荣耀 共享喜乐 一起面对问题 互相帮助 彼此激励 这是基督徒活在教会中的喜乐 没有别的能与之相比 教会里的肢体 并不一定能提供你这一切 但是教会的肢体若被圣灵充满 这些就会随之而来 他们有爱心 彼此相顾 存怜悯 互相帮助 以同以喜乐的心送赞神 用诗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赞美主 使徒用酒这个奇怪的比较 在我们前面展开一幅美丽的远景 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生命的荣耀 那不是饮酒 看戏 抽烟 作乐的生活 基督徒乃是一个被圣灵刺激的人 他的性情开放 他是喜乐 欢喜 有用的人 他的生活充满了兴奋 而这种兴奋是圣灵所激发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或任何一件事 能产生这种兴奋 一个意志力坚强 或有高尚道德的人 或许能控制自己 但他却无法使自己快乐 所以我要责备这一类的人 他们自以为有道德 并且给人一种印象 好像基督徒的生活 都是消极的 悲苦的 同样的 我也要责备另一种基督徒 他们想要制造一种虚假的 不实际的喜乐 这不是圣灵的工作 我此处是指那些脸上挂着作作的笑容 说 你看 我总是在表现出基督徒应有的喜乐之人 他们这样做 更使我看得难过 因为我看出他们的快乐 是做出来给人看的 他们未明白有关圣灵的真理 他们企图制造喜乐 把它当作一件外衣穿上 他们把聚会弄得热闹非凡 喜气洋洋 有些人主张 应该把教会建筑装饰得明亮岳母 他们甚至认为 这是传福音所必要的 这就像醉酒一样 是表面的果效 这些人想要造出表面的喜乐 没有什么比一个人 企图给人印象认为他是快乐的 更叫人反感了 基督徒不是这样 因为他的喜乐是内里的 那是由圣灵激发的 是主的喜乐 他不必装出来 因为这种喜乐 是无法像面具戴上的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这就是了 我们固然一方面要禁止 某些基督徒 他们给人一种印象 认为基督徒的生活 很悲惨愁苦 但一方面 也要责备另一类的基督徒 他们给人的印象是 基督徒生活充满了属世宣慕 吸引人的繁华知识 和肉体的享受 这些其实都是放荡的事 是醉酒的效果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二 圣灵的能力 以福所书五章十八节 我们已看过 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出了几个 绝对而必要的原则 不仅使我们对基督徒的信心有所认识 并且有助于我们明白 基督徒在这世上所过的生活 他提醒以福所人 以及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活在世上只有一种方式 也只有靠这种方式 世上的各种难题和混乱的现象 才能得到解决 他用概括的话做起头 他说你们若要解决所遭遇的难题 就当被圣灵充满 而不是被酒灌满 他所谓的难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是与人相处 所以他在第二十一节说 又当存敬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报 与人相处并非一事 这世界充满了纷争 性压 每个人都想做头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重要 这是现今世代一切难题和麻烦的主要起因 保罗的话显示 只有一条解决之计 就是人们被圣灵充满 只有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们才可能存进为神的心 彼此顺服 然后他来到另一个重要问题上 就是夫妻的问题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想想看 由于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冲突 为这个世界带了多少的不幸和悲剧 他为多少男人 女人和孩童 带来刻骨铭心的悲痛 不论是最落后的国家 或最文明的地区 这是普世共有的现象 如何解决这问题 如何对付这问题 使徒保罗的答案是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男人和女人都被圣灵充满 只有当夫妻都被圣灵充满时 他们才会对于丈夫的角色 妻子的角色 以及夫妻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是避免争吵 分离 歧见 而或者和平与合一的唯一之道 也是保罗解决这些难题的唯一方法 使徒接下去论到儿女与父母的问题 他这段话似乎是对现代人写的 我们都知道 这是现今一个极严重的问题 少年犯罪率高涨 孩子们无法无天 父母越来越难控制他们 孩子一点责任感也没有 只会拼命争取权利 却漠视一切权柄 有时候做父母的非常痛心 他们明明知道 不管教儿女是不对的 却又不知道该怎样应付管教上的难题 由于儿女和父母之间问题从生 以至于今日世界充满了混乱和愁烦 然后保罗论到最后一个问题 仆人与主人的关系 我们是多么熟悉这问题啊 放眼望去 我们的社会中 罢工 使威 代工一类的事 层出不穷 世界各国都大同小异 这就是仆人与主人的问题 我的论点是 使徒保罗在这结经文里 殿下了一个宇宙性的重要原则 他说 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方法是 被圣灵充满 他们只能在这种方式下得到解决 这个原则 在圣经各处都可找到 这是解决人类战争问题的唯一方法 由于许多人不明白战争的成因 他们浪费了物易技术的时间 经历在谋求和平上 他们未看清楚 战争不过是两方面争执地扩大 它具体而微地表现了 同一家庭内的两个人 或同一国家内的两个民族 或丈夫与妻子 儿女与父母 主人与仆人之间的纷争 将这些争执予以扩大 复杂化 就成了战争 战争不是一件奇特或不寻常的事 它不过是人类关系出了问题之后 予以扩大的结果 因此我在这里说 我们面对的是圣经所教导的一个最重要之原则 若不是靠神的圣灵 我们对这些问题就找不到任何解决之道 换句话说 使徒保罗示着让以扶索人明白 作为基督徒 他们的地位是何等特殊 他所持的论点是 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不再是从前的样子 如今 他们可以过一个真实的 快乐的生活 他实际上是说 现在你们继承了基督徒 你们丈夫与妻子之间 就不应该有纷争与难处 他可以对他们提出特别的呼吁 同样的 在儿女与父母 仆人与主人的世上 亦如此 由于基督徒 刻意被圣灵充满 所以使徒保罗写下这段话 他说 感谢神 至少就我们这方面而言 终于有了解决之道 任何人若存着敞开的心 不怀任何偏见的来读新约 都会同意 这是新约的教训 但是我们都知道 现今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很多打着基督教 或教会招牌的人所教导的 往往与此不服 现今的观念是 所谓基督徒伦理 和基督徒的教训 必须是从圣经节路来的 必须教导 呈现给整个人类 不但针对个人 同时也针对国家 他们教导说 基督教的伦理 是人人都可以实践的 国家如此 整个世界也如此 这是现代的观念 今天福音普遍受到这样的误解 针对这一点 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就是除非一个人成为基督徒 否则他无法在言谈上 像一个基督徒 可是目前普遍的一个观念是 任何人都可以实践基督徒的伦理 你只需采用基督徒伦理 教导给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能欣赏它 了解它 都有能力运用它 将其付诸实行 所以我们面对的这教导 完全曲解了新约的教训 我可以毫无犹豫地说 这一类的教导会危害基督徒的信仰 最终否定了福音的基本原则 我这样说是因为这种观念 最终会教导说 基督的福音主要目的在改革世界 虽然人可能拒绝有关信心的教训 他们仍能实践基督徒伦理 我们可以消弭战争 削减军备 借着基督徒伦理解决这一切难题 他们说 这就是福音的主要功用 每逢主日 许多教会的讲台所传讲的 就是这一类的信息 基督教被视为一种教训 是政治和社会机构都能实行的 有些教会的讲道也与此相呼应 他们以有关政治和社会的 视为讲道的内容 例如当如何避免战争 如何裁军 认为这样我们才能和平相处 这种观念影响了许多教会的信息内容 我必须指出 从每一个角度看 这种教训都是错误的 从新约的教训看 他在神学上完全站不住脚 其次 他也完全违反了早代教会的做法 第三 他在实行起来时必然会失败 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 让我们在谈第一点以前 先略为讨论第二点和第三点 我必须说 这一切与新约记在初代教会所行的 完全不符 以使徒行转为例 你在这里看见 使徒三番四次的论及国师吗 他们可曾花许多时间 讲论奴隶的问题 或者提出解决之计 然后送达罗马政府或帝王那里 这是现代教会的举动 教会花大量时间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上 我们得到一个印象 除非我们不断在讲到中攻击军备竞争 或极力反对战争 或探讨种族纠纷 否则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这当然是你从报纸、广播、电视得来的印象 人们说 这才是教会的职责 我们必须不断抗议 反对某些事 向政府提建议 并对其施加压力 可是 我要严肃地要求你 让新约来试验这种态度 你能想象 还有什么比你在使徒行传里 所看到的更不同的事吗 这不是早代教会的做法 也不是任何复兴时代的教会之做法 它完全违反了真正教会的做法 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 无可否认的 有时候基督徒的信息 会对当时代产生极大的影响 我的意思是 偶尔基督的教训 会渗入整个团体的生活中 它是如何发生的 答案很简单 每一次基督徒的人数众多 足以发出引人注目的声音时 就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 只有当基督徒的声音 强有力的时候 世界才会肯聆听 世界当然对政治 人数有兴趣 当一大群基督徒运用投票权时 政客和政治家 就不得不对他们另眼相看 他们可能左右选举的结果 因此政客们必须注意他们 自然对基督徒和教会的观点 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换句话说 基督徒的教训 往往在一次大复兴之后 最能渗透一般社会的生活中 因此 教会若想 将其影响力延伸入社会 最快速 最便捷的方法 不是传讲政治 不是传讲社会福音 不是抗议者 抗议呢 乃是制造一大群基督徒 如何做到这一步呢 乃是靠传讲纯正的福音 传讲叫人悔改的福音 单单宣讲裁减军备 止息战争 并不能使人悔改 这一类的教训毫无果效 今天许多教会门可罗雀 是因为很多传道人 所传讲的信息 除了政治和社会事物外 就一无内容 他们没有传讲福音 没有领人归主 所以基督徒越来越少 以致世界上的政权 可以忽视我们 遗忘我们 从这个角度看 教会的信息 若以社会 政治问题为重 就违反了新约的教训 让我们来看 一件更重要的事 看看完全违反 新约的教训 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是 把基督徒伦理 与基督教教义 完全划分开来 我常常提到这一点 因为现今 这一类的论调 非常盛行 上星期就有一个人 对我提到 他因为身体有毛病 医生建议他 接受某种治疗 他很想知道 这位医生是不是基督徒 所以他询问医生 对这种治疗法 抱什么态度 医生回答说 我当然相信基督徒伦理 可是很抱歉 我无法接受你们的教义 这种态度 其实相当普遍 你只失守基督徒伦理 却不相信童女生子 基督的神人二性 也不相信神迹 基督待人受死 复活 以及圣灵 这些人说 他们对教义毫无兴趣 只对伦理 基督的教训 登山堡 须有兴趣 他们说 这些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应该教导人也遵守 切实行出来 这样战争才会消除 人类才有幸福可言 我认为 这种态度 完全不合乎圣经 我为何这样说 新约提供了答案 看看使徒在我们正研读的这一卷 以辅索书中所用的方法 前三章 他完全用来讨论教义 只有当他把基本教训 阐明清楚之后 他才论到实践的部分 换句话说 从某方面看 使徒保罗是在告诉我们 若离开教义 就没有伦理 你绝对无法在新约中 找到任何没有上下文 教义支持的伦理 以辅索书的后半部 包含了伦理教训 他们总是由所以一词做引诫 所以 直接下去的时间部分 是在我前面 讲过那些教训的亮光下说的 没有这个所以 就没有伦理 使徒保罗基本的假定是这样的 他说 现在我要和你们谈一些 非常实际的事 我要论及如何与人相处 就是丈夫与妻子 儿女与父母 主人与仆人的关系 我很高兴这样做 是因为你们如今与外邦人不一样了 你们从前和他们一样 如今是属神的人了 你们有可能做到我所说的这些事 这是他基本的假定 保罗不是为行政当局 或一般的人写下这卷书信 他也不是为了送达罗马帝王和政府而写的 不 他是写给一个教会 写给一般教会的 他的对象是基督徒 所以他写信时充满了信心 使徒保罗在这里所做的 与新约其他作者 以及基督自己所做的无分宣制 现今世代的人谈到登山保训 多把它当作是一种行动 一种将神国度引诫给世人的方法 一种革新社会的方案 他们说 这些教训正是我们需要的 把另一边连给人打 而不是扩展军备 可是仔细读读登山保训 你会发现 主耶稣所说的那种生命 是只有某一类人才可以活出来的 哪一类人 就是他在八福中所描述的那些人 虚心的人有福了 只有这样的人会把另一边连转过来 让人打 有些人或许假装这样做 是为了达到私底的目的 但是除非一个人真正虚心 哀痛 温柔 饥渴慕义 连续人 信心 使人和睦 他无法做到圣经所谓的 有人打你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 有他打的地步 主耶稣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一个人除非有圣灵 他无法要求有这些行为 或许我可以这么说 你若未进入神的国 就不可能活出神国度的生命 你若不是神国度的子民 就不可能分享神国度的生命 我们若说在神国度之外的人 仍然能活出神国度的生命 就是错误的 完全与新约相抵触 这样做等于否定了基督徒的信心 让我用另一种方式表达 这种现代流行的看法 等于完全否定了圣经有关罪的教训 否认了人本性的败坏 这是问题所在 这种流行的观点主要的错误在 他不知道人的本相 不知道人自从堕落 犯罪之后是什么光景 或许我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释 这种油腔滑掉的说法 最可悲之处在于 他那无可救药的乐观性 任何人若读过圣经 怎么还会存着这么乐观的想法 我无法想象 竟有传道人传讲 这一类不合圣经的观点 现今还有人相信 我们人们可以弃绝战争 谋取最终的和平 这种乐观的看法 真叫人难以置信 即使研究过人类历史的人 也会认为 这种乐观实在离了谱 更何况读过圣经 知道人性本相的人 因此 你若接受圣经有关人 在最终的教训 就会发现 人基本上是受情欲控制 有人说 这种看法太悲观了 但这不是单单用形容词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乃是面对事实 现实的问题 根据圣经 人类是属情欲的 他不受自己的心灵和理智控制 自从人类堕落以后 就一直如此 使徒在《以福所书》第二章里 说得很清楚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 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 这是圣经从头至尾一贯的教训 他说 人是自私的 以自己为中心的 令我很难了解的是 一个眼睛睁开的人 怎么可能仍持守这样的论点 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些祸患 为什么人们很难和平共处 你说 哦 那是因为别人很难相处 不错 但别人也对你说同样的话 事实上 你们双方都没错 我们都很难相处 因为我们都是自私的 都以自己为中心 我们都听自己里面的声音 他只会想为自己得着什么 我们都是不公平的 不义的 我们都不诚实 都是恶的 撒谎的 每一个人都一样 你是否同意这一点 这是人的本性 自从创世纪第三章 所记录的那次事件之后 人就成为这光景 人听从仇敌 就是神仇敌的那一刻 他就陷入了仇敌的势力中 从此人的生活 充满了敌意和冲突 你可以从亚当夏娃的儿女身上 看见立即的后果 该引杀了他的兄弟亚伯 这就是了 其实该引其惊人活着 他的本性借着遗传 仍存在我们每一个里面 他可能用各种不同的形式 表现出来 但他确实存在 我们每一个人当中 雅各在他的书信中问道 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 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自己回答说 是不是从你们白体中 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人们看到强国欺凌弱国时 为什么还大感惊讶呢 从人类历史一开端 这类事件就一再上演 不足为奇了 当我们看到这一类事发生在 个人层面时 又何必惊奇呢 自古以来 人们彼此之间的轻压 都如出一辙 是因为人性本如此 国家不过是个人的集合 个人有私欲 国家就有私欲 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 应该是我们预料中的事 不幸的是 今日世界全然忘记了这事实 现今流行的观点是 人本身并没有不好 问题出在他是环境的受害者 他们说 哦 我们成绩了这些老传统 只要我们做一番割舍 摆脱掉身上的老包袱 情形就会全然改观 他们相信这是人类的心愿 人也有能力去成全它 我无意将讨论 带入政治的领域中 前面我已经谴责 今日教会太过于涉及政治 但是容许我这么说 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 绝对不要相信任何一个非基督徒 听起来是不是太极端了 这是典型的圣经教训 你为什么晚上要紧闭门窗 我们为什么需要警察的力量 因为你心里明白 人类的本性是具掠夺性的 自私的 不公平的 不义的 所以我们必须保护自己 世界的智慧自己教我们 人不自私天诛地灭 每一个人都是说谎的 都是为自己打算的 这种想法太过悲观嘛 但却很实际 不仅现今社会证明这一点 整个人类历史也足足证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岂不是大半出于此 人类不相信这事实 却相信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骗子 他宣称所追求的是和平 他始至要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人们居然相信了他 简直不可思议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 由于人类不明白福音 以至于陷入这种巨大的错误中 福音教导我们 人间逆罪中 他的本性极其邪恶 可以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他可以表现得像光明的天使 他可以高声呼吁裁军等等 你若仔细审查 不单单看的是什么 他表面上说了什么 并且探究他内心深处的真相 那么你若仍相信他 就于不可及了 有人说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拥护战争和军备竞赛吗 不 这里的意思是 不要信任人的话 因为人在最终是说谎的 他为达目的 什么谎言都说得出 所以必须有法律和力量去维持秩序 至于夫妻的关系上 近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主要是因人违反 缩起的誓言 彼此撒谎 作假 或者是他们 做了不当做的 或不做 所当做的 一个人可能为了情欲而说谎 现今流行的教导 使我们只需 带着基督徒的伦理 到人们那里 他们自然会注意倾听 并且相信 不但如此 更有人教导说 现代人有足够的能力 将这些伦理付诸实行 这是最终的错误 相信人凭自己 可以实践基督徒伦理 可以存尽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丈夫与妻子 很自然会如此做 父母与儿女 也会照此教训 解决他们的问题 你只要对他们说 难道你看不出 自己行在错误的路上吗 你只需如此这般行 一切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来 我们下定决心去做吧 然后就以为每个人 都会应声回答 好极了 我完全同意 咱们这就开始吧 我的反应是 如果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 为什么要花那么长的时间 采取将所相信的付诸实行 我们必须记住 这一类的事 已经在许多世纪之前 就交给人类了 希腊哲学家 早在基督降临之前 就已提到乌托邦的理想世界 然后是登山宝训 迄今流传近二千年 如果单凭道德榜样就够了 那么他们 为什么不效法基督的榜样 答案很简单 他们做不到 他们也不想去做 人因犯罪而瘫痪 他本性中最大的势力是恶的 我们若熟悉 罗马书第七章的教训 就不必多花时间讨论这一点 因为保罗在那里教导说 神界天使传给摩西的律法 不但不能拯救人 反而使他们落入更糟的景况中 请读这一段话 那因律法而生的物语 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 一直结成死亡的果子 保罗又说 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 公义 良善的 最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引诱我 并且杀了我 为什么 他说 并不是律法本身有差错 乃是因为罪在我里面 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 就显出真是罪 叫罪因着诫命 更显出是恶极了 可是一般教导的 却只是基督徒伦理 认为 不论国家或个人 只要实践伦理 战争自然会消弭 人类可以进入大同世界 这种想法真是鱼不可及 以为在最终的人 可以回应任何道德的榜样 或许你也熟悉这种说法 他们说 先让一个国家率先起来 摧毁一切武器装备 其他国家自然会怀着惊讶说 多妙啊 让我们也群起孝之 他们以为在最终的人 能够被一个道德榜样所感动 说 我以前太荒唐了 我一定得改过自新 从现在起 我要改头换面 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 若真是这样 神儿子就不必来到世上了 他的降临显得多此一举了 只要有神的教训 加上人的榜样 就绰绰有余了 我的最后一点是 这种教导最终的错误 在于完全否定了 圣经有关圣灵的教训 圣经清楚指出 人若离了他 就义无盼望 圣灵的工作是什么 第一 他叫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是人不相信自己有罪 他们需要圣灵使其之罪 这是圣灵的工作 尽管福音已经传扬出来 近二千年之久 这世界仍然不相信 不相信义 不相信审判 他只相信自己 相信人 和人的能力 人的良善 这与基督的教训完全相反 此外 圣灵还做什么 他为什么被拆遣 他使我们知罪 像我们启示基督宝学 所带来的救恩之后 他还做什么 他使我们更新 重生 主耶稣对尼哥迪姆的谈话中 论及了这一点 他实际上对尼哥迪姆说 不要再多言 再发问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从圣灵上 就不能见神的果 你必须重生 必须由圣灵而生 主耶稣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尼哥迪姆说 我无法与你谈论神的果 因为照你目前的光景 你很难明白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在进入神的果之前 你必须先重生 然后你就会明白 然而还是有许多人 对无神论者 对尚未重生的人 高谈基督徒伦理 这种做法 否定了基督徒信仰的根基 圣灵被拆来 是为了更新人类 给人一个新的本质 新的心 新观点 新的一切 若非这样 人类就没有盼望 他来也是为了促进我们的成圣 乃要被圣灵充满 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人 才能与人和平相处 这是解决婚姻问题 家庭问题 雇主问题的方法 人一旦被圣灵充满 受圣灵管理 就明白自己里面的恶 就能在我们主救主 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 有长进 和睦与和平 才可能领导 若没有圣灵 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 所以圣灵兽拆遣而来 是为促进我们的成圣 管理我们 使我们活出神要我们 活出的生命来 最后 圣灵来是为了产生复兴 使人苏醒 一开始我就说过 基督徒伦理对社会生活 产生最大影响力的时机 往往是紧随在一次 大复兴之后发生的 因为当时许多人归主 成为基督徒 教会迅速增长 政治家和执政掌权者 以不容忽视教会的声音 在大复兴的时代 圣灵大有能力的工作 成千上万的人 同时相信悔改 整个社会必然有改变 人们开始有不同的想法 并且开始试着 将这些原则 实现在整个生活中 如果人数寥寥无几 你就不能影响政治家或国会 现在越来越多的传导人 只传讲社会福音 结果是教会的人数日益递减 社会光景每下愈眶 越来越没有盼望 只有一个方法能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被圣灵充满 只是呼吁人向善 只是提醒人战争的可步 都是徒劳无疑的 他们可能暂时受感动 那一天或接下去的一两天 越有改进 可是这种感动 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就像我们每到新年里的志向 隔不久就忘得一干二净 人类靠自己做不到 它需要一个新的本性 它需要改变 只有神的灵能改变它 人必须被圣灵充满 然后他才能做到这些事 基督徒啊 我们活在这样的世代中 有责任向四周接触到的人 阐明我们信仰的真意 目前普遍流行的观点 是与基督教信仰背道而驰的 让我们用真理照亮周遭的人 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不断为这世代的复兴祷告 求神的灵交观 它的真理得以被证明 让成千上万的人得到新生命 并进一步表现在实际生活上 影响社会一般人的生活 要被圣灵充满 三 圣灵的管理 以福所书五章十八节 我们在花一章来讨论这节经文 是因为它在基督徒生活中极为重要 我们已经看过这节经文提醒我们 基督徒生命的基本特质 那就是能力 热心 喜乐 我们也看过 要活出这种生命 唯一的方法是借着圣灵的能力 现在我们要更直接地来观察这节经文 我们必须明白被圣灵充满的真意 并且试着探讨如何才能被圣灵充满 熟悉这节经文 以及熟悉一般福音教训的人都知道 很不幸的 这节经文已成了许多争论的焦点 原因多半是它被当成了一个口号 用来鼓励人成圣 经文一旦变成了口号 就非常危险 通常这是指它从上下文中被抽离出来 而有解净的观点看 这样做以阻止经文受到损害 所以我们必须谨记一心 试着摆脱口号和偏见 同时要摒弃那种过度主观 不计一切去维护自己意见的态度 让我们试着摒弃这些 直接从经文本身的背景和上下文来了解它 首先我们从圣经中与此节经文 类似用法的经文着手 这总是明智之举 每一次我们碰到一处难懂的经文 首先当做的就是查考圣经其他地方 有没有类似的话 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所发现 我个人认为首先要弄清楚 被圣灵充满和受圣灵禁是两回事 很多困扰就是从这里滋生出来的 被圣灵充满与受圣灵印记不是同一件事 后者乃是受圣灵禁的同一词 我这样说的理由是 使徒保罗在以福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到 他们已经受了圣灵印记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然后他勉励以福所信徒 接下去要被圣灵充满 因此被圣灵充满与受圣灵印记 不可能是同一件事 他在第四章第三十节里 又提醒他们这事 不要叫圣灵担忧 你们原始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熟的日子来到 把这些事分辨清楚是很重要的 受圣灵的敬 受圣灵印记 是一种确定而具体的经验 它主要是涉及确据的问题 目的在给人得救的把握 那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经验 那不是平信心领受的经验 一个人可以确定知道 他受了圣灵的印记没有 他不可能受了圣灵的劲 自己却不知道 使图形传第二章记载得很明白 同一卷书其他几章 也有同样的技术 这种圣灵的劲主要目的 在此我们能力和胆量 使我们得以为主做见证 这是受圣灵进的立即果效 使图形传第二章 即是以理 一个人有了这确据 和清楚地看见 直接对神有了立即的认识 他就能够做见证 当然 这也是主耶稣给门徒的应许 你们就必做我的见证 争论和困惑的起因 在于使图形传第二章 那里记载的是使图和其他人 如何受圣灵的禁纳里所用的词 使他们被圣灵充满 于是有人句下结论说 我们读到的是 他们被圣灵充满 此处第五章第十八节保罗 又勉力以辅索人要被圣灵充满 说的是同一件事 这是困惑的起源 使图形传第二章描述的 乃是受圣灵的喜 显然受圣灵禁 包括了被圣灵充满 但还包括了其他更多的意义 我认为最主要的差别集在此 你不可能为被圣灵充满 而只受圣灵的禁 但是你却可能被圣灵充满 却尚未经历圣灵的禁 受禁是一种明显 具体特殊的禁礼 稍后我会提到 这节经文中所谓的被圣灵充满 则是一种持续的状态 我们应该常常处在这样的光景中 然后我们要集中在最重要的一点上 受圣灵印记和受圣灵禁 是一种确定的经验 而被圣灵充满 则是一种持续的光景 两件事是不同的 有分别的 盼望稍后 我们会逐渐明白其中的差异 我们谈到充满一词时 要将它与禁和印记分开来 但是这个词本身 也有两种不同的用法 有一种用法是 你读到有些人被圣灵充满 以从世神特别指定 给他们的某项工作 例如旧约中的比撒裂 它是一个手艺精湛的技工 神要用它来建造会目 你读出埃及记第31章第三节 神对摩西说 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它 使它有智慧 有聪明 有知识 能做各样的功 比撒裂被神的灵充满 好去从事一项特别的施工 这是一次特别的教管 目的是使它能够完成某项任务 还有一些例子证明 五旬节之前就有人被圣灵充满 例如有关施洗约翰的预言 他从母妇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然后使施洗约翰的母亲 以利沙伯 圣经说到他被圣灵充满 高声喊着说 他的父亲撒加利亚也一样 第67节说 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 就预言 你注意观察 每一个例子中 这些人都是为了能够说出某一些事 而被圣灵充满 这种充满有一定的目的 新语中被圣灵充满一词的另一种说法 简注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 这句话非常特殊 因为有两件事同时进行 那就是圣灵的禁加上圣灵充满 于是这些人能够用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 这里有一点非常有趣 使徒彼得和其他使徒 以及他们的跟随者 在五旬节那天受了圣灵的禁 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里我们又读到 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这是另一次的充满 这个在五旬节那天已经受圣灵禁 并被圣灵充满的人 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再次被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第四章里的特殊目的是 彼得和约翰因为在圣殿美门前 医治了一个摊子 而必须在官长面前受审 那时他们需要特别的能力为自己身边 于是圣灵领导彼得充满他 好使他带着权柄和能力 在审问他的官长面前说话 同一位彼得又一次被圣灵充满 我讲这些是为了指出 圣灵的禁与圣灵充满是不同的 然而我们现在谈到圣灵的充满 主要还是在指圣灵次人能力和才干去 完全一项特别指派的工作 举另一个例子来说 彼得和约翰受审之后 回到同伴中 他们一起回到教会 报告所发生的事 并且开始祷告 然后第四章第31节告诉我们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这也是同样的情形 这些人已经受了禁 他们受禁的时候已被圣灵充满 如今他们再度受到圣灵充满 这是可以一再重复的 保罗一生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使徒行传第九章 记载他悔改和受圣灵记的经过 但在第十三章里 我们发现保罗在说话 第九节说 保罗被圣灵充满 定睛看他 路加记载 当时保罗是在对付一个行法术的人 那人企图蒙骗罗马的官长 使徒保罗决心谴责他 圣经告诉我们 保罗被圣灵充满 定睛望着那人 他被充满的目的是 为了对那人说话 并且严厉地责备他 从这个角度看 显然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一种 清楚界定的经历 这些人都意识到 圣灵灵挤他们的事实 他们领受了新的能力和权柄 他们清楚知道所发生的事 这种经历描述了 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 我们可以意识到 为了特定的目的 有能力从里面出来 因此这种经历是非常确定的 明显的 感谢神 这是并不止限定在新约里 你如果阅读历代以来 教会中那些杰出传道人 特别是大复兴时代的伟人之传记 会发现这一类事反复出现 一个人可能正在讲道时 忽然意识到神的灵灵倒塌 占有了他 他被带领离开自己 得到光照和悟性 将到大有能力 许多奇妙的事相继发生 这个人自己意识得到 他的听众也可以意识到 整个教会史上 这一类的例子比比皆是 感谢神 这一类经历 也不止局限在过去的时代 借着神的恩典 这是今日仍然继续发生 现今活着的人也知道这事 他们以此为极大的喜乐 这些人以诚实和敬前世奉神 他们时时意识到这种经历 这是充满一词的用法之一 这些不同的人被圣灵充满 他们得到了非比寻常的能力 现在问题来了 这是以福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的意义吗 我认为不是 我们不可因其表达方式的类似 而被搞混了 那么此处的充满是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那是指一种状态或光景 或许要明白这一点 最好的方法是回想一下 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 有关主自己的描述 我们读到 耶稣被圣灵充满 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守魔鬼的试探 这是有关主自己的陈述 他被圣灵充满 同样的 约翰福音第三章也说到 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在他一切的丰富中总是有圣灵同在 但请注意其他地方的记载 举例来说 我们读到使徒兴传里的斯提凡 第六章说 他是被拣选出来管理教会事务的人之一 好叫使徒们能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我们读到关于他的描述 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他有圣灵充满 这一句话并不是说 他被圣灵充满去做某一件事 不 他乃是因为已经被圣灵充满 而被选出来去做工 再看另一处的记载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五节 那里说 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精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这一节经文 是我心中起了疑问 我不知道 应该将它归到我们目前正讨论的这一类别中呢 或者把它归到前面谈到的那一项目中 事实上 他两者都适宜 斯提凡不断有圣灵充满 但为了特殊的环境 为了他所面临的危机 虽然他以前已有圣灵充满 但他再一次被圣灵充满 意思是 虽然他被圣灵充满 圣灵还有继一步的显现 要继一步赐能力 使他有特殊的力量 去面对逼迫和患难 并且平信心 大胆传讲神的话语 因此 这结经文绕复兴味 再来看看 关于保罗的同伴 巴拿巴的描述 我们在史图形传 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 读到巴拿巴 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他和斯提凡一样 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最后我要提到 圣经对所有门徒的叙述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你看见这区别吗 在这些例子中 我们看到 这些人并不是 领受一种能力 去从事特殊工作 圣经描述的是 他们正常状态和光景 这里是描述 他们道德和属灵的状态 强调的不是一个人的能力 乃是他如何生活 私体反被拣选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这是人们对他的评语 所以当他们准备挑选知识时 他们说 这个人大有信心 有圣灵充满 巴拿巴也为了同样的理由 被选出来 我们知道 那一批门徒 也是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的人 这两种类别初看之下 似乎相似 但又有明显的区别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将其区分开来呢 因为这样 我们就不会总是以为 圣灵充满 一定是为了某项特殊的使功 好像随时来 随时去使的 我们仍是需要一直被圣灵充满 因此 我们也已提出另一点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可以为了特殊的目的 突然又一次被充满 我已经在私体返寿审的例子中 加以说明了 另外 我也用了五旬节那天 发生在门徒身上的诗作例证 从这几处经文看 显然我们这里讨论的 以福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 是属于第二类 这里指的是一种状态或光景 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一个句子中动词的时态 是最重要的 此处的时态是现在式 是现在的 持续的 这一节经文正确的翻译应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继续被圣灵充满 不断地被圣灵充满 让这种状态继续下去 成为一种持续的光景 这是现在继续式 我这么说 是因为这样就表明了 它不属于第一类别的圣灵充满 就是来了又去 可以一再发生 好像彼得 斯提反 保罗那样 他们在各种试炼和危险的环境中 受到圣灵充满 此处所说的圣灵充满 乃是指一种持续的光景 不会因时间而改变 换句话说 这一节经文是要我们 像斯提反 巴拿巴 保罗和其他使徒 总是被圣灵充满 建立这种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只会引起混乱 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 他们应对这一方面的教导 存错误的观念 以至于决心坐在那里等候圣灵 我们已经从新约的典型用法中 明白其意义 但是从实际的运用上看 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有一个方法 就是提醒自己 圣灵是有位格的 是那一位 圣灵不仅仅是一种影响力 很多人谈到圣灵充满 似乎把它当作一种液体 他们谈到倒空气敏 让圣灵注入 这种观点错误之处在于 他忘记了圣灵是一个人 它不是物质 不是液体 也不是像电那样的能源 我们都很容易陷入这种错误里 我们甚至会不知不觉 用它来称呼圣灵 忘了圣灵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 由于我们忘记它是一个人 我们对圣灵充满的认识 就全盘错误了 但是 它既是有位格的 为什么圣经还用浇灌一词来形容它呢 这只是比喻的用法 圣经急切地要表达一种观念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力 是一种极大的力量 我们谈到某人的影响力 但那不是一种物质 乃是这个人本身在产生影响力 圣经用不同的词汇和表达方法 生动地把这个真理 呈现在我们面前 好叫我们明白 圣灵能力的多样性 当这种影响力变得很强大时 它就浇灌涌流出来 我们不可以把这些力正照字面解释 而用物质的角度来思想其意义 这种影响力是从一个人来的 就是圣灵自己 那么充满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要引用泰伊尔的希腊字典中 对这次所下的定义 他这么说 完全占有了人的心思 就是充满 这是普遍被采用的说法 任何事物若占据我的心思 就可以说是充满了我的心 所以我们常常谈到 被每件事物充满 譬如某人突然有了新的嗜好 你会说 哦 他满脑子都充满了这事 他一点也不谈其他的事 这就是了 他被这嗜好充满了 我们也将此运用到人的方面 你发现 某人总是谈到另一个人 你说 他真是被那人充满了 你指的是假对义的影响力 你说 你完全被假充满了 满脑子都是假 他总是言谈之间提到假 没法子不谈到假 换句话说 这是我们论机一个人 影响另一个人时所用的说法 让我们看看 使徒保罗自己的类推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一个人醉酒 以后会怎么样 他就完全受酒精的影响 所以 使徒实际上是说 不要让酒精影响你 乃要让圣灵影响你 这是他的本意 被充满的意思是 受其影响 一个灌满酒的人是放荡的 他浸泡在酒里 是在酒精的影响之下 保罗说 不要被酒精影响 乃要受圣灵影响 受影响的意思是 我们整个人 包括我们的心灵和意志 都受其他力量的控制 一个受酒精影响的人 他的心思 意志都受其控制 不要管要济学上的分析 这里只是一个比喻 我们已看过 一个醉酒的人 并不是说他受了多大酒精的影响 最主要的是 酒精能将他里面一些较高层次 比较好的影响力驱除 在实际运用上也一样 这里使徒用的类推法 正如一个人的心思 意念会受酒精影响 同样的 我们应该在心思意念上 受圣灵的影响 一个受酒精影响的人 不再能控制自己 保罗说 很好 让圣灵来控制你 那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 这不是说 我必须试着倒空气敏 然后让圣灵像液体一样注入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因为他忘记 圣灵是一个人 是有位格的 保罗勉励我们 要让圣灵来管理 控制 正如你心里被某一项事物 或某一个人完全占有 同样的 你当让圣灵充满你 完全占有你 于是第二个问题来了 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人如何被圣灵充满呢 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 首先我们要注意 这是一个命令 要被圣灵充满 显然这不是一次经验 因为这是一个命令 是现在持续式 而不是为应付某个危机 而特有的经历 所以我们不能将它当成一种福分 去寻求 很多人到处参加聚会 寻求圣灵充满 希望得到被圣灵充满的祝福 有时聚会结束后 他们被邀请到台前去领受圣灵充满 当然 这样做完全违反了保罗的这句劝勉 也与圣经的教导相抵触 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特殊的经历 乃是一种我们应该恒久活出的光景 使徒保罗说 你应该总是这样 他命令我们如此 所以我可以下结论说 这不是碰巧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次事件 却是我们可以控制 决定的事 一个人可以决定或控制他 是否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使徒给我们这个命令 勉励 我们不可再将其当作一次经验而已 让我做进一步解说 五旬节那天 发生在使徒身上的事 是一次经验 不但他们自己知道 其他人也知道 在哥尼流家里 圣灵临到众人身上的事 也是一次经验 不但他们自己知道 别人也知道 当彼得和约翰离开耶路撒冷 下到撒玛利亚 按手为他们祷告时 发生在那些人身上的事 也是一次经验 他们和其他人都知道 同样的 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一至六节里记载的那些人 情形亦如此 受圣灵应急 和圣灵的禁 都是一次确定的经验 我们无法控制 那完全是主的行动 是他为我们做的 但此处我们所讨论 这洁经文理提到的事 却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所以他才会以命令 或劝灭的行事 呈现在我们面前 乃要被圣灵充满 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除去 这里被动的成分 你不能只是 坐在那里等候事情发生 使你自己的心思 要决定是否愿意 被圣灵充满 这样说清楚吗 我们没有能力决定 是否被更新 也无权决定 是否受圣灵的印记 但是我们能够决定 是否被圣灵充满 若将此与受圣灵进相混淆 就是曲解了圣经 被圣经充满 不是我们需要等待 或祈求 或渴望得的经历 事实上 我们若急切想被圣灵充满 是有一些事情可做的 那些事呢 首先 我从消极面着手 我若要被圣灵充满 就必须不叫圣灵担忧 这一节经文 在以福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熟的日子来到 这是什么意思 只你和我若屈服于任何 与圣灵相对立的事物 我们就不能在圣灵的管理之下 我若容许情欲挟制我 圣灵就不能控制我了 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我若要被圣灵充满 受圣灵管理 就必须确定我的情欲 肉体和邪恶的欲念 不再挟制我 魔鬼也不控制我 我必须抵挡魔鬼 抵挡世界 这是很显然的 我不可叫圣灵担忧 我若活在罪中 他必然会担忧 他若担忧 就不能管理我 他必然会退去 不要忘了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必须谨慎 消极地说 就是不要用任何方式 使他担忧 他曾被比喻作鸽子 温柔而敏感 同样的 我们也不可消灭 圣灵的感动 圣灵在我们里面刺激 建议 产生念头 提供意见 每一次我拒绝 每一次我说 不 请稍等 我要先做这个 以后再 我就是在消灭 圣灵的感动 到了一个地步 我不再被他管理 这是出于自愿的 使我可以控制的 如果我故意拒绝他 故意做他 叫我不要做的事 那么我就不是在 圣灵的管理之下 也无法享受 被圣灵管理的福气 再来到积极的一面 这也是最重要的 当然 消极的一面 是一看即知的 你不能同时醉酒 而又被圣灵充满 你也不能同时被醉 又被圣灵充满 醉与圣灵 彼此不能相懂 光明和黑暗 有什么相通呢 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和呢 这都是基本的道理 我们必须停止 叫圣灵担忧 停止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必须抵挡魔鬼 致死肉体 与我们里面的 罪和邪恶对抗 这是第一部分 但是属于消极的领域 积极的做法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明白 他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 使徒对哥林多人说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这是第一件事 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以至于我们未能被圣灵管理 未能被他充满 你可曾注意主耶稣怎么说 他要离开门徒时 他们惊慌失色 他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不要担忧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要赐给你们一位宝灰师 我要拆一位圣灵来 他将做我过去与你们同在 十位你们所做的那些事 你们从前遭遇困难时 就转向我 你们向我提出问题 我总是在那里回答你们 由于我说我将离开 你们就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不要忧愁 我会差一尾宝灰师来 我将拆另一个中宝来 他总是与你们同在 住在你们里面 随时指引你们 带领你们 供应你们的需要 被圣灵充满的方法 就是记住他在那里 我们里面 住了一位恩慈的客人 他乐意帮助我们 我们必须刻意去记住这事 我们必须一再重复这段经文 一天开始之际 我们应该对自己说 圣灵住在我里面 他在我身子里面 我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 圣灵住在其中 我必须记住这事实 让我使用另一个例证 当家里住有客人时 年幼孩童的父母怎么做 孩子们多半是一大清早就醒了 做父母的怎么对他们说 安静 别去打扰客人 你提醒他们 家里有客人 小心啊 不要叫嚷 要安静 记得谁住在这儿呀 我们若要被圣灵管理 也当这样 记住谁在这里 他住在你里面 若没有这种认识 我们就不可能被他管理 我们必须回向这事 提醒自己这个事实 不断这样做 更进一步说 我们必须渴慕他 渴望与他交通 与他联合 你注意过 圣经有多少次提到圣灵的交通吗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们必须记住这种交通 提醒自己 并且可目寻求 他若在我里面 我不仅必须体认这事实 并且必须与他交通 联合 我必须征询他的意见 体会他的同在 求他更多将自己显明给我 这是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方法 此外 我也必须留意他一切的激励 就当恐惧战经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他如何做 乃是透过圣灵 在你们心里运行 如果你突然感觉 渴望读神的话语 那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 他在你心里激励你 顺服他 照着去行 你若感觉神护照 你去祷告 就立刻去做 停下手中的功 不要延迟顺服 是圣灵在照你 所以放下一切 做他要你做的 让我们对他的感动 保持敏感 这是一天一天 更多被圣灵充满的方法 我们越多顺服他 他就越显露他的心意 越多激励我们 因此我们要谨慎 敏捷 顺从他的每一个要求 激励和催促 这一切都不断在我们里面发生 他会引导我们 带领我们 他总是这样做 他总是急于将主耶稣基督 显明给我们 让他这样做 我们是否都曾经消灭过圣灵的感动 包括他感动我们去聚会 读经 祷告 或其他事 这些都是圣灵的催促 他引领 指导 管理 指示我们 让他放手做事 这是保罗这句勉励的意思 你无法将这当作一种经验来领受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 岂不是便捷得多吗 但神有他的方法 这是个人关系的问题 作为基督徒 我们必须负责任 我们若保持被动的状态 他就不能为我们做什么 被圣灵充满并不是一个神迹 突然临到我们 而不需经过任何挣扎 挣扎是必然的 世界和肉体 以及魔鬼都在那里 我们必须抵抗 我们必须积极地聆听圣灵的声音 花时间去注意它 这一类的事没有捷径可走 你不可能领受一次一手包办的经历 什么都包括在里面了 不 那是异端的方法 不是新约的教训 那是心理学的方法 是不合乎圣经的 要聆听圣灵的催促 聆听神的话语 聆听圣经 什么是道 就是圣灵的道 它是圣经的作者 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 圣经的话 没有一句是人平思义说的 这不是人的话 乃是神的话 我们要读它 研究它 默想它 明白它 花时间在上面 你是否把握每一个机会 去明白神的话语 一星期一次聚会就够了吗 我们花多少功夫 去聆听别人讲解圣经 以及自己私下研读圣经 以更多明白神的话语 这是让圣灵引导的方式 要明白它的话 聆听并且顺服 顺服神话语 当我们任何一个人 将圣经的话付诸实行 让神的话语 管理我们的决定 行动 行为时 圣灵就得到些喜乐 这是一些原则 我只是提纲窃领地 提出了几个 被圣灵充满主要方法 我们必须甘愿顺服 自动愿意让神的灵管理 我们的整个生命 心思 意念 和意志 这会带来什么结果 使徒保罗继续解释 就是圣灵的果子 会彰显在我们里面 他在何处管理 何处就有明显的果子的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就是这些 他们是很明显的 从下节开始 保罗讲到 我们如何在神的家中行事为人 如何彼此相处 丈夫与妻子 父母与儿女 主人与仆人 应如何彼此相待 当一个人 让圣灵管理他的心思意念时 就必然带出这样的生命来 让我们都被圣灵管理 请他住在心中 做我们恩慈的良友 四 顺服圣灵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一节 在进一步讨论这节经文之前 我必须声明一点 有些版本的圣经 这一节是这么说 又当存尽为神的心 彼此顺服 但是每个人都同意 这里应该是 又当存尽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这也是比较妥当的 问题不在翻译 而在版本 虽然两种说法 最终是一样意义 但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就会发现 敬为基督的说法 比较能强调 保罗心中所要表达的意思 我们必须小心处理 这节经文的背景和上下文 要确实明白 使徒保罗说这句话的意义 这是非常重要的 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在他与上下文的关系上 有人翻译这段话时 把这节经文当作另一段的开头 他们说 使徒从这里开始另一系列新的劝勉 但这样做是不对的 他用又当存经为基督的心 所以我们不可以将其当作一个独立的陈述或劝戒 也有人说 这里不过是一段引言 介绍下面所要说的话 似乎他是说 当存经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然后使儿女 仆人 等 为下文提出一段引戒 但这种说法也不正确 甚至比头一种说法更错误 显然的 使徒保罗在这里是继续他前面所说的 同时也引戒他下面的话 我认为 这是解释这节经文最佳之计 它好像是一个连环 有成先起后的功用 换句话说 他进一步解释了 他在第十八节所奠定下的基础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这句话仍回荡在他脑海里 此刻他是对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说话 他已经告诉他们 有关圣灵充满的事 所以我们要在第十八节的亮光下来看这处经文 他是在继续勉励 我们当被圣灵充满 我强调这一点 是因为一个人若不被圣灵充满 就不可能做到使徒交代的这些事 只是出去对世人说 当存敬畏的心 彼此顺服 是无济于事的 世人不但不会做 也无法做到 对一个未被圣灵充满的人而言 这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劝勉 因此我要说 使徒这里是继续他在第十八节里的两个观念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一个醉酒的人 是不可能顺服任何人的 他只会袒护自己 这是醉酒之人的特性 他缺乏控制力 特别是对自己的控制 他只会吹嘘 捧自己 以为自己不可一世 我们若要彼此顺服 必须与那些被酒灌满 行为放荡的人有区别 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认为 这结经文是一个连环 它有一个基本的观念 我们必须与过去有分别 与世界有差异 我们主要的性格 必须与诗人有区别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如何表现出来 到目前为止 使徒一直用 我们与神的关系来说明 他谈到我们的敬拜 当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他说 你被圣灵充满 与众信徒相聚 就必然有喜乐和赞美 你们借着敬拜神 口唱心和赞美他 但他又说 不止这样 你们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上 在纯粹世界的层面与人交往时 也可以显露同样的灵 所以他向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指出 被圣灵充满的特色 也可以表现在与人的交往上 这是明白这节经文的方法 我们需要明白他确实的含义 因为使徒将从三方面来解释着真理 他定下原则 然后将其一一运用在不同的事上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做仆人的 要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些都是从不同的层面 来解释这个基本的原则 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让这原则 来管理他们与人的关系 彼此顺服 请注意 使徒保罗的表达方式 正好印证了 我们前面所说 这节经文与上下文紧密的关系 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宋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你们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 当彼此顺服 在日常生活上 活出下列的样子 然而彼此顺服 是什么意思呢 保罗用这个词的时候 可能心中想到一幅图画 一对士兵排列整齐 站在他们的官长面前 士兵在那样的场合中 从某一方面说 他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如今他是一队士兵中的一份子 他们所有人一起听命与长官 一个人加入军队 就似乎是签名放弃了决定 他自己生活和行动的权利 这是合约终极重要的一部分 他加入海军或空军或陆军的那一刻 就不再管理 控制自己了 他必须听命令行事 他不能随意休假 也不能早上爱几点钟起床 就几点钟起床 他位于权柄之下 让法规管理着他 如果他随意行动 不与别人一致 就违反了纪律 必然会一张择受惩罚 这是保罗使用顺服一词的意义 他说 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人 在与别人交往时自然应该这样 我们是同一个军团里的人 同属于一支大军队 我们要自动地去做士兵被强迫做的事 如何做呢 单单知道并没有用 必须实际去行 主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这包括什么 我们彼此顺服是什么意思 从消极的一面看 我们应该避免漫不经心 生活中许多的难处和麻烦 是起因于人们不去思想 轻率的行动 往往是生活领域里 各种冲突 烦恼的噪音 如果人们在说话 行动之前三思而再行 这个世界必须是另一番面貌 然而人类的本性 却不喜欢思想 它有了一个念头 就立刻表达出来 它有一种感觉 就想立刻付诸实行 有了冲动 就马上行动 从消极面来说 使徒保罗勉励基督徒 不可轻举妄动 率性而行 不可过那种完全凭直觉的生活 他前面已经说的很多 基督徒是一个受真理控制 被原则管理的人 他是有智慧的 稍早保罗也说过 当像智慧人 现在他又说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智慧人乃是肯思想的人 他跨出脚步以前 必然先思考一番 他开口之前 也经过考虑 他是一个受思想 悟性 沉思 熟虑的灵所管理的人 一旦他开始思考 就会发现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也是属于消极一面的 就是他不可以自私 以己为中心 一个自私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他真正的问题出在他不思想 除非想有关他自己的事 实际上 这样等于没有思想 与动物无异 禽兽总是为自己活 他不用脑子思想 只凭直觉行动 一般说来 这也是非基督徒的问题 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是自私的 以己为中心的 因为他不思想 记住了使徒保罗的话和立正之后 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说 一个基督徒 虽然他是独立的个体 却不可以主张个人主义 正如我前面说过 在军队里 不可能提倡个人主义 一个人加入军队之后 第一项要放弃的 就是个人主义 这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但他必须明白 他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 任机一行事了 或许他以前在家里 被父母惯坏了 想要什么 就一定要弄到手 他成了家里的暴君 但这一切都已过去 在军队里 他必须服从别人 你不可能维持一个 里面成员都各自为政的军队 这些必须被制止 用另一种方式说 我们必须不再自我主张 这是保罗所谓 彼此顺服的反义词 一个追求彼此顺服的人 绝对不会自我主张 己是一切祸患之缘 魔鬼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 他首先试探人 神真的说过 你不可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吗 他当然会这么说了 因为他知道你吃了就会变成神 这对你真是一大侮辱 他只是想把你压在下面 不要听从他的警告 你应该有自己的见解 这就是自我主张 由于这一点 为世界带来了多可怕的后果 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即由此而生 国家如此 个人也如此 许多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和难处 都是因为人的自我主张 而衍生出来的 另一种说法是 基督徒不可以坚持己见 一个基督徒当然应该有意见 但他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 一个有见地 有好主意 有思想的人和一个 一位坚持己见的人 中间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不可坚持己见 因为这是己的另一种表现 一个成见很深的人 对于他所相信的事实 抱极大的兴趣 至于他到底相信什么 倒是次要的事了 他炫耀自己的信念 总是注视着自己 他以自己的知识为荣 这是因为 他不知道自己其实明白的很有限 他若知道 就会谦卑下来 但他实际上对真理本身缺乏兴趣 他只对自己与真理的关系 自己有关真理的尝试感兴趣 一个坚持己见的人 总是会不断引起纷争 这也引致另一个麻烦 这样的人 很容易倾向于挟管别人 套用使徒彼得的话 就是挟制别人 他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里说 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 他特别对长老说 因为一个人一旦成了长老 很容易面临这方面的试探 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人 天生有领导能力 所以他得到这职位 由于他所拥有的领导权 他特别容易暴露在这一类危险中 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 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身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 不要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也不是挟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在教会里没有人可以挟制别人 长老是要做群羊的榜样 他们总是会面对这一类的试探 但使徒说 你不要落入这试探里 你必须彼此顺服 这类主题 似乎可以无穷尽地讨论下去 或许我们能把前面所说的 做一个总结 基督徒不可以追寻己 我已经说明过 追寻自己的表现是什么 自我中心总是会引起追寻自我 使徒保罗用事上的人 与基督徒做对比 前者基本上是自我中心 追寻自己的 他对别人漠不关心 他太过于关注自己 以至于无暇去顾及别人 他想的这一类呢 却不知道 别人也可能想得到那些东西 他不会想这些 因为他太过于以自己为中心 对别人的需要 扶植 他毫无兴趣 甚至更过分的话 他会侵蚀别人 把别人看得一文不值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 有记精辟地解说 魔鬼是最大的火患 所以保罗写下了第十二章 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子 那些俊美的肢体 瞧不起不俊美的肢体 后者则极度前者 因为前者交体面 地位显赫 举足轻重 他们完全未明白 这里提到的 彼此顺服之原则 关于消极的原则 我们要提出最后的一点是 一个如此以自我为中心 自私自利 崇尚个人主义 对别人漠不关心 一心追寻自我的人 几乎难以避免地 会成了一个 无雅量接受批评 不能容忍别人意见的人 如果我以自己的意见 十分自豪 那么任何人 胆敢对我的意见 提出疑问或质讯 都会对我形成极大的侮辱 不是对真理 而是对我的侮辱 我相信的东西才重要 这样的人愤恨批评 对别人的观点 毫无聆听 接纳的哑量 他不想听别人的意见 甚至持仇恨的态度 他变得极端敏感 这个极真是惊人 这个自我中心的疾病 何等险恶 请留意他的多重病症 他会影响一个人的 整个观点 影响他的每一部分 他的思想 情感 行动 意志 每一样都包括在内 看看这人的写照 自私 自我中心 坚持己见 好侠之人 过度敏感 接下去是什么呢 他可能动不动 就以辞职做威胁 他觉得受到质疑 别人都不信任他 不听他所说的 不感激他所提供的意见 他觉得不公平 于是威胁说他不干了 要提出辞呈 使徒保罗写到教会生活时说 你们不可以这样 若是这样 只会使教会受损害 你们不能动不动就出走 以上是用消极的方法 来解释 存经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那么这句话 积极的意义何在 当然 这句话除了前面我所说的 那些消极的意义之外 还有更多的含义 乃要被圣灵充满 意思是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这会产生什么结果 这里提供的最佳之计 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个人 婚姻 工作 事业 人际关系 种族 阶级等 如果我们把原则弄对了 不但能解决一个问题 其他相关的问题 也必然迎刃而解 基督徒所用的方法是这样的 我们心中的眼睛若被照明 我们所学会的第一件事 是知道自己的真相 意思是说 我们体会到自己是没有盼望的 失丧的 被定罪的 我们都是罪人 每一个人都是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一个明白此真相的人 必然会立刻停止吹嘘自己 他不在意自己的道德 良善 好行为 知识 学问 或任何事物夸口 我们只要认识自己的本相 这一切关系上的难题 很快会获得解决 只有福音能做到这一点 其他的都一无办法 福音把我们每一个人 降到同一层面上 没有一人例外 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犹太人与外邦人一样 没有哪一个种族特别优越 哪一个民族高人一等 在神面前都是一样 不论我们个人有多大的差异 基本上我们都被降到同一层面上 保罗写给戈林多人的信上 说得很透彻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这话岂不是很奇妙吗 然而 人们却迟迟不明白 有些人以自己的脑子 智力才干夸口 而轻看别人 保罗说 且慢 你有什么好夸口的 你的聪明才智 是你自己造的吗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是你使自己与人不同吗 当然不是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来的 是神所赐的 你若有优越的头脑 那很好 但别为此夸口 只要感谢神 这样会使你谦卑 有些人为自己的面貌为傲 但这是他们自己造的吗 有些人则以才干夸口 包括在音乐 艺术 口才方面的天分 但他们是从何处得来的 你一旦明白 这些都是领受的恩典 就不会再愚昧地夸口了 只有圣灵 能将人引到这地步 世界正好相反 他喜欢将人分等级 他有各种荣誉 和吸引人的奖赏 这些才算数 世人以此为荣 心中充满骄傲 保罗说 不可这样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你若被圣灵充满 就必然知道 你所有的都是神给的 你没有什么可夸口 圣灵会引领你看到 即使拥有这一切 你仍然非常贫穷 无知 软弱 仍然常常失败 保罗对哥林多人说 你们这些自高自大的人 你们可知道 自己在基督里 仍是婴孩 我不能为你们吃肉 我只能给你们吃奶 因为你们是婴孩 然而你们却仍以 自己的知识夸口 要解决人际关系上的难题 唯一之计 是明白自己的本相 一旦我们开始 认识这真相 我们就看见 自己只是婴孩 还在开端之处 一个自以为学识丰富的人 当他在圣灵的光照下面 对这里所揭示的事实时 他就会感觉自己一无所知 自己不过是一个新手 一个婴孩 充满了失败和错误 所以使徒能够继续说 你是谁 竟论断别人呢 事实上 主耶稣已经说过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良器良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良给你们 主耶稣说 要明白你是在别人之下 那些自高自大 心看其他人的 当观看神 他在你上面俯视着你 你就会明白自己算不得什么 问题是 我们夸大自己所有的 我们的一座小土堆 在我们眼中却成为一座 庞然矗立的山峰 只因为许多人 还只有水平面的高度 把这土堆与埃福勒斯峰相比 把它放在鼠天的亮光下 你就再也不会为自己 这座小土堆自吹自擂了 这是圣灵做工的方式 它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不但如此 它也帮助我们明白 我们同属一个身子 互相为肢体 这也是以福所书的主题之一 彼此顺服 为什么 因为你们都像身子里面 不同的肢体 使徒保罗在第一章结尾时 提出这比喻 稍后 他又在第四章 第十一至十六节里 做进一步解说 这也是哥林多前书 第十二章的主旨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做肢体 你若明白这一点 就必然明白 最重要的不是你是一个肢体 而是你属于一个整体 是其中的一部分 同样的 这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一种方法 换句话说 这是我们总是想到身子和其需要 而不将注意力 只放在个人的利益上 今天大半的问题 出于我们在救恩的世上 太个人主意了 感谢神 救恩是个人的事 但我们不可 只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救恩 人们总是想到自己 他们到教会 是为了替自己的一些好处 让我们试着对教会 建立正确的观念 我们只是一小部分 让我们想到整体 而不只是个人 一个在军中当兵的人 不是为他自己征战 他乃是为整个国家而战 一个人一旦开始明白这些事 他就准备好弃绝他个人的权利 他需要明白 教会乃是基督的身子 作为其中的一个小肢体 乃是莫大的荣幸 他不能优先顾及自己的权利 如今他应该关心整体的发展和进步 想到其他的肢体 他的灵舍和四周的人 他们一起看到这种奇妙的合一 有这种看见的人 就不再为自己的权利担心 也不再整天谈论他 费尽心血保护他 这些都不值得顾念了 更进一步 他愿意聆听 甘心去学习 他知道自己并未拥有真理的全貌 别人也有别人的看法和意见 他总是愿意聆听 愿意学习 他不会立刻拒绝 他有耐心 也体贴别人的心意 如果有人说 且慢 我认为他会停下来倾听 他不会立刻插嘴 打断别人的话 他给这人充分表达立场的机会 然后他会尽力处理这事 换句话说 他和我面前所描述的消极情形 正好相反 我们可以在深一层来看 这人也是随时预备好受苦的 如果必要 他甘愿为了真理 为了基督身子的缘故受苦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 将其叙述地淋漓透彻 爱是恒究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这也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去实行的 又当存经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不要自夸 不要张狂 不要多疑 除去自我 被爱所充满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彼此容忍 忍耐 我愿意将其归纳如下 唯一能彼此顺服的人 乃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因为被圣灵充满的人 才能接触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 乃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一个人若满有这些品格 他就不会有问题 他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了别人 为了团体的利益而顺服 只有显出圣灵果子的人 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它是被圣灵充满的 我再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十九节说 至于做先知讲道的 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 其余的就当圣思明辩 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 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 叫众人学道理 叫众人得劝勉 先知的灵源是顺服先知的 多么完美的说明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 一个人站起来说话 他有一大堆话要说 并且认为只有他得了启示 所以他就说个不停 但另一个人也自觉握有真理 于是他也站起来说话 可是先前的人不肯让位给他发言 使徒说这是不对的 第一个人说我被圣灵充满 我无法制止自己 我有许多话非说不可 我不能停下来 但是保罗说你能先知的灵源是顺服先知的 要控制自己 你若看见别人也有话要说 而你已经说过了 就该坐下来让机会给那人 稍后那人也当同样对待别人 两个人或是三个人 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 这是避免出问题的方法 存尽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这是使徒这句话的解释 可是我若只停留在这里 就是做了一件极危险的事 我一直在解释使徒保罗的话 但请记住我一开头说的 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上下文里思考 今天我们很容易误用它 有人说 你们这些福音派的人 口口声声说 要存尽为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但是你们却不愿意与罗马天主教会联合 你们不肯彼此顺服 这实在是一切难题的起源 他们又说 看看共产主义 看看那些与基督教会敌对的人 现今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联合普世教会 包括罗马天主教 东正教 自由派 保守派 把每一个人包容进来 有人甚至说得更过分 每一个相信神的人 会教 印度教 犹太教 都应包容并蓄 不要太武断地坚持自己的信仰 才是正统的 他们说 存尽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的意思是 你不可以特意独行 与别人有分别 你若那样做 就违反了圣经的教训 今日这段经文 仍然受到曲解 他们说 主耶稣在他的大祭司 祈祷中 岂不是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吗 他们相信 这个祈求 就和我们正讨论的这一节经文一样 是强有力的证据 足以用来支持普世教会运动 消弭一切分歧 差异 成立一个伟大的普世教会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明白 这节经文的上下文 是多么重要 难道你会认为 使徒保罗 是在这节经文中 宣讲不计代价的和平 认为一个人 可以在真理上轻忽 随便 以至于在有关 圣经教训的事上 抱着妥协 模棱两可的态度吗 他认为 对基督信仰的忠诚员 优先于其他事物 一个人必须放弃 个人的意见 而接纳一般人的看法吗 保罗的教导有这种成分吗 答案是 保罗写下这节经文 之前已经写下了 以夫所书第一 二 三章 他在其中 定义下了基本的基督徒教训 这一卷书信 是写给同意这些教训的人 他此处不是讨论那些 不同一词教训的人 彼此之间的关系 他假设书信的对象 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之人 他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异教徒是不被允许留在教会里的 他必须被赶出去 信徒不能与他有任何交通 如果把这捷径文运用在 今天所谓的各种教会上 就是完全误解了新约的整个教训 保罗此处是写给同意这些教训的人 他是在与这些同意的人讨论主的教训 如果你用另一种灵来解释 就会发现圣经的教训互相矛盾 圣经告诉我们 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 使徒保罗为腓利比人感谢神 因为他们同心与他一起辩明证实福音 如果前面世俗的说法是对的 那么他们这样辩明福音就是错误的了 请不要忘记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 所读到保罗对彼得说的话 彼得在与未受割礼之人 一同吃饭的事上认识不清 像彼得这样举足轻重的人 在这世的教导上却有了差错 使徒保罗如何做 难道他存经为基督的心顺服了彼得 说好吧 我算什么 怎能和彼得争论呢 他是与基督最亲密的三个门徒之一 基督在世上时我却从未见过他 那时我还是一个法利赛人 是咒骂亵渎基督的 我有什么资格站起来反对像彼得这样的人 我应该保持沉默 安静地听 用友善 合作的态度与他同工 不 正好相反 保罗说 我就当面抵挡他 他当众纠正彼得 因为彼得犯了错 并使基督教会的前途面临危险 你看 把一处经文放在他的上下文中 来思考是多么重要 而将其单独抽离出来看待又是何等危险 他可能导致对新约教训的否定 让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 是出自约翰二叔那里说得很清楚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着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意思是 若与他联合 就与他一样有罪 我们绝对不可顺服这样的人 存敬为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并不是说 你对错误的教训也一味容忍 妥协 当有人宣讲虚假的教义时 你也进不出声 不 这样做等于否定整本新约 不但如此 也等于否定了教会史上最荣耀的时期 教会史的高峰在哪里 一处是在亚他内修的时代 他独自站在那里 抵挡整个世界 反对他们有关基督的人性之论调 另一处是马丁路德 他独立于进行教会和15世纪来的传统对抗 当然 人们对他说 你算什么 你为何不以敬畏基督的心顺服下来 你没有读过吗 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然而他却仍然站在那里说 神啊 我做不了什么 求你帮助我 为什么 因为圣灵光照了他 路德是对的 教会是错的 神禁止我们这样曲解经文 这段话必须放在他的上下文中 保罗是写信给一群同意 接受着真理的人 他说 你们这些与真理相合的人 应该照正确的方法去行 不要武断 坚持己见 要耐心地听另一面的说法 让别人也有机会发言 表达他们的看法 不要吹毛求疵 不要因一句话就责备人 要有愿意聆听的心 要心存宽厚 维护真理 但总是在圣灵中如此行 要以谦卑 仁爱 宽容 盼望的心去做 不要四处攻击 态度恶劣 不要坚持己见 存敬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我想 这就是保罗说这一段话的含义 还有一个重点 存敬为基督的心 稍后我们会在家详细讨论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明白保罗说这句话的上下文 有一些基本的 重要的因素 是不容忽略或怀疑的 基督徒的信仰中 有一些是不容稍减的 我们必须坚持住 在这一方面不能屈服 如果必要 我们必须奋力迎战 甚至不惜一死 我们必须用正确的方式 在正确的灵力去这样做 但是 当我们碰到一些不太确定 没有把握的事情时 就必须记住使徒的这个劝勉 哥林多教会的人 大体说来 都同意这些基本的 重要的事实 对于基督徒信仰的基本原则 没有其见 使徒不需要再教他们这些原则 只需要提醒他们 他在哪些方面 必须指引他们 就是他们互相批评的事 他们谈到 有些人吃忌过偶像的食物 有些人则不吃等 诸如此类的事 他们对于救恩的方法 基督的神性 他的救赎等 都一解一致 他们必然同意这些教训 不然他们也不会形成一个教会 但是 即使大家都同意这些真理 人可能在其他的事上其纷争 就是在这里 我们需要存尽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如果你毫无主见 就不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坚持己见 就是一个诸烈的基督徒 神给我们能力 去区分这中间的差异 圣经并未告诉我们 不可有自己的见解 或轻视这些见解 相反的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看法 只是不可过于偏执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在我们的看法中章显出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些是圣灵的果子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不要夸口 不要夸大其词 不要动用暴力 乃要被圣灵充满 用爱心来持守 宣讲 教导真理 这样人际关系自然会甜美 充满了爱 神的名也必然在举世得到荣耀 五 基督得灵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一节 使徒保罗在这段有关基督徒生活的重要勉励中 并未停留在彼此顺服的阶段 他进一步谈到存尽为基督的心 这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 此处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如何 以及为什么要彼此顺服 换句话说 保罗这句话点明了我们彼此顺服的动机 我们可以分几方面来说 首先我们要观察 为什么我们要彼此顺服这样做的原因何在 乃是敬畏基督 这不是一个随便的嘱咐 也不是为了使句子完整而添加上去的 这不是保罗不加思索就随意写出来的话 好像我们有时不小心冒出来的话那样 有些人为了使别人知道他多属灵 常常故意在谈话中 点缀一些属灵的用语 譬如每句话说完 就加上一句感谢主 这不是保罗说出 存尽为基督的心这句话的用意 他不是随便的 轻忽地说出这话来 显然他这样说 是因为这是他的教训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可以轻易证明这一点 他在此处殿下一般的原则 我们所活出的生命应该有一个特色 就是彼此顺服 然后他从三方面来举例说明 丈夫与妻子 儿女与父母 仆人与主人的关系 有趣的是 在这三个例子中 他都重复了此处所提出的原则 他加上这一句敬畏基督 是非常谨慎的 首先我们从一般性的原则来看 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运用在实际生活上的第一项是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他又加上一句 如同顺服主 然后是第二方面的运用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所加上的和先前一样 他不是单单说 你们做儿女的 要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乃是说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然后是第三方面的运用 关系到仆人与主人 你们做仆人的 要惧怕战经 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要向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 好向服侍主 不向服侍人 因为晓得 个人所行的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 得主的赏赐 你们做主人的代仆人 也是一例 不要威和他们 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 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并不偏待人 这一整段经文显示 这是一个管理的原则 我们若不明白 管理这些事的主要原则 和我们为什么 必须这样做的原因 而去思考 妻子对丈夫的责任 或儿女对父母 仆人对主人的责任 就是白费功夫 那么存敬为基督的心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首先把它 放在概括的形式中 这是管理基督徒 整个生活的动机 基督徒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应该是存敬为基督的心做的 保罗在接下去的每一句话中 都重复强调这一点 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事 我们应存敬为基督的心 去做一切事 让我先从消极面来讨论 我们要彼此顺服 并不是因为这样做 本身是好的 不去做就不好 世界上有些人 确实是因为这原因 而去顺服别人 但这不是我们基督徒 所持的原因 是一个基督徒 与非信徒不同的记号 并不仅仅在于 他相信主耶稣基督 及他的救恩 以及他相信 耶稣代他赎罪的事实 除了这些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 就是基督徒的生命 完全被这位救主所管理 耶稣基督是主 基督徒相信他是救主 你不可能只相信他是救主 而不认他为主 你若相信他 他就成了你生命的主 基督徒做一些事 并不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 不去做就不对 使他与人有差别的地方 在于他做任何事 都是存着敬畏基督的心 因为基督是他的主 这使我们的一切思想 有了革命性的改变 让我用另一种 消极的形式说明 彼此顺服 有人说 我完全同意这个原则 关于你所说基督的宝血 暑假之类的事 我没有多大兴趣 但你说到彼此顺服的事 我可是举双手赞成 这是世界大同的依据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就可以消除所有的阶级 区分 差异 全世界的人都成为一家 彼此站在平等的地位上 你们要彼此顺服 但这不是使徒保罗的本意 我们不是因为所持的政治 或社会理念 而彼此顺服 有些人坚持这种教导 就是所谓的平等哲学 每一个人都被降到 同样的层面上 不管他们是谁 是怎样的人 全都站在一个水平面上 这根本不是保罗的意思 彼此顺服 为什么 不是因为这是你个人的政治 和社会理论 乃是因为你存进为基督的心 这是完全不同的动机 我并不是在此 一书自己的社会或政治观 我所要强调的是 基督徒这样做的动机 与非基督徒是迥然不同的 此外 我们若把基督的教训 与政治理论昏为一谈 或把它降到社会主义的层面 都是对福音的曲解 我不管政治理论 我所关心的是 基督徒的立场 存进为基督的心 虽然通过国会的立法 你可以使全民 具有平等的地位 但你无法借此 使他们成为基督徒 若缺乏保罗所提出的 这个原因 存进为基督的心 这一切法律根本没有任何属灵上的价值 或者用另一个消极的方式看 我们彼此顺服 并不是只限于某个圈子里的行动 或只局限在某些情况下才如此做 社会的礼仪 有时要求我们这样做 你退后一步 让别人先通过彼此顺服 但这不是保罗说这句话的含义 他不是说你要穿上某种社会要求的制服 或符合某一个阶层的礼节 给人一种千功顺服的印象 而你内心想的却完全相反 表面的顺服 其实正表明你的优越感 你以自己的地位和社交礼仪为傲 你看见一个人行比如移 很有风度地让别人先行 问题是他的内心如何 他为何这样做 他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吗 使徒心中根本未想到社会的习俗 因为这些常常是表面的 不切实际的 基督徒是受更深一层的动机所支配 那就是敬畏基督 他总是受着动机惯离 再用另一个消极的方式说 或许这个说法更使人惊讶 我们彼此顺服丈夫与妻子 儿女与父母 仆人与主人并不是为了守律法 甚至包括神的律法 这不是基督徒首要的动机 基督徒的动机应该总是存进为基督的心 有些他应该做的事 已经在律法上载明了 例如说到儿女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待应许的诫命 诫命上如此说 基督徒应该遵行诫命上所指示的 但是还有另外的原因 犹太人要遵行诫命 但基督徒是坐在主里面的 是存着敬畏基督的心而坐的 他不仅关心如何遵守律法 他有一个更高的动机 就是敬畏基督 这是标明基督徒的记号 基督徒不再从律法的角度看自己 他总是想到这层关系 不是没有律法 在基督面前 正在律法之下 他个人与主的关系 乃是存着敬畏基督的心 使徒保罗一再重复这一点 是为了加深我们的印象 只有当我们被这个动机管理时 我们才能做到这一切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总是会想到主耶稣基督 圣灵指向他 归荣耀给他 将一切引向他 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总是注视他 这是一个主要的动机 敬畏基督 因为他的思想以此为中心 所以他能做个样式 我将以上几点作以归纳 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差别在 基督徒总是知道他为什么做一件事 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我们已说过 基督徒不是糊涂人 乃是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的人 这记载在第十七节 标明了差异所在 非基督徒不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些事 他依循既有的形式 模仿别人 他观看别人怎么做 他就一样画葫芦 他不明白为什么 他也没什么真正的哲学 他只是去做的总是模仿 相反的 基督徒会思想 用理性 他有智慧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的理由总是存尽为基督的心 这一切如何成就呢 基督徒特有的理由和动机是什么 显然首先是他顺服别人 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清楚教导的 只要引用圣经里的几处经文 就足以表明 其中一处是马太福音第二十章 那里说明了这整个主题 从第二十节开始 那是西碧台儿子的母亲 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 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 你要什么呢 他说 愿你救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他们说 我们能 当当 马太继续记载下去 那十个门徒听见 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也想占高位 他们恼怒那二人 因为他们先开口要求 我们也是这样 对别人的缺点支支甚强 耶稣叫了他们来 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主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清楚的教导 基督徒对这件事应该毫无犹豫 这是主耶稣曾经说过的最明白的命令之一 另外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也有非比寻常的例证 那是主耶稣受死的前一页 我们读到 他既爱世界数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然后奇妙的是发生了 耶稣知道 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又要跪到神那里去 就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 拿一条毛巾属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述的毛巾擦干 门徒对他的行动大惑不解 彼得甚至出言反对 于是主不得不责备他 教训他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 对他们说 我像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你说得不错 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 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 你们既知道这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没有其他教训 比这个更清楚了 我们对此无需有任何争辩或怀疑 主耶稣借着洗门徒的脚 一次就把这个教训 完全放在我们面前了 他以为我们做了榜样 所以我们总是要将这画面 铭记在心 这是我们彼此顺服的原因 因为他教我们要彼此顺服 再听听他的话 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这是世人发现我们是基督徒的方法 确实 他也在离世前的大祭司祷告中提到这一点 他祈求神叫门徒合而为一 正如他与父合而为一 好叫世人知道他们是他的门徒 并且知道是父差了他来 所以我们要注意 这个命令的第一个原因是 主耶稣自己这样教训我们 他是荣耀之主 却存心谦卑 是的 他是主 但他却不像世上的君王 他属于另一个层面 我们此处必须除去世俗的观念 他是神的儿子 来到世上为了服侍我们 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家 我们如此行的第二个原因是 为了表现我们对他的感恩 我们若真相信他 那么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愿望 必然是要向他表明心中的感谢 我们是否真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 他从天上来到世间 是为了拯救我们 不是借着他完全的生命 乃是借着死在十字架上 担当我们的罪和刑法 好使我们得着他的生命 盲赦免 重新与神和好 我们若真相信 那么我们最高的愿望 必然是讨他喜悦 向他表达我们的感谢 他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 他向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呢 他只要我们遵行他的命令 好使他的名在万民中得荣耀 我们再一次在他的大祭司祈祷中看见这一点 他对父说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然后他又说 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我们心中应该常常存着这思想 教主耶稣基督因我们得荣耀 这不是理论 也不是我们喜欢就去做 不喜欢就不做的事 他已清楚提出来了 外面的人 是凭他们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 来判断耶稣基督 如果他们看我们的言行举止 与世界如出一辙 每个人都想争权夺利 高抬自己 他们就会说 这是世界的样子啊 世界就是这样 世上没有和谐 总是有冲突 这世界充满了自私自利 只顾自己的人 所以世人若在我们身上 看到同样的表现 他们怎么可能相信 并敬拜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不只是宣称他为我们死 他也宣告他赐给了我们新生命 更新我们 再造我们 使我们全然改观 将他的灵充满我们 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所以基督徒应该常常记住这一点 他不是问 我想做什么 我喜欢做什么 什么才能使我欢喜 他在对基督得爱和感谢中 已失去了自己 他最迫切的心愿 是显明他的感激 他对主的名 有一股说不出的热忱 他渴望别人也相信主 他知道要是人相信基督 最基本的方法是活出使徒在这里所列的生活 你若行不出来 就不可能说服别人相信你所说的 如果我的生活与我讲得到背道而驰 我的讲道就一无功效 人们在观察我们 看我们如何生活 所以保罗说 乃要存敬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这应该是管理我们动机的原则 让我做更深一层的解释 我们的心愿是讨他喜悦 向他表明我们的爱 但是保罗用的是敬畏一词 存敬为基督的心 这个意思是怕他失望 怕他伤心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基督说 看啊 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我们是属他的 是他的名 他的名印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他的代表 是他买赎回来的 我们与他之间是一种爱的关系 所以基督徒乃是被这一类思想管理着 他的名声是在我们手中 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他说 我是世上的光 但是他也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世界看不见他 但却看得见我们 我们是光 是世人仅见的光 基督徒必须在这样的认识中 生活 行走 做事 我们是否叫他失望 这是出于爱的顾虑 这种担心 进入了爱的领域 它比律法更高 这是畏惧去伤害一个你所爱 对你有信心 信任你 爱你 为你摆上许多的人 怕叫他失望 这是爱的奇妙之处 因此 爱是世上最大的力量 最强有力的动机 一个人能够因为爱而做出 他本来做不到的事 世上最可悲的事 岂不是叫纳爱我们 为我们舍己的一味伤心 做父母的 有时会对儿女存这种感觉 做儿女的 对父母也一样 这是基督徒生活的方式 我要强调的是 基督徒生活 并不是穿上一件制服 或纯粹把它建立在政治 社会理论上 使他的爱 他与我们的关系 以及我们对他的敬畏 使我们不敢也不愿意 叫他伤心 或使他失望 我要再进一步说 这种敬畏 应该管理着我们的 所言所行 管理我们的生活 侍奉 新月仪再强调这一点 我不知道 究竟我们受这种敬畏之心 影响多少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 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 银 宝石 草木 河街 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 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活发简 这活要试验 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 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 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 另一种形式的敬畏 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我们从这段经文 写取教训之前 不妨先来看一些例子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之末了说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凡教理争胜的 诸事都有节制 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 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所以我奔跑 不像无定向的 我斗拳 不像打空气的 我是功可己身 叫身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然后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至十一节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收报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 所以劝人 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 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 也是显明的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 所以劝人 存敬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主乃是可谓的 继续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 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为神 得以成圣 另外 在加拉太书第六章 从第一节开始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你们个人的重担 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人若无有 自己还以为有 就是自欺了 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 他所跨的就专在自己 不在别人了 因为个人 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然后是腓立笔书第二章第十二 十三节那段重要的经文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这是我们必须去完成的 所以我们要存尽 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 也说到同样的事 然而神兼顾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着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 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一处例子 是在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第二十八二十九节 所以我们既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 当然 以上所提的多处经文 与我们的称议并没有关系 与我们的接受救恩 也没有关系 这是另一回事 所涉及的是 我们担心是否能得赏赐 第一处的例子说 保罗提出 每一个人所建的工程 都要受实验 如果他用草木 和结在根基上建造 就必被烧毁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这是极大的奥秘 我不打算假装 自己明白这奥秘 没有人能真正明白 但这教训似乎是清楚的 可以应用到其他一切经文上 这些经文中没有一处提到人的救恩 但他们确实提到人将受的将上 一个人可能得救 虽然他的得救 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他可能进入永恒时 身上一无所有 因为他没有做一件有价值的事 他所有的都过去了 都被审判的火烧尽了 他自己得了救 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其他几处经文也说的一样 这不是说 一个人会从救恩中跌落 他的意思是 一个得救的人应该知道主的可谓 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收报 所以使徒说 当存尽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基督徒啊 我们将站在审判台前 望着他的眼睛 与他面对面 你能想象在那一刻 你心中的感觉吗 哦 是的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所洒的宝血 我利用了你的恩典 然而 我却照己意而行 我没有遵行你的命令 没有依照你告诉我的去做 没有存尽为神的心 去完成成圣的功夫 我没有顺服别人 我仍然刚愎自负 我还是一个天然的人 你能想象 注视他的双眼时 是什么情景吗 我可以提供一点概念 福音书告诉我们 主耶稣警告彼得 他将在计较之前 三次不认他 但彼得却抗议这种预测 后来时候到了 主耶稣被捉拿 送到大祭司院受审 有一个使女向彼得提出挑战 彼得为了自保 诺切地否认了他的主 你还记得后面的记载吗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 他就出去痛哭 主耶稣对他一眼未发 只是看了他一眼 他用失望 悲伤的眼神看彼得 因为彼得不认他 他并未给他谴责的眼色 彼得受不了 他情愿主耶稣 出口责备他 情愿被鞭打 或下到尖里 是主的眼神使他崩溃 几乎杀了他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 这上面加添了审判的因素 知道主是可谓的 存尽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妻子与丈夫 儿女与父母 仆人与主人 不必争论 主耶稣已经显明他的心意 给我们立下榜样 我们没有别的借口 所以我们要存尽 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这是唯一的动机 而且是一个充分的动机 感谢神 他又给我们 劝勉和鼓励 那是什么 就是他自己的榜样 保罗在《以福所书》 第五章一开头 已经指出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芒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平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新乡的供物和祭物 献于神 然后是腓利比书第二章 那段极荣耀的话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负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彼此顺服 很难做到吗 控制自己 收敛自己的光芒 是一件难事吗 如果你觉得很难 这里是提供给你的答案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这不能使你顺服 就没有别的事 能叫你顺服了 存尽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教宗行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受害不说恐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通那 暗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存尽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 不是因为 这是我们当今的责任 不是因为别人也这么做 不是因为我们得救之后 一定得穿上这套制服 事实上只有一个原因 敬畏基督 感谢神 这一个原因就足够了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第二步 婚姻 一 基本原则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二至三十三节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 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导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周文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兮 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的教会说的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 乃是使徒保罗 在第21节所定下的那个原则 当存经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之实际运用 他一贯的做法是 先提出一般性的原则 然后提到特定用法 毫无疑问的 这正是使徒在这里的做法 我们可以用三种方式 予以证明 首先 亲定义本中所用的顺服一词 也建筑于别的一本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实际上 最初并没有顺服一词 只不过是 你们做妻子的 对自己的丈夫 如同对主一样 我们如何解释 省略了这一词之后的意义呢 他是只使徒直接把 第二十一节里的顺服 带到二十二节里 所以 第二十二节 不再重复顺服一词 这个事实证明 第二十二节是 第二十一节的延续 他还是在讨论 同一个主题 就是顺服的一般原则 他知道 读者对他前面 讲的记忆犹新 因此他说 你们做妻子的 对自己的丈夫 所以 原文中省略顺服一词 本身证明了 保罗先提出原则 然后加以运用的 一贯作风 第二个证据是 他先提到妻子 再提到丈夫 这并非偶然 也不是出于纯粹的礼貌 或女士优先的原则 圣经从未这样做 稍后我们也会看到 圣经通常是 先提到丈夫的 事实上 今日社会风俗 依然如此 我们不说陈太太夫妇 乃是说陈先生夫妇 因此 使徒论到夫妻关系时 首先提到做妻子的 必然有充分的原因 原因是 他特别关心顺服的问题 这是他在第21节 列出的原则 保罗指出 在婚姻关系里 顺服的问题是 特别针对妻子的 至于丈夫 也有适用的原则 稍后他会论及 因为他的论述 是周全而平衡的 但是他首要关系的是 顺服问题 所以他无可避免地 把妻子放在最前面的来讨论 这是第二处证明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段经文 乃是在运用第21节 所提出的一般性原则 第三个证据是 他使用自己的丈夫 这种表达法 请注意这里所强调的重点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顺自己的丈夫 第21节里 他提出所有基督徒 对待别人的基本原则 彼此顺服 他的论点是 如果你对一般人如此 更何况对待你自己的丈夫呢 我不但奇想地强调这一点 因为我们若不清楚知道 第21节实际上是一个管理的原则 就无法正确了解保罗这个教训的细节 弄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就可继续下去 在我们来到这个重要的主题 今日这题目尤其重要之前 让我们先概略地来看保罗的这句陈述 先观察他的方法 我这样做有许多原因 他在这里用的方法 也建筑于儿女与父母仆人与主人的例子 请注意每一个例子中的次序 儿女先于父母 为什么 因为他关心的是顺服 儿女不应该在父母之前 但此处他先提到儿女 因为这涉及顺服的问题 仆人在主人之前 也是基于同样理由 当我们研读这一类的经文时 会发现保罗采取他一贯的方法 我们若在一处经文上 能把握他的方法 就能找到明白他其他作品的关键 不但如此 我们若研究保罗对付一个问题的方法 我们若真正发现了他的方法 那么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时 所需要做的就只是运用这方法 这样必然能找到答案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研究使徒的方法 然后再来看特别提到的主题 这一段经文中有几件事特别突出 足以说明使徒的方法 首先是 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事实 并不能使我们所做的一切 和想的一切都自动地合乎正道 有些人似乎存着这种观念 根据他们的说法 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 每一件事都变得绝对清楚 长彻 往往一些传道人该对此说法负责 由于他们基于获得结果 就做出惊人之语 结果给其他的牧师和教师 留下无穷祸患 他们与人错误的印象 以为得救就是进入某种魔术领域 整个生活全然改观 没有一件事与从前一样 生活一无问题 难处全部会迎刃而解 你只需要觉知 接下去的故事就是 从此以后 他们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再也没有任何问题和困难 当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 新约中就不会有任何一卷使徒书信存在了 我们称为基督徒 与神有了正确的关系 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 如今我们的所信 所行 所思都自动变得正确了 我们所研读的这段经文 本身就证明 在许多事情上 我们需要领受特别的教导 第二个原则是 除了前面所说 基督徒不是自动的在每一件事上 都行得正确 我们更可以说 一个人成了基督徒以后 他还得面对 从前未遭遇过的新问题 如今 他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同了 以前他从不认真思考 现在他不得不思想 一旦他开始思想 他就很自然的 会面临新的问题 早代教会即是如此 拿一个做妻子的为例 一对夫妇原先不信主 他们在一起生活 已经好多年了 如今妻子相信了主 成为基督徒 他立刻会面临时探教 他说 现在我得自由了 我有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和悟性 福音告诉我 不分化外人 膝骨蹄人 为奴的 自主的 所以我不再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 我有了一些 我丈夫所没有的知识 这个做妻子的面对一个危险 就是他误解了新的生命 以至危及到他的婚姻关系 在儿女与父母 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上 亦是如此 很多时候 儿女信了主 他们的父母尚未相信 他们有了父母所未有的知识 如果他们曲解了新的情况 就可能受魔鬼误导 以至滥用所得的知识 结果他们可能因此破坏了神要他们孝敬父母的命令 基督徒一旦有了新的光照 几乎无可避免的也会面对新的问题 从这段经文中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印象 人在更新时所做的巨大改变 很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仔细思想 去弄清楚 新生命中真正正确的光景 以及如何将新的教训运用在新的情况里 第三个原则是 基督徒信仰所触及的是 我们的整个生活 我们生活中 没有任何一部分是与他无关 不受他管理的 我们的基督徒生命 不可能分成几个零碎的部分 可是常常我们的情形 却正是如此 那些早代基督徒面临一个危险 他们或是丈夫 或妻子 或是父母 或儿女 或是主人 或仆人 相信了基督 成为基督徒之后 就对自己说 当然 我的信仰 只是与我的宗教生活有关 至于我的婚姻 工作 与父母的关系等等 则与他毫无关系 根据保罗的教训 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没有什么比一个支离破碎的生活 更错误的 星期天 早上我对自己说 哦 今天我是一个虔诚人 于是我拿起装圣经的袋子出门 星期一早上我对自己说 今天我是一个商人 或其他的行业 然后我拿起另一个袋子出门 这样 我的生活被分成许多零碎的部分 好像星期一早上 我很难告诉自己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只有主日去教会敬拜食材 表现出这身份来 这种观念完全错误 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 基督徒的信仰 应该管理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 以上提的几点都非常重要 值得细加推敲 有些人说在这一点上 我大致同意现今教会的光景 有一部分是照应于我们的前辈 基督徒未能明白 基督徒的信仰 应该管理人整个生命 而不只是一部分而已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非常虔诚 有些人早晨在工作开始之前祷告 但是做完了祷告 投入例行生活中之后 他们就变得固执 贪婪 刻薄 不公平 律法主义 毫无疑问的 他们是许多人因此对基督教起反感 因为他们将生活二分化 为明白基督徒的生活是完整的 不能分开的 我的基督徒信仰 必须进入我的婚姻生活 与父母的关系 我的工作 我的身份 我们的每一件事中 然后是第四个原则 从教义和神学的立场看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基督有关生活层面的教导 绝对不会与圣经的基本教导相抵触 我的意思是 新约和旧约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现今世代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 因为很多人对旧约存着一种态度 他们说 我们对旧约没有兴趣 我们是新约时代的人了 有些人愚昧到一个地步 甚至宣称他们不相信旧约的神 他们说 我们只相信神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父 有些所谓的传道人 甚至在讲台上宣称 他们不相信西乃山的神 不相信石解和摩西律法的神 这种论调居然也获得不少掌声 他们弃绝旧约的教训说 我们应该只受新约的教训引导 有些人的说法更过火 我们不该受新约的侠管 因为现今我们知道的更多了 这种倾向抹杀了圣经的整体性 我的回答是 新约的教训 特别是基督的教训 绝对不会与圣经有关人类关系 和日常生活的基本教训相抵触 我是指向婚姻这一类的主题 使徒保罗的论述一部分 是建立在旧约 特别是创世纪上的 关于家庭的是如此 关于一切生活上的基本次序之教训 亦如此 新约实际上所做的是在补充旧约 将旧约向我们展开 扩展我们的视野 使我们看到最初那些命令后面的精神 但新约从未与它有任何对立之处 这是一项最重要的原则 我所以强调 是因为作为一个牧师 我常常必须面临它 有些新信主的人会持有一种观点 认为旧约的基本原则已失去失效了 他们只需把握新约的教训即可 但请留意 使保罗如何在这些例子中 一再引用旧约 以显明最初从神来的教训是什么 不论教新的教训能补充多少 我们都必须总是遵守最初的教训 再进到第五个原则 新约总是替它的教训提供理由 总是为我们提出论证 这是我最因以为喜乐的 新约不是单单把一大对规则 律法扔给我们 然后说 好吧 去遵行 不 新约总是提出解释 向我们说明 给我们原因 那些只是强调要人守法规 条文的教导是不合乎新约的 好像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待 哎 所谓的基督教真是形形色色 有些人把它当作一种制服穿在身上 把所有基督徒当作锅里的一堆豆子 全都大同小异 他们只是在不断演练同样的招式 不 我们应该总是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应该总是明白其原因 我们应该弄得明明白白 并且甘心乐意地去做 这样就不会有矛盾 也不会白费力气 或者认为自己只是不得不做 巴不得能补的老远 这不是基督徒的信仰 一个基督徒是在生活中蛮有喜乐的 他喜爱自己生活的方式 他看得很清楚 他不想要其他的方式 结果他的心肠是满足的 所以一个非基督徒 没有办法知道做人的意义 世界上没有一种教训 像神话语这样 给予我们极尊贵的地位 圣经并未将我们当小孩子看待 用规章条文来控制我们 它提供原因 让我们明白 这是真正神圣的教训 不是你可以整批接受的 也不是你在某种被动或下意识状态里领受的 圣经总是替一个教训提供理由 设下原则之后予以运用 正如保罗在这里所做的 这是新约成圣的方法 我们为此感谢神 此处我观察到的第六个原则 是最荣耀的一个圣经何等奇妙 我觉得最惊人之处是 你注视这教训 首先你会想 这当然是有关婚姻 丈夫与妻子的教训 可是你慢慢会发现 其中隐藏的珍宝 你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 会不断有新的发现 你读这一段经文时 是否留意教训和实际运用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因为两者相辅相成 互相解释 我个人认为 我们正研读的这段经文 是圣经最惊人的一段 我不是说最伟大 而是说最令人惊奇 此刻我们查考的是 以福所书第五章 并且已接近这一章的结尾 这一部分的以福所书说些什么 大家都可以一口同声地说 我们来到了这一卷书信中实用的部分 教义的部分自然是在第一 二、三章 至于第四章也有一小部分 但此处我们已进入实用的领域 讨论的都是一些实际的 平常的关系和最常见的事物 使徒保罗从未如此实际过 妻子与丈夫 儿女与父母 仆人与主人 在他的书信中 是属纯粹实用的部分 你读这段经文 或者在婚礼中听 别人读诵时 会不会心中夫妻无限压抑 因为你发现 使徒保罗在讨论这些最实际的事实 突然开始将这一项最崇高的教义介绍给我们 他告诉作丈夫和妻子的 当如何彼此相待的同时 又引出了有关教会的本质 以及教会与基督的关系之教义 在这段经文里 使徒介绍了有关教会本质 以及教会与基督的关系之最才崇高教义 我们绝对不可予以忽视 你读这卷书信时 要预备随时碰到惊人之处 不要对自己说 我不必注意这些 当然 这只是一些实际 简单 直接的教训 当你最不留意的时候 他就开了一扇门 你发现所面对的 是一个前所未曾碰过的 最尊贵 最荣耀之教训 于是我不得不提出 一个实际的建议 要提防对圣经做肤浅的分析 有一类人喜欢这么说 第一章是这样 第二章是那样 划分得清楚利落 你若用这种方法 对待以福所书第五章 就会陷入困惑中 发现你的计划行不通 保罗在这里 论到最实际的是 突然之间 他比风一转 开始介绍教会的本质 以及教会与基督的关系 我们必须铭记于心的是 教义和实用的部分密切相关 两者不可截然划分 所以任何人若说 我只对实用的部分有兴趣 就等于否定了基督徒信息的真意 我们目前研讨的这段经文 极精确地表达了这真意 举出了上述六点之后 我要提出第七点 在以上六个原则的亮光下 当你遭遇到任何问题 不要直接去对付它 不要一开始就从问题本身着手 这是我们一贯的倾向 许多时候 我在团体讨论和会议中 可见到这种现象 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了 可能是某人日常生活上的问题 于是我把它带到会议中 人们很容易立刻跳起来 直接针对那问题发言 表达自己的意见 从这一点看 他们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因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使徒保罗没有直接去解决 丈夫与妻子的问题 他的方法是 你必须间接地来对付他 也就是我们所谓迂回渐进策略 我遭遇一个特殊的问题时 不可立刻将心思 直接倾注于问题本身 我必须先问 圣经有没有什么原则或教训 可以用来管理这一类的问题 换句话说 你开始对付眼前的这些个人问题 你说 它是在什么样的家庭中长大的 你甚至可以更扩大范围说 它是从哪一种文化下成长的 先把握了大环境 对它所属的团体 阶层有了认识 然后将圣经的原则 运用在那一个特例上 这是使徒此处所做的 他先从一般性的原则轮起 然后才论到特殊的例子 我常常喜欢用以下这个例子 任何懂化学的人 若被要求去鉴定一个元素 他一定立刻知道 我所说的这种方法 他如何着手 首先 他做一般性的测试 从大的组群开始 然后他排出某些组 最后集中在一组上 接下去 他把这一组分成几个小组 小组再分成最小的组 一步一步分下去 最后找出那一个元素来 这是使徒保罗所用的方法 也是迂回渐进策略的发挥 由一般性导向特殊案例 绝对不要立刻跳到问题中心 也不要办在里面 先学会把握大的原则和教训 我要提出的最后一点也很实际 是从前面几点得出的结论 请注意使徒保罗只是讨论时所秉持的精神 此处他是在讨论妻子与丈夫 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但请注意他所用的方法和他的精神 这个主题常常成为世人谈笑的对象 是吗 人们总是可以说出这一类的笑话来 一个说相声或讲笑话的职业校匠 如果觉得笑话来源枯竭时 很自然会想到从婚姻关系上找灵感 我不需要特别指出 你们就可以知道这不是保罗用的方法 你不能用这种态度处理任何基督徒的问题 此外 他也不用滑稽 嬉笑 轻率的态度处理婚姻的问题 此处我们找不到一点哗众屈宠的意味 没有任何自以为是刚鼻自负 坚持己见的表现 也没有任何急欲证明自己对 别人错的焦虑 这些是我们处理问题常有的态度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麻烦 试图保罗为避免这些 把它提升起来 放在其他上下文中 因此得以避免这些弊病 从积极的角度看 他的方法是 先在第二十一节设下原则 存尽为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然后他再重复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在你决定偏向任何一方之前 这样偏袒是不公平的 注定要失败 为了避免偏心 他立刻将双方引向 如同顺服主的目标 基督徒所讨论的每一个主题 都应该在这种方式下进行 一个基督徒若在讨论中 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 他就不该发言 一旦你的脾气失去控制 不论你的论点如何 你都已经失败了 要在主理 存尽为基督的心 保罗谈论的是顺服 他强调的是 在我们根据双方的事实 考虑之前 两个人都必须先向主顺服 存尽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如果双方都这样做 他们就可以用膝盖解决问题 结果必须改观 膝盖可以造成多大的不同 纵观今日夫妻之间的问题 真是形形色色 千奇百怪 使徒保罗说 我们必须用顺服基督的心 去面对这一切纷争 敌意 偏执 我们总是要存着一个 讨他喜悦的心 随时预备好 让基督和他的话语教导 引领我们 前面已讨论了七项原则 不单单可用来管理夫妻的问题 并且可运用在基督徒生活里的 每一个难题中 提出了这些原则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 这一件特殊的事 我前面所说的 是为了说明 保罗对基督徒婚姻的观点及教训 再一次 我们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 在我们进入细节之前 不妨先看一看 他对这件事概括的说法 首先他告诉我们 基督徒的婚姻观是很特殊的 与其他的观点大不相同 你只能在圣经中找到 基督徒如何看待婚姻 圣经如何教导 让我们再从消极的一处开始 基督徒的婚姻观 与大多数人的婚姻观是不同的 你可曾想过这一点 如果我此刻 要求你写下来基督徒的婚姻观 你能写得出来吗 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没有一个清楚 明白界定的观点就实在该惭愧 我们是否发现到 基督徒观点的特殊之处 是否认识到 他与一般人的观点大一起去 一般的观点是什么 虽然说出来不大雅观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 一般人的婚姻观 纯粹是肉体的 它基本上建立在肉体的吸引力 性的满足上 这些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往往婚姻除去的肉体 似乎就只剩下空壳子 难怪离婚的比例节节上升 人们根本未正视婚姻 他们完全受本能和欲望的控制 这纯粹属于禽兽的层次 他们对婚姻本身从未认真思想过 只不过是婚姻为法律程序 可以使他们急切想做的事合法化而已 还有第二种观点 比前面一项层次略高 它比较有理智 因为它是婚姻为人类的一种安排或计划 他们说这是人类学家说的 毫无疑问的 古代某一个时期 人类与禽兽是大同小异的 他们彼此杂交 举止与动物无异 后来文明日益发展 人们开始明白 某些安排是必要的 否则必然引起混乱 放纵和无穷祸患 于是经过长时期的挣扎 发展 实验 试行 错误 人类的智慧终于导出了一个结论 一夫一妻制是正确的 有异于人的 一个男人应该只与一个女人结婚 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这种说法出自人类学 这是人类长久以来的发展 正如人们通过交通法规来控制车辆 停车 交通 他们也发现解决男人和女人之间问题的方法 这是人类自己的计划 今天大多数人都持这种观点 可悲的是 有时我在基督徒当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观点 这种观点的另一个特色是 整个婚姻本身就预期会有麻烦产生 这是一交世界的观点 做丈夫的企图 挟制他们的妻子 奴役他们 做妻子的 则以欺骗相回应 家中的整个气氛 是嫉妒 懊恼 纷争 冲突 人们不但不彼此顺服 反而各赢己司 夫妻之间没有真正的同伴关系 他们只是为了共同的目的 而不得不一起做某些事 实际上 心中却互相存着苦毒 恼恨和敌意 看看一般人对婚姻的观点 你可以在漫画 法庭的报道 常听到的笑话中捕捉到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因为人们对婚姻真正的意义 没有正确的认识 今天这个问题愈演愈烈 是因为争取男女平等的女权运动 正方形为爱 引起许多婚姻问题 也使得我们正讨论的这个主题 在现今格外紧急 所谓的女权运动 宣称男女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 两性之间没有任何分别或差异 应该完全平等 虽然从某一方面说 基督徒必须同意这种论调的一部分 但是另一方面 她有的观点是与圣经的观点相对立的 毫无疑问的 她引起的困扰 麻烦 伤害不止先于婚姻 也扩及到基本的家庭生活 结果是 纪律荡然无存 社会漫无次序 孩子们被剥夺了该有的权利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父母彼此之间没有正确的关系 孩子们看到本应和谐的家庭 却充满竞争 冲突 不禁感到困惑 这种现代的女权运动 混淆了这件事 不幸的是 她似乎已经 潜入了许多自称福音派的人当中 而这些人一方面 却仍宣称 他们相信 圣经是神部改变的话语 是我们唯一的权柄 此处我们立刻看出 这不是基督徒看待婚姻的方法 基督徒的婚姻观 完全受圣经教训 包括旧约与新约的管理 使徒保罗的论述 不但建立在基督的话语上 也同时根据旧约的教训 所以 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不能说 我认为婚姻是这样这样的 他应该说 圣经对于婚姻说了什么 一开始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 他顺服于这本圣书的教训 他不是说 当然 现今的时代已经进步多了 保罗那时代的人 还把女人当奴隶看待 他对于赎罪的事 固然说得不错 但是论及妇女的主题 就不是用于现代了 你这么说 就是不相信圣经 你就无权声称 圣经是神部改变的话语 不 基督徒应该说 若离开圣经所教导的 我就一无所知 因此他顺服旧约 以如他顺服新约 他的一生都被这原则管理 不论是思想或行为上都如此 第二 我们发现 婚姻不是人的计划或安排 乃是神的命定 是神所设立的 神在他无限的恩典和慈爱中 已经为男人和女人指定 预备建立了婚姻 这是神的事 不是出于人的 人类学家的教训 是建立在猜测和想象上 不是建立在事实上 圣经有关这事的教训才是真理 婚姻是神所计划 命定的 第三 这种关系所涉及的条件 已经清楚明白的向人说明了 稍后我们还会论及这一点 第四 我们必须明白 有关主耶稣基督和教会的教训 才能完全明白婚姻 你会注意到 这是最中心的部分 整段经文中 保罗不断提到基督和教会 换句话说 我们若不明白 有关耶稣基督和教会的教训 以及教会与他的关系 就不能明白婚姻 因为只有在那种亮光下 我们才能明白 有关婚姻的教训 因此 我得到两个结论 只有基督徒能真正明白 并珍惜婚姻 那是成为基督徒以后 所得到的奇妙结果之一 基督教的信仰 不单单对付你的灵魂 你最后的救恩 你上天堂 活下地狱的命运 并且与你现今 活在世上的生活 息息相关 我从做牧师的经验中可以说 没有什么比看到基督徒因着 他们的信仰 而在夫妻关系上有重大改变 更叫人兴奋的 有些夫妻原本互相仇恨 埋怨 甚至考虑分手 一旦两人成了基督徒 他们才第一次发现对方的可贵 他们也是生平第一次发现 真正的婚姻是什么 虽然他们可能已经结婚多年了 容许我这么说 在以上这些教训的亮光下 居然还有许多婚姻能够持续下去 也够惊奇的 没有任何非基督徒 能够对婚姻有正确的观念 但是基督徒却不难明白婚姻的真意 不应该有什么争辩之处 你若相信圣经对此的教训 这种婚姻观是不可避免的 不但不可避免 并且你会高兴 它是不可避免的 它是如此奇妙 如此荣耀 如此崇高 这中间没有困难 没有讨价还价 没有争论 你顺服基督 另一方也如此 你们不仅彼此顺服 并且顺服教会中其他的肢体 以及你所属的团体 你被一种更高的忠诚所管理 就是忠于那一位 不顾惜自己的权利和益处 只一心考虑你的需要之主 他自己卑微 娶了奴仆的样式 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你仰望他 看见他来 不仅是为拯救你 免于地狱之火 并且要赐你生命 使你活得更丰盛 又赐你悟性 能明白他一切的荣耀 叫你重新看待婚姻 用新的视野 观看万事万物 你不但顺服圣经的教训 并且以他为乐 因他而赞美神 这是我们对以福所书第五章 有关基督徒婚姻的教训 所做的概括性引言 接下去几章 我们将讨论细节的部分 二 创造的次序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 我们现在要讨论 以福所书这一段经文中 有关婚姻的教训 事实上 这也是新约 以及整本圣经的教训 我们已经概括地看过了它 我们这样做的原因 是因为是保罗将此教训 呈现给我们的方式 我们必须记住这方法 在讨论这类事情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的态度 在教会的领域里 做任何事都应该与教会外有所区别 社会上常常辩论婚姻的题目 他们采取一般的辩论方式 有正方与反方 但这不是教会处理这问题的方法 此处我们面对的是神话语的权柄 我们不是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乃是要明白神话语的教训 我们一起这样做不是一族与另一族争辩 互相攻击或为自己辩护 我们乃是一起来发现圣经的教训 我们已经看见 圣经为我们垫下了清楚的原则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 是圣经有关教会本质 最富含义的教训 既然讨论过了一般的原则 如今我们可以接下去讨论实用的部分 请注意 首先保罗是给做妻子的劝勉 我们前面说过 他将妻子放在丈夫前面 只有一个原因 为了讨论顺服的问题 原则建筑于第21节 存经为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他说 在顺服的事上 首先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住 我们必须思考的是 妻子对丈夫的顺服 使徒不仅提醒他们 他也坦白 清楚地告诉他们 这是他们的责任 正如我们都有责任彼此顺服 他说 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显然因为他们是他们的丈夫 而这教训涉及到整个婚姻的问题 保罗说 此处所强调的重点是顺服 首先保罗提出顺服的动机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住 我们必须弄清楚 如同顺服住这句话的含义 因为他常常被人曲解 他不是说 你们做妻子的 要用顺服住一模一样的方式 去顺服你们的丈夫 不 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太过分了 每一个妻子的顺服 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 不论男女 对主耶稣基督的顺服 都是绝对的 使徒并没有那样 论到妻子与丈夫的关系 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但保罗没有叫妻子 做丈夫的奴仆 我们与主的关系 是完全绝对的顺服 他并未要求妻子 做到这一点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指 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因为这是你们对主的责任 表达了你们对主的顺服 或者说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做 就是你们对主的顺服之一部分 换句话说 你不是单单为丈夫这样做 你主要是为了主而做 这不过是重复第21节 所提到的一点 存尽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归根究底说来 你这样做不是为了丈夫的缘故 最终的理由和动机不在此 你的顺服是针对主的 你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做 你这样做 是因为你知道 他勉励你如此做 因为这样能讨他的喜悦 这是基督徒行为的一部分 是做门徒的一部分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时 也使用到同样的论证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我们做每一件事 都是为了他的缘故 为讨他喜悦而做 因为我们知道 是他要我们做的 一开始 保罗就把这件事 从争论的领域提升出来 好叫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接近他 他说 你若急切想 讨主耶稣基督的喜悦 遵行他的吩咐和他的旨意 就当顺服你的丈夫 这行动 没有其他强制性的动机 每一个做妻子的 你若是基督徒 你最关心的是 讨主耶稣基督的喜悦 那么你会发现 这段经文所嘱咐的 并不难做到 你甚至会以这样作为极大的喜乐 更进一步说 信经是显明我们信仰的真意最佳之机会 因为这个世界 在婚姻关系和其他事上越来越混乱 我们有一个极荣耀的机会 向人显示 基督徒与众不同之处 所以使徒保罗说 你们这些基督徒中做妻子的 这是你们的大好良机 你可以显示 你不再是异教徒 不再是没有信仰 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你不再像世人那样生活 那样坚持他们的权力 那样自高自大 以至于陷于混乱 他们注视你的时候 会发现不同之处 他们不禁问 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举止如此 这后面的原因何在 你的答案绝对不会是 啊 我生来就如此 而是我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主耶稣的旨意 这样你立刻就得到了一个传讲福音的大好机会 所以使徒如此劝勉他们 从这整章和前面几章中我们一看到 他整个勉励的重点在 基督徒应该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显明他的不同 做妻子的可以借着顺服丈夫 显明基督徒生命的特色 这是最大的动机 除非我们被这个动机所催促 激动 其他一切的呼吁都无法说动我们 我们若不先顺服主耶稣基督 关心他的名和他的荣耀胜于一切 我们就会对一切其他的论证无动于衷 使徒把这个动机列在最优先 我们也必须如此 保罗提出这一点之后 接下去他又给了我们一些特别的额外的理由 此处我们再一次留意到圣经的丰富和荣耀 他说 做妻子的应该顺服丈夫 还有两个次要的理由 第一个 我们可以称之为创造的次序 第二个是属于教会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这范围 两个理由都简注于第二十三节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这是头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助 先看第一个理由 妻子顺服丈夫乃是创造次序的一部分 是神命定的 吩咐的 是出于神的旨意 是神对于夫妻关系所列出的次序 这个教训出现在圣经许多地方 你首先在创世纪第二章可找到 请留意新约所提到的有关经文 都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那段话 所以我说 这嘱咐是属于创造次序的范畴 你从基督徒立场来思考婚姻问题之前 必须回到最初的记载 因为新约将你引回其初 他会把你送回到创世纪 回到整个创造的主题上 他也引导我们回到堕落的问题 这方面的事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 最关键之处在第十六节 神告诉夏娃 她应听从撒旦的话 须服于撒旦的试探 吃了禁果之后所带来的后果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你必恋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这是对第二章的补充 我们不可不留意 为了归纳圣经有关婚姻 家庭的教训 我们可以从放在面前的许多经文中 摘取一些原则 请记住 我们主要在讨论婚姻的问题 而不是妇女地位或诸如此类的问题 当然 我们论到妇女的一般问题 如妇女就业这一类的事实 也应该从圣经写取原则 但此处 我们主要是讨论婚姻的问题 这是此处使徒保罗所做的 他在相做妻子的说话 他不是对未婚妇女讲论 首先 请注意他教训的重点是 放在男人是先被造的 而不是女人 男人很自然是在前的 圣经同时也强调一个事实 女人是从男人而出 是应该帮助男人的 没有一种动物 堪担当此人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 和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女人是男人所遇见的帮助 由于原先男人的需要 无法在牲畜野兽中得到满足 所以神创造了女人 这是基本的教训 请注意使徒们非常强调这一点 男人是最先被造的 此外 男人也负责管理受造之物 神将治理动物的权柄赋予男人 又叫他替他们取名字 这表示神把男人放在领导的地位 将主权 权柄和力量给予他们 男人要做决定 并且负责治理 这是基本的教导 使徒彼得用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 导出这思想 他告诉做丈夫的要敬重他们的妻子 因为他是软弱的器皿 他所谓软弱的器皿是指什么 显然他是重复创世纪的思想 事实上这种思想遍布圣经各处 他主要强调男人的主权和领导地位 从生理上言 男人自然比女人强壮 他最初被造实就是如此 我可以再进到更细节的部分 不仅从解剖学 并且从心理学的立场 都可以这么说 女人从许多方面言 都不如男人强壮 他是用不同方式造的 使徒彼得说他是软弱的器皿 并没有任何贬损的意味 他不过是说 基本上女人与男人有益 男人必须将这点铭记于心 他不可待女人 如同对待他的同性一样 他必须记住 女人天生是与他不同的 因此他有责任尊敬 看重 保护 顾惜他 因此 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男人是妻子的头 他也是一家之主 神这样创造他 赋予他所需的能力 才干和力量 使他能承担此重任 所以神造女人来帮助他 帮助一词 本身含有顺服的意味 它的主要功用 是填补男人的补足 所以神要两人成为一体 女人乃是与男人相辅相成的 此处的重点是 男人不仅要为自己负责 也要为他的妻子 为他的家庭负责 妻子是帮助他 支持他 扶助他的 他必须倾尽全力 使他尽到座头的职责 因为这是神赐给他的地位 女人被造就是为帮助男人 实现他那重要 奇妙 荣耀的职责 关于夫妻关系的这个基本教导 是符合创造次序的 是管理人在世生活的一个基本法则 让我们再进一步看人类堕落之前的光景 人还在乐园里的时候是完全的 没有罪 没有缺点 这是神最初造人的光景 但不幸的是发生了人因犯罪而堕落 这件事的严重性非常清楚记载在圣经上 特别是保罗在提摩太秦书第二章第十一至十五节所说的 请注意他强调了一个事实 就是女人先被骗 先堕落的是女人 而不是男人 所以堕落的事实 使男女的差异更扩大了 最初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六节 已建立着观点 现在又更进了一步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从这句话 人可以推论说 若是夏娃没有犯罪 堕落 生产儿女或许是没有疼痛的 但现在我们讨论的重点在 你必恋摸你丈夫 你丈夫必管辖你 这是添加的 而不是重新赋予男人的主权 因为他的领导权和做主权 在堕落之前已经设立了 此处不过予以强调 他必管辖你 这里有一个新的要素 堕落的结果 使女人的附属地位 异性明显 有一种说法认为 神做这个宣告 是基于一个原因人 堕落的本质 以及夏娃所做的事 他受到魔鬼的引诱 但他为照着该采取的方式 去与亚当商量 征询亚当的意见 而自行做决定 把自己放在领导的地位 他自己应付所面临的景况 而没有把他带到亚当那里 结果就是堕落 不但他自己堕落 也把亚当牵累进去 甚至整个人类 已因此堕落 从某方面来看 原罪是起因于 这个妇人未明白 她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和立场 见取的权柄 力量和地位 以至于引起无穷灾祸和混乱 这件事 不仅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六节 它也构成了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里 有关妇女讲道 教导 得权柄的论述之基础 但是也有人提出反对 可悲的是 反对的声音 常常出自一些自称福音派的人 他们自称相信圣经是神无物的话语 却说出这样的言论 哦 这只是保罗个人的观点 他显然是一个反女性主义者 在那个时代 对妇女持这种观点 是非常普遍的 他们强调一点 当时的妇女地位 极低威 那时整个世界皆如此 他们是妇女 为物品 把她们当作奴仆使唤 犹太人也不例外 保罗不过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 所以才会有这一类反女性的论调 也难怪那些不相信圣经是神话语的人 更要说出这一类的话了 他们毫不犹豫地说 不但保罗错了 主耶稣基督也错了 对于这一类人 我不打算与他们争辩 因为他们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基督徒的信仰 一个基督徒必须完全顺服圣经的启示 除此以外 他不知道别的 所以我们听到这一类辩论时 不要只是心里作难 以此为憾 并且当以正确的方式回答 一般说来 在主耶稣和保罗的时代 人们对妇女确实比较轻视 但那不是犹太人的观点 因为他们已经读过圣经 并且相信经上的话 当然 那也不是保罗的观点 你可曾注意过 他在哥林多前书中说的那段话 然而赵主的安排 女也不是无男 男也不是无女 这位大使徒神以为荣耀的一个事实是 在基督耶稣里 是不分化外人或西里尼人 为奴的或自由的 也不分男人或女人 这是基督福音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救恩的世上 男女一律平等 女人和男人有同样的机会 盟守救恩 保罗以这事实为荣 没有任何其他人比使徒保罗更精致 细腻地谈到妇女的地位和妇女的荣耀了 请注意 他不止限于论及妻子对丈夫的责任 他总是同时论到丈夫对妻子的职责 他显示了一个基督徒丈夫对妇女地位 对妻子的观点远比世人的观点崇高 他把每一件事放在正确的地位上 他总是让我们看到事情的两面 除此之外 保罗从来不以自己的意见来论说这些事 他总是回到创世纪 回到创造的次序上 事实上他说 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乃是神设立的原则 使徒唯一关切的是 神的真理能为人知晓 神所命定的事能不断实践出来 所以我们若说 这些只是保罗个人的意见 就否定了圣经的话 对此 我们必须非常清楚 如果你说你相信 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无误话语 那么你就不可服从世人对保罗的批评 因为他写下这些话语诗 不仅引用圣经 并且他是以寿默示的使徒之身份写的 他若提出自己的意见 总是谨慎地表明 这是他个人的意见 他未注明之处 就必然是寿默示说的 请注意使徒彼得如何告诉他的读者 当听保罗的话 他说 有些人以自己的观点 强解保罗的话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保罗所写的乃是经文 所以批评他的人不是与保罗争辩 乃是与神争辩 与圣灵争论 在此同时 他们把自己放在反对的立场上 声称他们只相信 圣经中与二十世纪的人 所能接受的观念相符的部分 这样说 等于否定了圣经的权威性 讨论了这种愚昧的反对论调之后 让我们言归正传 根据这个教训 妻子应该享有某种地位 顺服丈夫并不表示 他应该做丈夫的奴仆 也不是说他比丈夫低一等部 完全没有此意 我们稍后论计丈夫对妻子的责任时 会对这一点有更清楚的认识 保罗所强调的是 女人与男人的不同 它是男人的帮助 补足男人的部族 保罗禁止女人去学做男人 像男人那样行事 或者见多神赐给男人的地位 立场和权利 这是保罗的意思 他不是主张奴役妻子 他乃是勉励信徒实践神的心意 所以做妻子的 应以自己的地位为喜乐 神创造他去帮助男人 以完成男人在世上 作为神代表的功能 神要他持理家务 做母亲 做丈夫的助手和安慰者 使丈夫能够与他分享 谈话 从他那得到安慰和鼓励 他是丈夫所遇见的帮助 男人知道自己的立场 他也明白自己的功用 于是他帮助他 两个人共同活出神的荣耀来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有些人很不喜欢这种做头 做领袖的观念 他们认为 这必然会造成歧视 其实不然 婚姻关系中的领袖和做头的观念 从许多方面看 都足以与军队中的领袖观念相比较 如果一支军队中 每一个人都有权决定 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 这支军队必然杂乱无章 前面我已说过 一个人加入军队的那一刻 他就必须顺服下来 他等于宣告 从现在开始 他要听从任何下达给他的命令 不论他对这命令 存什么样的看法 这是他当今的本分 他把发命令的权利 交给在他上面的官长 虽然他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但现在他必须把所有意见抛住脑后 他为命是从 顺服再上掌权的 你也可以想象 有一群人在玩足球 他们首先必须推出一个队长 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做队长 不然的话 他们根本别想赢球 他们最先做的一件事 是在他们中间指定一个人当队长 这个人不一定球技最精湛 但他一定得有杰出的领导能力 大家既然攻推他担任队长 就必须服从他的带领 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 整个球队必然漫无章法 或者想象有一个委员会 正在讨论一项议题 几个人被推为委员 他们第一件当做的 就是指定一个主席 为什么 因为需要有人代表权柄 除非有一位主席指挥谁发言 每一个成员也听从他的管理 否则会议无法顺利进行 同样的 此处并未涉及歧视的问题 他只是说明了 若要有效地做事 必须有一个领袖 例如新成立的国会 首要之务是选一位发言人 发言人的职务不过是坐在主席台上 控制全局管理会议的进行 这不表示 他是国会中最伟大的一员 其他人都不如他 不 因为他知道 若没有这个制度 事情无法办妥 他们必须推举一个人出来 站在代表权柄的地位上 如今圣经告诉我们 神设立了丈夫 将他放在那样的地位上 所以保罗对做妻子的说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因为神指定丈夫做一家的头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还有更重的教训 那里说到男人 丈夫是妻子的头 基督是男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这是无法争论的论证 神是基督的头 这是什么意思 答案在于我们所谓的 圣三一神的观念中 圣父 圣子 圣灵 是彼此平等的 圣父怎么又是基督的头呢 为了救赎的计划 圣子甘愿居于父神之下 圣灵甘愿居于父和子之下 这是一种自愿的行动 好叫救赎大功能顺利完成 圣子说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他甘愿如此 他披下平等的地位 成为父神的仆人 让父差遣他 神是基督的头 使徒这么说 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因此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这个奇妙的教训 使我们对婚姻 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偶尔我会面对一些愚昧的论调 有人说 这种看法不对 很多时候 我看到 妻子比丈夫能干得多 她在每一方面 都比较有恩赐 你难道坚持这一类聪明 有才气的妇女 去顺服远 不如自己的丈夫吗 对于这个问题 只有一个答案 不肯接受这教训的人 乃是在于神争论 神知道这一类的例子 神所说的是 如果一个聪明能干的妻子 不顺服自己的丈夫 她就犯了罪 不论她有什么恩赐 她都应当顺服她的配偶 关于这一点 我有两个评论 任何女人 不论她的恩赐如何 除非她预备好照 圣经的教训顺服 否则 她无权考虑 与任何人结婚 这是一种自愿的顺服 像基督的顺服一样 她也应该如此 除非她甘心如此做 除非她相信自己 能做到这种顺服 她不应该率而 与任何人结婚 她若抱着别种态度 进入婚姻 就是违反神的心意 使犯罪得罪神 我的第二个看法是 有时我想 我曾经目睹过最奇妙的事之一 就是与我刚才提到的论点有关的一个例子 几年来我曾多次前往一个教会讲道 每次讲完道以后 我都在那个教会的牧师家里过夜 从我第一次在那里投诉 就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那就是从才干的角度看 这一对夫妇简直无法忽比 那个做妻子的 有非比寻常的聪明和才智 做丈夫的虽然不是义无恩赐 但她主要的恩赐 都是与个性有关的 她是一个罕见的人赐 友善温柔的人 然而从智能和才识方面看 她完全无法媲美妻子 事实上 他们两人的学业成绩 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那位妻子主修的科系 是当时很少妇女敢尝试的 而她以第一名的荣誉毕业 做丈夫的主修较容易的科目 并且以一等成绩毕业 我认为 从能力的观点看 毫无疑问的 那位妇女真是才高一筹 我初见她时 就对她的学识和过人的智力 留下深刻印象 以后我对她们认识越深 就越肯定她的杰出 但我要说的是 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美好的事 那位妇女 总是把她的丈夫 放在真正属灵的地位上 她用非常巧妙的方式这么做 她会把论点放在她的嘴里 但是由于 她使用的方法如此高明 别人会觉得这是她的意见 而不是她的 这件事本身非常有趣 我认为 是我经历过的最动人的事之一 她不仅是一个能干的女人 她也是一个基督徒 她把让丈夫做头的原则 辅助实行 她总是说出决定 虽然做决定的理由 是由她提供的 她以她助手的身份做事 她有丈夫缺少的品质 她在补足她 帮助她 在家里 那位牧师总是做头 孩子们诸事 都去征询她的意见 做母亲的小心翼翼地 维护着丈夫的地位和立场 让我指出 明白这教训的重要性 为什么这一切教训 在今日尤其重要 为什么我要不厌其烦地 一再叮咛 而不把时间用来发表 我对政治或国际问题的意见 因为今日世界 许多问题的产生 都是由于 世人未能明白 并实行着教训 今天世界基本的问题 在于权柄的问题 市局的混乱 照应于人们 失去了对权柄的尊重 不论这权柄 是在国家与国家之中 或在工作地点 或在家里 或在学校 或在任何地方 权柄失丧了 我个人认为 这一切都是从家中 从婚姻关系造势的 所以我胆敢质问 一个婚姻破裂的政治家 是否有权利 就世界问题发表意见 如果他在最有资格 伸出己见的领域里 都失败了 他有何权在别的领域里 说话 他应该退休 辞去公中职务 真正的沦丧 是自家里 从婚姻关系开始 我坚信 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急剧上升的离婚率 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 那就是 男人和女人不明白 圣经有关婚姻 有关丈夫与妻子的教训 同样的理由 也可以用来解释 为什么现今的家庭生活 如此残缺不全 这是现代一个 很明显的现象 家庭的成员 总是各自外出 常常晚间也不在家 家庭的凝聚力 这是家庭最基本的要素 已经荡然无存 我们发现 这个理由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许多儿童 缺乏教养 顽劣不逊 少年犯罪率高居不下 从统计数字即可证明 少年犯大多数 是从破碎家庭出来的 我们可以说 那些孩子 从未得到公平的机会 他们在冲突 犹豫 彷徨的气氛中成长 母亲与父亲为敌 父亲与母亲相争 孩子们稚嫩的心灵 不断受到戕害 他们对自己的父亲 母亲 甚至对任何人 都失去了敬重 家庭本来是一个孩子 培养自信 寻求权柄 领导 指引的地方 但是如今 他们在家中找不到这些 于是可怜的孩子 沦为惹失的少年犯 他是家在父母冲突中 长大的 从其他方面看 这种趋势尤其危险 越来越多的男人 似乎放弃了他们的地位 从其中撤退 因为懒惰或自私的缘故 而不尽自己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越来越多的丈夫 把管教孩子的事推给妻子 把家庭生活的领导权 移给妻子 他们懒得多费心血 工作一天以后回到家 他们已经疲倦了 于是要求妻子 尽量别叫孩子打扰他 有什么问题都去找妈妈 这岂不是极普遍的现象吗 做丈夫的故意推辞 审给他的地位和责任 即使基督徒中间 也有这种情形 至于非基督徒 更不用说了 做丈夫的因为懒惰 而放弃自己的地位 把他交给妻子 从另一方面说 女性主义也导致 做妻子母亲的野心 他们一心追求平等 却贬低了父亲 对孩子的影响力 我不是用批评的态度说 如今美国的情形 最为严重 美国或多或少 可以被称为母权社会 男人似乎越来越 被视为赚钱的一员 只是负责供应家庭 把养生的钱带回家而已 妻子 母亲才是一家之主 孩子们试试养账她 这种男人与女人 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 完全不符合圣经 并且导致了一个 母权高涨的社会 我觉得这实在危险 当然 其结果是 犯罪率支线上升 社会中充满了 各式各样的问题 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她借着影片 商品等各种管道 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力 以至于这种态度 也蔓延到全世界各地 一个女权至上 以妇女为家庭的 头和中心之社会 违反了圣经的教训 而且事实上 也是在重蹈下巴的覆辙 这个问题 已经日益受到重视 许多婚姻诊所纷纷成立 可惜他们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问题 如果你调查一下 这些心理学家的婚姻生活 难免会大吃一惊 这些专家教人 如何进入婚姻关系 如何维系婚姻 可是他们 却无法将这些建议 运用在自己的婚姻上 他们当然做不到 因为这不是心理学的事 人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些常识 或一点智慧 或同舟共济的合伙精神 人们早就知道这些了 但是他们做不到 只有一个希望 除非神的权柄被尊重 男人和女人都顺服神 他们做一切事 都是如同给主做的 并且明白 这种头的关系 就好像神是基督的头 基督是人的头那样 否则人类没有盼望 过去几百年来 人们渐渐远离了 圣经的权柄 以至于社会问题产生 或许有人会对我说 显然你只是一心 想回到从前那种严厉 压抑 独裁的维多利亚式丈夫 和父亲的形态 不 完全不对 我知道 我们必须回到圣经 我不是鼓吹回到老师的 传统生活形态中 我说的是 回到神那里 回到基督面前 回到神话语的启示中 再看看 他完美的计划 女人在男人一旁协助他 补足他的不足 两人彼此相爱 互相尊重 却不混淆两人的范围 但愿神恩待我们 不仅明白这教训 并且甘心顺服 好叫荣耀归给主名 三 身子的比喻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 我们再度回到这处经文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详细讨论了其中的一部分 使徒保罗给我们两个特别的理由 说明为什么妻子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我们已讨论过第一个理由 就是自然的次序 他说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神最初创造男人和女人时 就已经如此设定了 我们前面看到 新约不单单印证这一点 并且不断地回到神最初的心意上 所以我们此刻讨论的 乃是人类在世生活和福祉 最基本的事情 前面所提的 并不一定特别指着基督徒说的 那是旧约的教训 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明白的 不论他们是否基督徒 这是神对人类整个生活的定制 我们若认识家庭 就必须承认这一点 那设立家庭的神 也设立了婚姻 那设立了国家的神 也设立了婚姻 正如我们应该顺服国家 我们也要留心神 对于夫妻关系所存的心意 这一切都是概括性的 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事实并不表示 我们对一般的事没有兴趣 也不表示我们不需要旧约 他仍然在那里 作为一个根基 我们在旗上建造 所以使徒保罗把旧约的教训 放在最前面 现在他提出第二个理由 特别是针对基督徒的 丈夫是妻子的头 然后提到基督 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 这句话使我们更进一步 不是与第一个理由背道而驰 乃是添加在其上 使我们对第一个理由认识更清楚 这是基督徒信心 对于整个生活产生的功用 只有基督徒能够真正欣赏世上的生活 我的意思是 追根究底说来 只有基督徒能真正享受自然 基督徒看自然的方式 大义于世界的人 他有崭新的观点 他不单单看自然本身 并且他看见伟大的造物主 和他形式的奇妙 美丽多彩多姿 换句话说 作为基督徒的意思是 你对生活和整个观点都改变了 变得更丰富了 不论人有什么样的恩赐 只有基督徒能真正欣赏人的不同恩赐 他用更深的内涵 更丰富的悟性来看待这些 也就是说 基督的信息 不仅增添原先我们所有的 并且大大的丰富了我们已有的 使我们更深刻地测试它 此处我们发现 这一个给基督徒的理由 不但帮助我们 更进一步了解自然的次序 并且又在其上增加了一个新的品质 用另一个角度欲强调了 这是使徒的话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此处我们所看的 只有基督徒能够明白 一个不相信主耶稣基督 不知这救恩之道的人 根本不可能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 基督是教会的头 这句话对他毫无意义 他根本不懂 因此这种人也不能明白 基督徒的婚姻观 这是从基督教会的教义摘取出来的 所以一个人若不明白基督教会的教义 他就无法明白基督徒对婚姻的观点 这立刻使我们得到几个结论 第一 显然基督徒不应该与不信的人结婚 哥林多后书有特别的嘱咐 信与不信的不可同富一恶 毫无疑问的 那是指结婚的问题 这个劝勉是基于一个理由 如果一个基督徒与不信的结合 那么其中一个人持有基督徒的婚姻观 另一个则全然不知晓 他们的婚姻一开始就有了缺失 他们无法合一 一个人有的东西 另一个却没有 这已经种下了混乱的种子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 已予以证明了 我得到的第二个结论是 教会仪式的婚礼 是只为基督徒预备的 这个话题很大 也牵涉到教会的纪律问题 目前的情形很紊乱 有些根本不信的人 也在教会举行婚礼 婚礼中照样读这一段经文 勉励丈夫做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对他们而言 这一段经文毫无任何意义 我认为应该停止这样做 你不必把基督教高一层的教义 对不信的人宣讲 对于他们 你只需传讲悔改的信息 带领他们相信福音 他们不可能明白 有关婚姻的教义 因此我主张 教会婚礼 只意为基督徒预备 若是任何人都可以举行教会婚礼 就未免将其当作儿戏了 第三个结论是 当两个基督徒结合时 这一类的婚姻是合适的 应该为他们举行结婚仪式 三百年前 有些清教徒为了反对 罗马天主教会 而决定不举行任何 与婚姻有关的仪式 他们说 婚姻不过是一支法律的合约书 我们现今的人 可以了解他们的反应 也很同情他们 由于罗马天主教教导错误 不合圣经的婚姻观 他们使婚姻为一种仪式 所以清教徒决心 离开这种观念越远越好 于是他们决定 不举行任何婚礼仪式 他们反应得太过分 结果也落到 不合乎圣经教导的地位 婚姻从某些方面看 是需要一世的 以明白神对婚姻特别的指示 圣经的教训是 婚姻好像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那样奥秘 所以我认为 婚礼是一个很好的场合 用来敬拜 及与众信徒相交 婚姻不只是一支法律的合同 我们必须谨慎 不要让那些思想有物的人 来左右我们的想法和行为 基督徒绝对不可 只是采取反对的行动 他必须是积极地符合圣经的 但是有些人因为对 罗马天主教存过深的反感 以至于自己也走过了头 到另一个极端 最后违反了他们声称 极力维护的圣经 虽然基督徒的婚姻观 可以归纳成以上三个结论 但他并未像天主教那样教导说 婚姻是一种仪式 圣经没有一处支持这种说法 婚姻不是种仪式 那么圣经如何说呢 就是此处的经文所教导的 婚姻乃是一种奥秘的联合 丈夫与妻子 妻子与丈夫的关系 可以比喻作基督与教会 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 保罗稍后说 这是极大的奥秘 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是一种奥秘 那是一件事实 但也是极大的奥秘 教会与基督的奥秘连结 以及信徒与基督之间的 奥秘连结 既然那是事实 我们就必须试着去明白 保罗说 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堪与这事实相比 此处我们面对的是 有关基督教会的 一个崇高教义 使徒保罗以逻辑的推理之道 以福所人心中 以这教训应该不难明白 因为他已经教过他们了 他在第一章为他们代求 叫他们至终知道 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豪大 他说 这能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又将万有扶在他脚下 使他为教会和万有之手 教会使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保罗在那里 将教会的教义介绍给他们 此处他则是将其加以运用 如果你只是匆促 读完一卷使徒书信 而为仔细留意开头的部分 总是会生错误的 此处我们所有的 乃是他的推论 他在第四章第十五 十六节说到同样的事 只是又加添了一些定义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极度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如今他提出这教训 好教他们明白 基督徒婚姻的本质 他的重点是什么 他强调那不可少的亲密关系 他在第四章第十六节提到 联络的合适 这些经节乃是指神经和动脉 他们把营养从头 从中枢送到身体各部门 保罗用这种方法强调 丈夫与妻子之间根本的连结 这种关系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一样 一个是另一个的头 当然 此处保罗特别关切的是 夫妻关系中互相依靠的一面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他在论及依靠和顺服 他介绍更深一层的要素 好教我们明白 这种顺服是如何来的 以及为什么它是必要的 稍后他将讨论另一面 就是丈夫对妻子的责任 我们思考这节重要的经文时 难免会遭遇到一个问题 再来看一遍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许多解经加花不少心血 来研究这问题 为什么使徒保罗 要加上后面那一句呢 他为什么不单单说 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 凡是顺服丈夫就够了 为什么还要加上一句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大部分的解经家 包括一些诸如贺吉那样知名的学者 都毫无犹豫地认为 使徒所附加上的这一句话 纯粹是独立的 他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意思是很单纯 就是执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救主 他们认为这一句话和做丈夫的毫不相干 保罗为什么如此说呢 他们相信他的理由是 他已经提到丈夫是妻子的头 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一提起基督的名字就忍不住喊道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这句话与他前面的论证没有任何关系 他不过因为提到基督的名 而忍不住说出这奇妙的事实 因此他们辩称 这是一个独立的句子 不必运用在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上 他们的辩论是这样的 你能说丈夫是妻子的救主 正如基督是教会的救主吗 他们认为这简直是一派胡言 我们都知道基督为教会而死 他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拯救了我们 但你不能将这些运用到其他关系上 这是一种独特的关系 使徒保罗不过是因一时感情激动 而说出这句话来 显然他与丈夫妻子的关系毫不相干 对于这种论点 我们当说什么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 如果你只是从表面读这些经文 没有仔细地审查它 那么你必然会同意前面那些人的说法 这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基督是教会的救主 从这方面说 这种关系是独特的 他当然不能用在丈夫身上 可是他们的论点不在此 他们有进一步的论证 这在他们看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他们根据一个词 所以就是第24节一开头的部分 所以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 凡是顺服丈夫他们所持的论点是 将那个连接词一成 所以是错误的 这一点他们倒是对了 但他们继续说 所以应该一成 然而 这是一个相对的词 目的在提出一个对比 他们认为应该这样度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然而 虽然这种救主的关系 不适用于夫妻之间 尽管如此 然而妻子也要怎样 凡是顺服丈夫 他们觉得 这一部分很难解释得通 使徒实际上这么说 当我说 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时 我一时忘记了 曾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和夫妻关系相提并论 然而 即使这不适用于夫妻关系上 做妻子的 还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教会顺服基督 我认为 针对这种论调 只有一个充分的答案 首先 它局限了救主一词的含义 救主不仅只具有这一层的意义 基督为教会舍去生命 流出宝血 这是普遍的含义 但不是唯一的含义 救主一词 含有更宽阔的意义 提摩太前书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劳苦努力 正是为此 因我们的指望 在乎永生的神 它是万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的救主 这里的救主 和前面经文中教会 全体的救主所用的是 同一个词 此处说道 神是所有人的救主 识别是相信之人的救主 你不能说 这就表示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救恩 这样说你就变成普世的救论了 不对 此处的救主 有不同的含义 祂是指维护者 祂看守保护 祂是万有的持守者 特别是那些相信的人 主耶稣提醒我们 祂将日头照好人 也照待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是的 祂赐实物给所有的人 从这层意义上言 祂是所有人的救主 我们岂不是也可以有这层意义 来解释此处的救主吗 祂照顾 看守教会 这是我们用来反驳那种 把救主一词只限定在主耶稣基督救赎工作上的论调 我的第二个理由是 紧接着的第28、29节 足以支持我们相信 这个词也可以运用在夫妻关系上 保罗说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他怎么做呢 总是保养顾兮 是的 他像救主一样顾兮她的身子 他好好照顾她 保养她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兮 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 他说 丈夫带妻子 要像带自己的身子一样 他不会忽略自己的身子 乃是细心照顾 换句话说 他是身子的救主 把一节经文放在他的上下文中研究 是多么重要啊 我相信这两节经文显示不同于前派学者的解释 此处的救主不是独立存在的 也不止现于主耶稣基督 保罗仍然在论及丈夫与妻子 丈夫是妻子的头 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救主一词不单单用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上 同时也适用于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上 那么第二十四节开头议成所以的一词 又如何解释呢 这是非常有趣的 我花了不少功夫去查考最好的字典 这是一个希腊字 安冷 我发现它不一定总是要译成反义词 有一本很有名的字典说 它实际上是指现在或然后 容我引用它的定义 这个词是用来加强命令的 它不是暗示与前面所说的相反或不一样 乃是强调前面所下的命令 这本字典实际上还引用以福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做例子 说明这个词的特殊用法 根据以上的理由 我们必须拒绝前面那派学者所主张 这是一个独立句子 单单执着耶稣的说法 确实 如果真如他们所说的 就很容易引起困惑 使徒保罗是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能够读 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然后是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那么 此处的教训是什么呢 很明显的 妻子应该受到丈夫的保护 持守 看顾 引领 供应 这种关系就像基督保养 顾系教会 做丈夫的也当同样对待妻子 而做妻子的必须明白自己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 丈夫是看顾者 是身子的救主 妻子应该先有这种观念 然后总是在这种观念的亮光下行事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 身子与头的关系是什么 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如何 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就应当如何 让我们以保罗在此处以及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罗马书第十二章里所使用的例子来说明 他的教训是什么 妻子对丈夫就如同身子对头 教会以基督一样 基督徒的婚姻观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有关完整 完全的观念 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就看见了遇见配偶帮助他 这个助手是从亚当出来的 是他的一部分 但也是与他相辅相成的 两个人在一起就成为完整的人 你想到自己的身体时 也必然产生这种概念 身子不是一串肢体的集合而已 它不只是一个有机体 一个活趾头 脚趾头 胳膊 腿穿在一起 它乃是一个有机体 一个活的联合 它是一个身子 是完整的 这也是我们此处的观念 妻子与丈夫不是分开的 他们不是两个各自为政的国度 时常彼此对立 纷争 这与基督徒对婚姻的观点背道而驰 基督与教会是一体 正如头和身子是一体 但是这种理念也允许不同的功用存在 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不同的功用 不同的目的 而且彼此各有特殊的责任 重要的是 我们要记住 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的一部分 每一个分开的行动 都是联合行动的一部分 最后产生整体的结果 让我们再讨论的更详细一点 以说明婚姻关系的问题 这是何等重要 我已经举出一些理由 我相信 今天很多人远离教会 部分原因是为了抗议某些自称基督徒 却行为不服的人 他们说到这些人 看看他们私底下是什么德性 我想没有什么比较人看见基督徒在教会或公共场合一个样子 回到家又另一副样子 更是教会受亏损了 你只能从家中来真正认识一个人 他在家里的关系如何 这些是如此重要 一方面是为了我们自己 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基督徒的见证 那么 这些对于妻子与丈夫的关系 以及妻子顺服丈夫的事上 教导了我们什么 显然 他不是教导一种被动的态度 妻子不是要完全被动的 误解了这个画面 就会以为妻子不应该发言 不能有自己的意见 只要又聋又哑 完全处在被动状态 这里的意思是 妻子不应该独自行动 身子与头的比喻强调了这一点 身子的工作不是离开我自己去行动 是我凭自己的心思 意志 头脑来决定 采取和行动 我的身体不过是表达着决定的凭借 如果我的身子不听我使唤 而自己行动 我就换了某一类的静卵 这正是静卵的意思 指人身子的某一部分产生不合理的动作 那不是有意的行动 他本人并不想有这行动 但他制止不住 这是完全不守他心思 意志支配的行动 这是一种混乱 此处我们用他来比喻夫妻关系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凡是顺服丈夫 为什么 因为作为妻子 在这种关系里 你不能离开丈夫单独行动 你若那样做 就必产生混乱 好像身子静卵一样 让我再分得更细一点 妻子不可以在丈夫之前行动 这一切教训都指出他是头 他有最终的控制权 所以他不但不可单独行动 并且不可抢在丈夫之前行动 让我强调一点 他固然不可在丈夫之前行动 他也不可延迟行动 也不可阻碍行动或拒绝行动 回到身子的比喻上 假设有一个人患了中风 他想要行动 但他的四肢已经瘫痪 无法行动 不管这个人多么想移动身体 他仍然是闻风未动 他的胳膊不健全了 他不让他行动 这是保罗教训的一部分 顺服包括这个观念 他不抢在丈夫前面行动 也不延迟或拦阻他的行动 他不使丈夫的行动瘫痪 这几点在整个婚姻关系中 是很重要的 由于人们不明白这些 以至于我们四周 处处可见破裂的婚姻 独立 像在前面行动 不采取行动 延迟 拒绝 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们 无法明白基督徒的婚姻观 我们可以归纳如下 这个教训是 主动权和领导权 应该是属于丈夫的 但行动则是互相协调的 这是整个画面的含义 共同行动 但领导权在头 此处没有暗示任何尊卑的成分 妻子并不是低于丈夫 她只是不同于丈夫 她有自己特殊的地位 这地位是蛮有荣耀和尊严的 所以稍后保罗告诉做丈夫的 要保养 顾惜 爱护 照顾 尊重妻子 这中间不涉及尊卑 保罗的教导是 任何基督徒妇女 若明白这一切 就会乐于讨丈夫的喜悦 帮助她 协助她 使她更能发挥功用 她对于在婚礼中 承诺顺服丈夫毫无意义 可悲的是 很多妇女反对这样做 最近我听朋友说 有一位牧师声称 她为人主持婚礼时 已将顺服一词 从誓言中提出了 她以为这样做才合乎潮流 是向广大民众显示 基督教会心胸何等宽大 她不晓得自己违反了圣经的教训 这种人无法言行一致 假设她参加一支足球队 她会以队上的团队精神自豪 即使每一个球员都各怀绝技 他们一开始时 也必然要推举一人做队长 每一个球员都抱着这种态度 我既然不是队长 就要服从队长 这是很美好的 是我们所谓的团队精神 可是有些人说 这不能运用在婚姻上 这是对妇女的侮辱 是落伍的 是保罗的思想 是法利塞人的论调 是律法主义 是旧约的老套 这种说法 否定了圣经的整个教训 甚至与他们标榜的 合乎潮流不一致 一个明白 这些事的基督徒妇女 会愿意说 我要顺服 爱护 珍惜丈夫 当然啦 他为什么结婚 岂不是为了产生议题 使彼此完全 岂不是为了享受这种 互相协调的行动 向世界彰显这种合一 这不是奴役制度 乃是像教会与主基督的关系那样 显明基督教特有的 合一精神 让我最后再说几句 你注意到吗 这段勉励的末了事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凡事 保罗真是这意思吗 让我们用圣经的整体教训回答 当圣经中出现这种总括性的言论时 通常需要我们从他本身的教训之亮光来解释 所以此处我们读到 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 就像圣经说道 基督徒应该顺服国家 顺服在上掌权的一样 这是否意味着 妻子不论在任何环境和情况下 都应该一成不变地顺服 当然不是 这样难免使这结经文辩的荒谬无稽 此处有一些条件 什么条件 其中一个是圣经有一个基本的规则 即任何人都不应该行事违反自己的良心 这里的勉励并未要求妻子采取违反他良心的行动 在婚姻关系中 丈夫无权坚持妻子做违反良心的事 很多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人们常常分不清楚顺从良心和坚持意见之间的差别 这两者是不同的 圣经嘱咐我们要在各种情况下顺从良心 但这并不是要我们坚持己见 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 我记得曾读过马里欧博士所写的一本 有关苏格兰神学的书中所提到的一个例子 十八世纪时 苏格兰人对于教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之问题 起了一次很大的争辩 教会里面分成了两个派别 一派被称为自治公民 另一派则是反自治公民 这在当时是相当令人瞩目的事件 有一个传道人名叫史格特 他有一个很出色的妻子 他的岳父就是苏格兰独立会的创始人 这位妻子个性很强 做丈夫的也非常能干 他们两人对于当时的议论各持相反意见 史格特属于反对自治派 他的妻子则属于自治派 史格特甚至出席一次会议 在那个会议中 他们决定身解并割除他岳父及内地的职位 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一项大大的行动 会议结束之后 他回家把他在会议中所做的事告诉妻子 史格特太太在震怒之下 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 史格特 你仍然是我的丈夫 但你再也不是我的牧师了 他真说到做到 每个主日来临时 他不再去他丈夫的教会敬拜 听他讲到反而到另一个支持自治理论的教会去 你如何看待这个例子呢 我可以毫无犹豫地说 史格特太太完全做错了 因为她把意见放在良心的地位上 在这件事上 她应该顺服丈夫的领导 这样做并不会违反她的良心 这只是涉及个人的意见 我们不可以犯同样错误 将良心和意见混淆在一起 做妻子的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但是他若看见丈夫心意已定 就应该让他做主 让我另外举一例来与前面的例子平衡一下 自从我在西敏寺教会幕会以来 我经历过最感动 最难忘的一件事 发生在18个月以前 当时我刚暑期休假完毕回来 第一个主日晚上 我的讲题目是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我强调使者的呼召 包括许多方面 讲完道后 我不下讲台 直到后面我自己的小房间 有一位女士突然闯进来 显然她很激动 她告诉我 她很确定那篇讲章 是专门为她讲的 她与丈夫已结婚十余仔 她的丈夫觉得神乎找她出来传道 她打算放弃学校教书的工作 但是做妻子的不同意 她想尽办法加以阻止 但她的丈夫心意已定 就自行辞去了教职 于是两人的婚姻 陷入了一场真正的危机中 但在那次聚会里 她深深感觉到自己的不是 神让她完全接受了丈夫的决定 她匆匆来告诉我这件事后 就跑到最近的电话旁边 打电话给她在城外的丈夫 当时她正在准备第二天要参加的募支考试 这位女士看见了她以前坚持己见 是多么的不对 她阻碍神在她丈夫生命中的计划 那不是良心的问题 而是个人的意见 我说过 我们不可以违背良心 但是我同时又说 我们必须随时在意见的事上顺服 妻子在婚姻关系中的立场是 不愉悦自己的良心 她也不可以允许丈夫使她犯罪 如果丈夫要她犯罪 她必须说不 否则就违背了圣经的教训 如果丈夫丧失了心理的平衡 变得神志不清 她就不必在凡事上顺服她 圣经的教训绝不是荒谬的神志不清 她就不必在凡事上顺服她 圣经的教训绝不是荒谬难行的 经文本身有她的含义 而且在实行上也有范围和界限 我要提出的第四点是 妻子顺服丈夫时 不可以到一个地步 允许她妨碍她与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在这个范围之内 她应该凡事顺服丈夫 第五 奸淫会破坏婚姻关系 若是丈夫犯了奸淫罪 做妻子的就不再有必要凡事顺服她 她可离开她 圣经允许她如此做 因为淫行本身已经破坏了合一 破坏了婚姻关系 如今他们被分开了 不再是一体 是丈夫破坏了这种合一 她自己脱离了彼此联合的关系 所以我们解释这段经文是 不可以坚持做妻子的 对她那犯淫行的丈夫仍然得终其一生顺服她 与她维护丈夫关系 她可以选择如此做 但必须是她自己做的选择 我要说的是 圣经并未要求她如此做 并未将此当作一个命令 换句话说 这些教训是有范围和界限的 从以上所言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主要的结论 做妻子的应该尽量为主的缘故顺服丈夫 但同时也不违反我前面所提出的原则 任何做妻子的若在这件事上有难处 容我建议几个实际的帮助 你若有难处 不妨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 当初我为什么要嫁给这人 是什么促使我愿意委身嫁她 这些因素是否仍可恢复 试着在基督和福音的灵里 重新捕捉他们回来 你或许会说 不可能 我办不到 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应该为丈夫带导 对他心存同情 把彼得的教训付诸实行 他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里 清楚告诉做妻子的 即使丈夫不是基督徒 也要照样顺服她 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 若有不信从真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到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 被感化过来 试着这样做 以谦卑和温柔迎回丈夫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头发 戴金饰 穿美衣为装饰 只要以里面存长久温柔 安静的心为装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竭力做到顺服的极限 甚至超越那界限 只要不违反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则 最后 问你自己这个问题 我能以现今的态度和光景 进到主耶稣面前吗 他不顾我的不义和罪孽 仍从天上下来 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舍弃他自己的性命 如果你能坦然面对他 那很好 我无话可说 但是如果你在他面前感觉受责备 你因自己的态度 或任何一方面的关系 而感觉受到谴责 那么你应该着手 把他们弄正确 所以你再度回到他面前时 是带着清洁的心和敞开的灵 你将在他圣洁的灵在面前 享受喜乐 这是一件与基督徒相关的事 就好像教会与基督 身子于头的关系一样 只要我们从这些方面看 就不会有任何难处 这是我们极大的权力 神必然以极大的喜乐和愉悦 观看这一类的事 你们做妻子的 要在主里顺服自己的丈夫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 安静的心为装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你现今或许必须忍受许多苦楚 但将来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四 真爱 以福佐书五章二十五至三十三节 前面我们都是讨论使徒论及妻子的话 现在我们要来看他对做丈夫的说了什么 这段引人注目的经文 简于第二十五节 指全章结尾 他所以令人瞩目有两个原因 他告诉我们做丈夫的责任 更突出的是 他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保罗书信中常常有这一类的惊人事情 你永远不知道何时会发现颗珍珠 一个无价之宝的珍珠 此外 在这卷书信最实际的部分 他突然从发出从未说过的 有关基督教会与主耶稣之间关系的 最崇高最奇妙之言论 你可以在有关丈夫职责的谈话中看到 他一方面讨论这个题目 一方面又同时做出这段奇妙的论述 你会注意到 这两件事似乎交织在一起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 是将两者做某种程度的分别 他从一个主题移到另一主题 然后又回到最初的主题上 这是保罗一贯的做法 他很少把一个主题全部说完 然后将其运用在实际上 他总是先说一部分加以运用 再说出另一部分 再加以运用 我建议如此划分 第25至27节 他告诉我们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 以及他为何如此做 第28和29节 他特别用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连结 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连结 来指出丈夫的责任 从29节的一部分 指30和32节 他道出有关基督与教会 那奥秘联合的崇高教训 然后在第31和33节 他做了最后的实际的结论 这是我对此段经文的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把握他的教训 我建议用这种方法逐步接近他 第一步 我们从他一般的嘱咐开始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这是他首先要强调的 换句话说 论到做丈夫的 首要之物就是爱 记得前面有关妻子的部分 关键词是顺服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妻子这方面要顺服 丈夫这方面的责任 则是爱 对于这一点 我们必须弄清楚 当然 这不是说 只有丈夫应当有爱心 有人说 保罗此处没有说妻子 当爱他们的丈夫啊 这样说是误解了 使徒的整个目的 他不是在这里提出一篇 有关婚姻巨细无疑的论文 在他的观念中 妻子的顺服已隐含了爱 我们必须明白 使徒所关心的重点是什么 他只关起一个基本的重点 就是婚姻关系和家庭中 所显露出来的和谐与平安 这是他的主题 所以他从双方面 挑选出最需要强调的地方 要维持家庭的和谐 妻子必须注意的是顺服 丈夫需要注意的则是爱 所以保罗选出夫妻双方 要拥有这种奇妙关系 要彰显基督徒生活的荣耀 所需要的基本品质 他对丈夫的劝告是 要爱你们的妻子 这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与前面的教训 连在一起看时更是如此 他支持着前面的教训 我们也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他 他一直在强调 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我们已看过 丈夫居于领导的地位 他是妻子的头 这是旧约 新约一帜的教导 也是保罗一再强调的 但是他很快又加上一句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他似乎是这么说 你是头 是领袖 在婚姻关系中 你如同主 但因为你爱你的妻子 这种领导地位 不会使你沦为独裁者 你虽然是主 但你不会变成一个宝君 这是两个教训之间的连接关系 我们也在新约其他地方 看到类似的教导 且举一个例子说明 从许多方面看 对于这件事最精彩的解释 建筑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 保罗在那里说 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你在这里看见同样的东西 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那么 他赐给我们什么呢 乃是刚强的心 为了避免有人误以为 这里含有专横的意味 保罗特别加上仁爱一词 那是带有爱心的刚强 那不是肆无忌惮的权力 也不是暴君的权力 保罗不是说 男人可以擅自建取一些特权 任意压制妻子的感觉 在家里作为作福 俨然皇帝一样 今日我们许多的问题 都是起因于 只强调一方 而付出另一方的福祉做代价 所以我们必须总是保持平衡 我们必须记住 权力要受爱的约束 被爱所制衡 这是一种爱的权力 除非一个做丈夫的 真正爱他的妻子 他无权说 他是妻子的头 除非他切实做到 爱自己的妻子 他不能享有圣经 给他的权力 这些事是不能分开的 换句话说 圣灵的彰显亦如此 圣灵不仅赐能力 他也赐下爱 赐下管教 同样的 丈夫在行使他的特权 做妻子的头 做一家之主时 也是如此 他必须总是受到爱的管理 总是在圣灵的管教之下 他必须操练自己 他很可能流于专制 所以他要操练 自己不限于这地步 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这一切都包含在 这一个伟大的字 爱里面了 因此做丈夫的治理 悬架是以爱为方式 那是一种爱的领导 那不是指独裁者或教皇室的治理 也不是指独断独行 滥用权柄 不 是出于爱的权柄 是圣灵的管教 护卫着神所资给丈夫的能力 权柄和尊荣 这个基本的理念 控制着这整件事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我们接下去 要概括地来思考 这种爱的特色和本质 这在现今的世代 尤其重要 今日世界有两件事 特别是人触目 心经 滥用权力 滥用爱 从来没有一个世代 像现今这样喜爱 贪吻爱 但也从来没有一个世代 像现今这样缺乏爱 这个字被滥用得太厉害 以至于许多人根本不知道 爱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了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这是什么样的爱 很幸运的是 保罗告诉了我们答案 他用两种方法回答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此处有两个定义 第一个定义 是在爱这个字本身里面 保罗此处所用的爱 它本身含有丰富的教训和意义 保罗那个时代 所用的希腊文里面 有三个字 可以译成我们今日的爱 我们需要弄清楚 这三个字中间的差异 因为现今许多人在这方面松散的观念 都是肇始于未能明白其中的分野 三者中有一个是Eros 形容那种完全属肉体的爱 这个字并未出现于新约 它的形容词Erotic 今日仍被广泛使用 提醒我们这个字的内容 当然这也是一种爱 但它是肉体的爱 是欲望 是属情欲的 这种爱的特色 极是自私 现今的说法是 自私并不一定就是错的 但这一种爱基本上是自私的 从情欲生出来的 它享有所得着 它主要关心的就是德 这就是它的层次 所以我们可以说 它属于人里面兽性的部分 今日世上流行的爱 即属于这一类 世人以这种美妙的罗曼史为荣 并且津津乐道 至于男人对妻子不忠 或妻子红性出墙 孩子深受其害的事实 却只字不提 他们只说这个男人和他的女友中间 滋生了奇妙的爱情 却不提他们各自破坏了婚姻的誓言 亵渎了神圣的仪式 所见诸于世的只是那相爱的一对 今日报纸上这一类的事 真是层出不穷 这中间只有自私 属肉体 属情欲的爱 现今世界所歌颂的 正是这一类的爱 至于新约中 亦称爱的有两个字 其中一个是 philio 真正的一字是喜欢 他的字根 又衍生出 诸如此善心和费成等字 这个字的典型用法 简注于约翰福音最后一章 那里记载 彼得和其他们 土野间出去打鱼 清晨回来时 突然看见耶稣站在岸上 他为他们准备了早餐 并开始对他们说话 这是我们所读到的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有趣的是 彼得说 你知道我爱你时 他用的那个字是 你知道我喜欢你 主耶稣是使用 第三种的爱来问他 但是彼得却回答 你知道我喜欢你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这里的意思是 我喜欢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 然后我们来到 第十七节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请注意 主耶稣在这里 做理解很有趣的是 他没有用心前的 那个爱字 他乃是沿用 彼得所用的 那个字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喜欢我吗 他已经降低了 这个观念 彼得因为耶稣 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心里忧愁 是因为主耶稣 似乎怀疑他 是否真喜欢他 在回答两次 都无法使主 确定他的爱之后 他只好诉诸于主 自己的常识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喜欢你 让我们将这些事 铭记于心 意诚爱的希腊字 也可以只喜欢 新约中的另一个爱字 则有更崇高的意境 这个字在圣经中 常常被用来表达 神对我们的爱 神爱是人 这里的爱是 Begit 我们正在讨论的 以福所书 这段经文中所用的 就是这一个字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从这层意义上看 就是要像神爱人那样爱妻子 没有比这更高的层次了 或者换另一种方式说 譬如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二十二节 所列圣灵的果子 使徒保罗把肉体的工作 与圣灵的果子做对比 他说圣灵所借的果子 就是爱不是肉体的感觉 也不仅仅是喜欢 乃是像神那样的爱爱 喜乐 和平等等 使徒保罗说 那就是爱 是丈夫应该向妻子显露的 请注意 这一切主妇 如何与第十八节 完美地配合在一起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你若被圣灵充满 就会被圣灵的果子充满 圣灵的果子就是爱 使徒吩咐以福所人 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显露出爱来 若对一个非基督徒 做同样的吩咐 就未免于不可及了 他无法做到 他不能用这种爱去爱人 但这位使徒说 基督徒应该彰显这种爱 因为他们 被圣灵所充满 所以显示 我被圣灵充满的方法之一 不是陷入狂喜状态 或表现一些 非比寻常的现象 乃是在家中以爱来 对待我的妻子 这种爱是圣灵所借的果子 保罗所选用的这个字 很快就将我们 引致他所急切 要传达的意见上 让我们将整个婚姻的问题 集中在这一个字上 我并不是说 使徒教导我们 应该把爱的第一个成分 肉体完全病除在外 有些人持这种看法 这是完全错误的 罗马天主教 有关独身的教训 即是建立在这种错误的观念上 我发现许多基督徒 在这件事上有难处 他们似乎以为 基督徒不再是凡人 不再是自然的人 他们把性当作是邪恶的 这不仅不合乎基督的教学 也是错误的 肉体的成分 也包括在爱里面 人就是人 神造他就如此 他赐给我们许多东西 性也是其中之一 肉体的成分本身并没有错 甚至我可以更进一步说 它应该包括在爱里面 我提到这一点 是因为常常有人要求我 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我知道有些基督徒 因为对性的观念错误 而得到一个结论 基督徒男子 可以跟任何一位基督徒女子结婚 他们说 唯一重要的 值得考虑的是 两人都是基督徒 这就够了 至于其他自然的因素 都无关紧要 但是圣经却为这样说 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 但我们得互相吸引才行 天然的东西 本来就包括在里面 你无法排除 所以我们不能采取这种立场 认为只要是主内的 跟谁结婚都无所谓 自然的成分 是不能不考虑的 我极力要指明的是 基督的教训 从未将自然的成分 并出在外 因为这些都是神创造的 神创造我们 使我们里面有一种感觉 觉得某一个人 特别对我有吸引力 而且这种感觉是相互的 不要把这种感觉 撇在一旁 此处保罗也是假设 这个男子和这个女子 互相吸引 或者用普遍的说法 他们两人堕入爱河 然后缔结连理 基督徒这方面的行动 也和别人一样 这不是一件机械化的事 一个基督徒不能说 现在我是基督徒了 我要四处注意 再决定和谁结婚 他把这件事说得死板板的 好像冷血动物一样 这不是圣经的教训 这样说似乎有些好笑 但有些基督徒 确实根据这种原则行事 这是我从多年 慕会经验中观察来的 他们其实都是很诚实的人 但却视性为邪恶的东西 以至于得到这种错误的观念 我们不可把自然的东西 剔除掉 使徒保罗说出这段话时 他是假定 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彼此感到被对方所吸引 他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结合 不但如此 保罗也假定 他们都对对方有好感 喜欢对方 我的意思是 他们喜爱彼此相伴 让我强调这一点 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婚姻的一部分 自然的喜好是必要的 我们若予以忽略 就会产生危险 我也常常在基督徒里面 看见这种现象 两个人以为只要双方都是基督徒就够了 其他的是一律不相干 他们就根据这基础 皆为夫妻 但是在婚姻关系中 夫妻彼此喜欢 对方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若不喜欢对方 只是肉体上互相吸引 这种婚姻关系 很快就会破裂 他们中间没有什么持久的东西存在 换句话说持久的东西之一就是 两人都喜欢对方 在这种婚姻关系里 有一种无法衡量的东西 夫妻有共同的喜好 兴趣被同样的东西吸引 这是好的 不论他们多么相爱 如果在这方面南辕北辙 也必然会引起无穷祸患 至于谈到和谐相处 更是困难重重 所以我说这第二个元素也很重要 就是让彼得所谓 我喜欢你的这种爱的成分 在婚姻中扮演他应有的角色 保罗肯定这两种成分 有些人结婚时尚未信主 他们的婚姻只包括了 Eros和Philio的成分 保罗说 没关系 基督徒也是从这里开头的 现在因为你已成了基督徒 更高的成分进来了 他提升了另外两种成分 并且使他们变为圣洁 荣耀 增添更多风采 这是基督体婚姻带来的改变 只有基督徒可以达到这地步 没有这些 仍然可能有快乐而成功的婚姻 它们能够存在 我们要感谢神 在天然人的层次上 人可能有快乐的婚姻 他们是见机在我前面最先提到的那两种爱上面 你如果有第一个成分 加上两情相悦 以及双方性情随和 也可能产生非常快乐 成功的婚姻 但是这婚姻 无法进入更高的层次 保罗鼓励我们达到的就是这更高的层次 在人天然的爱之上 还有这种真爱 是神的爱 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定义的爱 显然保罗选择使用这个字 是别有深意的 每一个做丈夫的听到或读到这劝勉时 都应该从这个字的亮光中 省察自己 你里面的爱 是否包含了这三个成分 是否每一件事 都因这属于神的爱而得到荣耀 为了避免使我们感到困惑 保罗接下去 又在他所提出的第二个论点中 给了我们进一步的说明 他说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此处他再度显露 他是多么急切地 要帮助我们明白 他既然提到基督的名 就不得不解释这句话 他不能仅仅说 正如基督爱教会 他必须进一步说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周文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他说出 这一切是为了帮助 做丈夫的明白 当如何爱自己的妻子 他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解释呢 我相信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 他要我们每一个人知道 基督对我们的爱 他要我们明白 有关基督和我们的真理 以及我们与他的关系 他为什么如此关切这一点 他的论证很清楚 只有当我们明白 有关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之真理时 我们才能发挥一个基督徒丈夫应有的功能 他在结尾说得很清楚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他为什么说到基督与教会呢 他为什么将我们引到这奥秘上呢 是为了叫做丈夫的知道 当如何去爱妻子 有些肤浅的人对此嗤之以鼻 其实这正显露他们的愚昧 他们说 这些人只对教义有兴趣 我们才是真正讲究实际的人 但是你若没有教义做基础 就不可能实际 除非你对这教义 对这极大的奥秘有所认识 你不可能用真爱来爱你的妻子 另外有些人说 啊 这太困难了 我根本做不到 你若要过基督徒生活 就必须遵行这些 你必须试着明白 并且用心思想 研究去把握它 这是为你预备的 如果你掉头而去 就是拒绝神的赐予 成了罪人 拒绝教训是一种可怕的罪 你实践出来的事 不可与教义背道而驰 因为没有教义做基础 就谈不上实践 所以保罗不厌其烦地解释 有关基督与教会关系的奇妙教义 不只是为了将其陈述出来 更重要的是 叫我们在家中能 确实以正当的方式爱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因此我们可以用以下的方法来看这问题 管理我们夫妻关系的原则 本质上与管理基督与教会关系的原则 是相同的 我们当如何做呢 首先我们必须研究 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然后才能探讨 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 这是使徒保罗的做法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他清楚指出 基督当如何爱教会 然后他说 你们也当如此行 这是你们的规范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教训 让我们首先来思考 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这个原则与每一个人有关 而不止限于做丈夫的 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 基督是教会的丈夫 基督也是每一个信徒的丈夫 你或许会问 这个教训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看到的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叫你们归于别人 就是归于那从私利复活的 叫我们结果子的神 基督是教会的丈夫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从这一方面说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丈夫 总体说来 我们都是基督教会的肢体 使徒怎么说呢 他首先告诉我们 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态度 以及他如何照顾教会 这些都是给丈夫的指示 你就该报什么态度 你如何照顾自己的妻子 使徒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些奇妙的事 基督徒朋友 你是否明白 这些事对于作为教会肢体的你 都是千真万确的 看看主对他心腹 教会的态度 他爱教会 正如基督爱教会 这是何等贴切的表达法 尽管教会不配 教会有瑕疵 他仍然爱他 请留意他为教会做了什么 教会需要被洗清 被洁净 他看见教会衣着蓝绿 行为不减 但他仍然爱他 这是救恩的教义中最崇高之处 他爱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何善良 他不愿我们里面的本相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爱我们了 他爱那不敬钱的人 尽管我们不配 作恶多端 他还是爱我们 他爱教会 不是因为他的荣耀 美丽不 他乃是要使教会变成这样 请留意这教训 看看他对丈夫说了些什么 一个丈夫应该不顾妻子的缺陷 难处和他觉得可以挑剔的地方 而像基督爱教会那样 爱他的妻子 这是他必须表明出来的一种爱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 为教会舍己 他不仅愿意为教会牺牲 他也实际上这么做了 这是基督对教会的爱 他只能借着舍己的来救他 于是他真的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他的爱之特质 请注意他如何关心他 关心他的福祉 他照顾他 关切他 他看见他里面的潜能 他渴望他变得完全 所以保罗接下去说 要用水借到 把教会洗尽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你看见他对他的心意 对他的爱 以及如何以他为荣 这是基督对教会的爱之特质 渴望他成为完全 除非他完全了 他不会满足的 他要他成为荣耀的教会 可以献给自己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他要他完全 无可指债 他要整个世界羡慕他 所以我们在以福所书 第三章第十节读到 为要借着教会 是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新郎 对新父感到骄傲之处 他以他的美丽 容貌 资质为荣 他要将他介绍 给他的家人 和一切受造物 这是主耶稣基督 和教会之间的关系 我先从细节处 摘取出这个原则 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明白 这种奇妙而奥秘的关系 我们看见的画面是 主耶稣喜悦这种关系 他以这关系为荣 他甘愿为他的心腹 就是教会做一切事情 这是使徒讨论 这个重要崇高主题时 所提到的第一件事 我们必须先从这幅 基督与教会的画面开始 让我们思考 有关教会的教训 不论对已婚或未婚的人 都一样重要 这是与我们大家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 明白我们与基督的关系 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啊 这就是他看待你的方法 是他对你的态度 这种爱 这种像神一样的爱 是超过肉体与感情的 是世界所知最崇高的爱 这种爱的特质 也是使他与别的爱不同之处 在于他不是 被一种想要拥有的欲望所控制 乃是被一种想付出的渴望所控制 神爱世人 如何爱 将他的独生子赐给 另一种爱并没有什么不好 稍早我已说过了 但即使你完全发挥了那一种爱 它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总是先想到自己 然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爱之特色 就是不顾念自己 基督舍了自己 他为教会舍己 这种爱的特色就是牺牲 这是一种给予的爱 他不考虑能得到什么 只顾及别人能得什么益处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我们讨论了基督对教会的一般态度 就可以接下去思想这种态度 如何在实际上显明出来 并进一步思考他最终的目的 以及那奥秘的关系和连结 感谢神 当我们思想婚姻这么普遍而平凡的题目时 我们却发现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就不得不被带入基督真理的中心 带入神学和教义的心脏地带 进入神透过教会在基督里所彰显的奥秘中 愿神祝福我们的讨论 五 基督的心腹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五至三十三节 我们已经看过保罗的基本主张是 除非我们明白有关基督与教会的真理 我们无法明白丈夫与妻子的责任 所以我们照着使徒的方式 先从这真理着手 丈夫必须爱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我们已提醒自己爱这个字的内容 圣经所用的这个字 有最崇高的意义 这种爱与基督对教会的爱是同一类的 事实上也类似于神对世人的爱 所以我们现在将焦点 集中在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上面 前一章我们只是概括地讨论 我们看过了他对教会的整个态度 他对教会的关心 他以他为荣 他如何护卫他 保护他 照顾他 但我们必须再进一步 因为使徒保罗极力提醒我们 基督对教会的这种态度 是可以实际表现出来的 现在我们就要来思考实际的部分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单单思想他对教会的态度 以及他如何看待教会还不够 保罗说 这种事本身会显明在实际生活上 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 因为这是使徒此处所强调的 这里的原则是 爱不是理论 爱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爱不是用笔来形容就够了 爱也不单是诗词所歌颂的内容 爱不仅是一些戏剧 歌曲的主题 爱不是你从理论或外表事物 就可以看见的 爱是世界上最实际的东西 这是我们在此段经文所学到的 现今时代 恐怕没有一个 自比爱这个字更被人滥用了 许多人根本不知道 它是什么意见 从未有一个世代 像现今如此频繁地用到这个字 可是也从未有一个世代 像今天这样缺乏爱 每个人称呼别人时 都会使用一些亲密的字眼 所以最亲密的词汇都被用上了 即使素不相识的人 也互相使用这些亲密的字 但这些字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 所以你听有些人谈话时 会以为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人 而实际上 他们对爱一无所知 可能过不了多久 就已离婚收场 不知是什么缘故 诗人普遍有一种观念 认为爱是用来谈论的 歌颂的 所以有些诗人很危险 你有没有留心过 诗人写的诗里所歌咏的东西 和他们实际的生活 有多大的出入 有些诗人把爱情描写得如此美丽 动人 但你读他们的传记 却不禁目瞪口呆 觉得不可思议 这岂不是很可悲吗 因为他们从未真正明白爱的意义 他们只是从理论上来认识爱 以为它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东西 但是爱的真相乃是 它是世上最实际的东西 这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这论调在我们这些 对爱存着浪漫观念的人听来 是何等平淡无奇 他不但毫不浪漫 甚至还很荒谬 基督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我们不是用嘴巴来证明 我们是否真正显明了爱 乃是凭着我们所行的 在夫妻关系上 这点尤其重要 问题不在 一个人是否会写动人的情书 会用感人肺腑的话 表达他的爱 测验他的爱最佳之际 是看他每天在家中的言行 不是看他婚前如何 蜜月期间如何 或新婚头几个月如何 最重要的问题是 当问题 难处 失恋 疾病 中年 老年等等危机相继而至时 他如何表现 有些婚姻失败 是因为当事人一开始 就不明白爱的真意 记得使徒保罗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开头 对爱的描述里 他特别强调爱的实际 他告诉我们 爱是不做这个 不做那个 最后 他归纳成一句 爱是永不止息 这是爱的实验 如果你想实验一个人 是否真爱他的妻子 不要听他说什么 只要观察他做了什么 他用什么态度带他的妻子 这才是真正的事今事 保罗在这里 用非比寻常的方式 把这一切带出来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我们怎么知道 他爱教会 答案紧接在其后 为教会舍己 这就是爱 但保罗没有停留在这里 他继续说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点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让我们仔细观察 分析这段话 保罗此处论到 基督对教会的态度 实际上是从三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 是他已经为教会成就的事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这是他已经做成的 他为教会付出了自己的性命 这一点 涉及了基督徒信仰的中心 若离开这一点 就不可能有教会的存在 这是绝对首要的 是信心的基础 所以保罗写信给 哥林多信徒是说 此外 没有人能离别的根基 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以及他为我们所做成的大功 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定了主意 在他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若没有基督的死 就没有哥林多教会 也没有其他的教会 圣经其他地方 也有类似的强调 记得吗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记载 保罗向以福所教会的长老告别 他说 你们当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这是基督与教会 新郎与心腹之间 伟大爱情的一部分 他在娶教会自己的心腹之前 必须把他买赎过来 保罗此处是把教会 当成一个整体 但让我们提醒自己 他所指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 教会里的每一个肢体 保罗毫不犹豫地以自己为例 他说 神的儿子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似的 但他也为我舍己 为每一个个别的人舍己 使徒保罗已经在《以福所书》里 介绍过这一个重要的主题 他在第一章第七节里说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也是第二章的主题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已经的亲近了 靠什么方法呢 乃是靠着他的血 他是我们的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他拆毁了这墙 是以什么拆毁 乃是以自己的身体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丑 便借着十字架时两下归为一体 在我们目前研讨的这一章里 他在头二节也介绍了同样的思想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平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新乡的供物和祭物 献于神 他一再重复 我们也必须一再重复 有些愚昧人说 十字架只是与我的悔改 相信主有关 是我最初的救恩 然后我就用不着十字架了 不 信徒绝对不能离开十字架 这是我们必须铭记于心的 十字架一直持续着 它不仅仅是根基 基础 它也是持续下去的生命和力量之来源 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保罗所说的 是一个极崇高的教训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教会而做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大祭司祷告中 也提醒父神这件事 他说 父啊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 管理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此处又提醒我们 他为教会死 我们不可忽略这事实 他为教会死 他不是为别人死 由于他是神的儿子 他的死足够拯救整个世界 但是他的死只是拯救了教会 他受死的目的是赎回教会 他为教会舍己 为一切属教会的人而死 好叫教会成为完全 神在永世里已知晓这一切 他插死来为教会舍命 我们必须记住 或不是他做成了这一切 我们永远无法成为神的儿女 永远无法享受做基督徒的好处 我们在属于教会之前 必须先被拯救 被买赎 其他的事 无法使我们成基督徒 你可能是世界上道德最高的人 但这一点无法使你成为基督徒 无法使你成为基督的肢体 或教会的一员 只有一件事可以使你归属于教会 就是基督用他的血将你买赎过来 他为你死 救赎了你 这是进入教会唯一的方法 这里指的不是可眼见的教会 乃是那真正的眼不能见基督的身子 我们是被他的薄血所救 请注意保罗此处最关切的事 他要指出基督对教会的爱是何等伟大 他为什么做这些事 他如何为我们成就这些事 我们从圣经许多地方可以找到答案 一个做丈夫的当如何爱他的妻子 要向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这种爱包括了些什么 最适当的答案 莫过于腓立笔书的一段话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童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段话什么意思 乃是指出 基督如何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他一点不顾及自己 这是第一点 不以自己与神童等为强压的 意思是说 他不坚持争取与神童等的地位 他是神永生的儿子 从起初就与圣父 圣灵共享荣耀 但他不仅仅抓住这一点说 为什么我必须下到世界 撇开我一切荣耀的象征 为什么我要下去 饱受击达苦待 不 他不以自己与神童等为强夺的 他不把与神童等这事实 当作一个 他必须不计代价 奋力维护的特权 反倒虚己 他不需要这样做 若不是出于爱 他没有任何理由如此做 如果主耶稣基督顾虑他自己 顾及他永恒的荣耀和尊严 世上就不可能有教会出现 万有都是借着他而造的 所有天使都敬拜他 一切执政掌权的都服在他底下 他们尊他为神子 将荣耀归给他 如果他说 哦 我无法撇下这一切 我必须保留他们对我的尊敬 我必须持守住自己的地位 会怎么办呢 但他恰恰相反 反倒虚己 他娶了人的样式 诞生成为婴孩 不但如此 他甚至娶了奴仆的形象 他一点未想到自己 他若顾念自己 我们就无一人能得救 世上也就不可能有教会出现 他不高谈自己的权利 他不谈自己当得的报酬 他不说 为什么我要受苦 为什么我必须谦卑下来 他不计较所付出的代价 他不在意所受的凌辱 他知道将遭遇何事 他知道将受法利在人 文事 撒都该人和律法师的反对 众人会嘲笑他 用石头丢他 吐唾沫在他身上 他知道这些将领导他 虽然他没有做任何事 当受这种惩罚 他何必忍受这一切呢 为的是教会 因为他爱教会 反倒虚己 就自己卑微 他心中只念这一件事 教会的好处 他要使这身子成为他的心腹 他将它买回来 他心里只想着它 他完全未想到自己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我们还要强调另一方面 以带出这个教训的深度来 当我们还是罪人 不前进 与神为敌的时候 主耶稣就为我们 为教会做了这一切 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 实际用到了这些词汇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 不敬前之人死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请注意他的用词 不敬前之人 罪人 仇敌 这些是我们最初的光景 我们本是邪恶的 在我们里面一无良善 你们或许读过灰姑娘的故事 教会就像灰姑娘 旁头垢面 衣衫破旧 陷在她的罪恶 敌意中 神的儿子 荣耀之君 在她陷入那光景中时 就爱上了她 她一点不在乎她的卑微 丑陋 她爱教会到一个地步 甚至为她舍命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神没有呼召我们 像基督那样 舍下己命 但基督却是那么不顾 我们的软弱 不义 敌意 为我们死 流出她的宝血 保罗说 你们这些如今已经在婚姻关系里的人 你们在对方身上 看见你不喜欢或不赞成的东西 缺陷 失败 短处 所以你们就百般批评 责难 争论 甚至因而分手 为什么 因为你们忘记了 你们自己是如何蒙拯救 成为基督徒 成为教会肢体的 他提醒我们 如果主耶稣用我们彼此对待的方式来待我们 就根本不可能有教会的存在 爱是永不止息 爱不顾一切 始终持续下去 这种爱就是基督对教会的爱 我再问一次 还有什么比将教义与时间划分开来 更谬误的事呢 我们都犯了这种错误 我们中间有多少人 是从旧熟的教义来思想婚姻关系 这是我们思想婚姻 夫妻关系时一贯的做法吗 我们会想到旧熟论吗 最愚昧的基督徒 就是那些不喜欢教义 一再贬低神学和教导的重要性之人 这岂不正足以解释 为什么他们在实践上也一再失败 你不能只将旧熟的教训 局限在得救信主的事上 或只用来研究而已 为什么许多基督徒 不参加传福音性质的聚会 他们说 哦 那些讲道都是偏重于十字架 赦免 出行造就的 我已经是多年的老基督徒了 那些信息与我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何等于座 你是否以厌倦在听关于十字架的事 你是否知道的太多 以至于十字架再也不能感动你了 你说 哦 我现在需要更高一层的教导 我要知道如何过圣洁的生活 除非你时常在十字架旁 让它管理你的整个生活 影响你的整个观点和每一个行动 否则你永远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以福所述实用的一部分 即他的后半部 保罗在这里提到的 都是一些常见的问题 但是就在这一段经文中 他突然让我们面对 有关教会的教训 以及救赎的教义 你不能把十字架留在后面 因为那样做的话 你永远不能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使徒提出的第一点是基督的爱 然后他继续提出第二点 基督因他对教会的大爱 而为教会做的事 他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称为圣洁 这是另一处重要的论述 请留意这节经文 有两个主要的功用 第一 我前面已提过 就是他提醒我们 主耶稣基督 持续为教会做的事 第二 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 他为什么这样做 为教会舍己 要 这是他的目的 基督为什么死 他死是为了要用水借道 把教会洗净 称为圣洁 这是有关成圣的教义 先是救赎 称义 现在谈到成圣 我们要强调的第一点是 我们蒙赦免 脱离刑法和地狱 这本身并不是终点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里 还有更深一步的进展 我们不能停在赦免和称义上 让我们进一步来观看 使徒在这里对于成圣教义的教导是什么 第一个原则是 若把称义与成圣 截然划分开来 是完全不合乎圣经的 今日有许多人是这样 他们说 你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 你的罪盲的赦免 你得以称义 但你不能满足于此 你还得进入第二个阶段 因为有些人相信基督 有了救恩 被称为义 罪的赦免 他们是基督徒 但他们尚未采取成圣的步骤 于是他们勉励人要成圣 如同他们早先的称义一样 这种说法完全否定了 使徒保罗此处所说的 也与圣经的教导不复 基督的死 不仅带给我们赦免 使我们称义 使我们在神眼中被算为义人 为教会舍己 要 这只是一连串行动的开始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里 保罗不仅将这真理 教导给以辅佐人 他也交给所有的教会 你可再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 四节里看到 这一方面的教导 也出现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属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洁净我们 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这是他为我们舍己的原因 不单单使我们罪的赦免 就我们脱离地狱 并且要洁净我们 将我们分别出来 特做他的子民热心行善事 主耶稣在他的大祭司祷告中 说得很完备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停留在称义阶段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而且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为这是基督所做的功 使他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得称为义 他为教会舍己 为什么 好叫他能竭尽教会 使其成圣 他将要如此行 此处所有的难题 是肇事于一个事实 有些人坚持认为 成圣乃是我们自己决定 要采取的步骤 圣经从未如此教导 圣经的教训是 基督对于教会 已经定了他的心意 教会原先的光景是 当受咒诅的 满是罪污 恶行 他来 倒成了肉身 他取了罪身的样子 他将人的罪 倾倒在自己身上 他在木头上用自己的身子 承担了人的罪 他代受刑罚 受死 成了赎罪祭物 教人的与神和好 于是教会得以脱离 咒诅和刑罚 但他不以此自足 他要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他要将它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咒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所以他立刻接下去预备它 使它能达到那目的 他不能停在第一个阶段 他继续使它成圣 换句话说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这只是整个过程的第一步 他没有止停在第一步 他对教会有一个完整的目的 他要一步一步地去完成它 我非常重视这一点 归根究底说来 你我在成圣的世上毫无选择 他为你死 然后他要洗清你 洁净你 使你成圣他将会这么做 让我们不要弄错 如果他为你死 他会在你里面开始成圣的过程 最终使你完全 这是圣经的教训 你我若甘心情愿顺服这教导 他必然有洁净我们的方式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 他不会允许你停留在污秽 邪恶里 让你声称 我没问题了 基督以为我死 我得了赦免 我是一个基督徒 不 他不会让你这样做 他爱你 你是属于他的 他要洁净你 如果你不肯自动前来 或者不用正确的方法前来 他就要把你放在西伯来书 所提到管教的学校中 他要磨取你的缩脚 跟出你的污秽和恶性 他要洗净你 或许他会拆来疾病管教你 有些主张神医的人说 神从来不会降疾病给人 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圣经 疾病是他用来管教人的方式之一 或许你的环境出了差错 或者你失去工作 或失去亲人 基督徒啊 因为你属于他 因为基督为你死 他要使你完全 这是圣经的教训 是他要成就的事 成圣不是你我可以自行决定的事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称为圣洁 所以我们必须把握第一个原则是 成圣基本上乃是 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所做成的 他自有他的方式 当然 我们这方面也有当做的 就是顺服 但是你不可以把重点放在这里 成圣的决定不在我们 乃在基督 早在神创造世界一先 这是已经决定了 这是主耶稣的行动 他的作为 他为你死 他也要使你成圣 他要将被照的重子 带到那最终 永远的荣耀里 正如西伯来书第十二章所言 他若不管教你 你就是私子 不是儿子了 这是使徒保罗的教训所 根据的一个重要原则 基督如何实际去行呢 答案在圣洁一词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称为圣洁 圣洁一词 在圣经中有多种用法 但它最主要的意思 是为了特别让神使用 而分别出来 例如你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可以看到 神用来向摩西显现 向他颁布十节的那座山 就是被捷径的 它被称为圣山 因为它是被分别出来的 那座山本身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因神对它有特别的目的和用途 它被分别出来 圣殿中的器皿 也因同样的理由分别为圣 那些碑 盘本身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变化 但是由于它们只用在圣殿的仪式中 就不能再作为一般的用途 成为圣洁的意思 是为了神的心意 为了让神使用 而分别出来 单单属于它 所以我们都是特做的子民的人 于是第二层的意义浮现出来了 由于它们被分别出来 它们就成为圣洁 毫无疑问的 此处就是只成圣 它融合了前面我们所提的第一个含义 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它包含了为它分别出来的意思 为了让它使用 为了使它喜悦 为了专属于它 教会被分别出来 此处没有其他的含义 因为我们留意到 保罗加上洗净一词 更用来加强成圣的意义 它将成圣分成两个步骤 此处我们看见 教会本是污秽不洁的 基督为教会死 救他免于灭亡 他接受他的本相 将他分别出来归自己 他被救脱离黑暗的权势 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也就是说 他被神从世界中移出来 到神特别给他的地位上 这是一件奇妙的事 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教会做的事 当一个男子在众人中 找到一个他所爱的女子时 他也会这么做 他为自己选上了他 将他从别的女孩子中分别出来 他对自己说 他是我的 于是他把他分别出来 专属于自己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教会的肢体 也是一样 你是否体会到 那荣耀之主 神永生的儿子 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 为了他而分别我们 好叫我们特做他的子民 让我再度提醒你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所提到的荣耀事实 你知道这就是你实际的光景吗 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不是完全的 也不是无侠无辞的 但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 意思是 我们是一个团体 一个分别出来的国度 正如彼得接下去所说的 是属神的子民 一群特别属于他的人 要叫你们宣扬 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是基督为教会所做的 他呼召我们出来 这是会众的含义之一 一群被召出来的人 我们被召离开世界 聚集在一起 形成他的身子 做基督的心腹 然后基督就要开始训练我们 换句话说 套用彼得在同一章里所用的词汇 你我现今在世上 不过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请注意他的用法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 我们从其中被取出来 分别出来成为圣洁 我们此刻不过是客旅 是寄居的 我们再也不属于 从前所属的那个领域了 使徒保罗 在以福所书第二章的结尾 已提到这一切 他说 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你们从前是神国的外人 如今你们在这国里 被分别为圣归于神 你们反而对世界成了外人和客旅 这样解释的话 心腹如今就再也不能像他以前那样行事 他乃是为了丈夫而活 丈夫也为他而活 做丈夫的不再注视其他的女人 因为他的妻子是他所拣选的 分别出来 为了他而称为圣洁的 这是基督看待教会的方式 一个做丈夫的 也当同样看待他的妻子 我们这些作为基督心腹的人 也不再看自己是自由的 我们不再属于自己 不再自行决定要做什么 也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 让我用一个问题的形式 来结束这一串讨论 此处我是对教会的肢体 基督徒说话 稍后我们会将这些 运用在做丈夫的身上 这里有一个实际的问题 我要问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 相信主耶稣基督 并且说 我相信基督耶稣 为我和我的罪而死 他的死拯救了我的人 这个问题 你是否明白这个事实 基督已经将你分别出来 他要使你成为圣洁 请相信我的话 如果你不明白 那么你若认他以为你死 就是在欺骗 愚弄你自己 因为当主耶稣 为一个人死的时候 他总是将那个人取出来 把他移走 放到一个特殊的地位上 为教会舍己 要 那是他行动的第一步 但他从来不会停止在那 最重要的一步 是使那个人成圣 所以我们若不知道 他已将我们分别出来 而只是宣称他为我们死 这是愚昧的 你是否确实知道 你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你已经脱离黑暗的权势 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去了 你的地位已经有了变化 你被移到一个新的地方 你是否感觉自己 在世上是一个客旅 是寄居的 你是否能和保罗一起说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竭尽我们 特做自己的子民 作为基督徒 这是何等的特权 基督为我们这群人死 他为自己而预备我们 将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 好与他共享他的荣耀 你们做丈夫的 也当这样爱你们的妻子 六 心腹的捷径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五至三十三节 在思考使徒保罗所说 丈夫对妻子的责任时 我们特别留意到 有关主与教会的关系 我们已看过他对教会的关切 他对他的态度 我们特别强调 这种态度和关切 如何表达在行动和实际生活上 我们已探讨了 主为教会所做的事 他为教会舍己 我们也看到 他仍然在为教会做事 他做了第一件事 为教会舍己 但他并未停留在那 他接下去仍然为教会成就一些其他的事 我们也讨论了成生一词的意义 主耶稣为他自己特别把教会分别出来 我们是他特别的子民 是他所特有的 他的心腹 他把他分别出来 好为他做一些事 我们从这一点出发 继续讨论下去 下一个要研究的词 是洗净 要用水借导 把教会洗净 称为圣洁 只要借着洗净一词 所代表的洁净 我们所谓的成圣 才能真正实现 此处我们必须小心留意 洗净一词的完整含义 有些人只是把它定义在罪的洗清 显然这还不够 我们已经从他为教会 舍己那句话里 看见这层含义 固然基督要洗净我们的罪 但这个词本身 还把我们更待前一步 我可以证明 这不只是一种意见 保罗加上一句 要用水借导 把教会洗净 证明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罪的洗净 是一次做成 就永远做成的 那是一种单独的行动 但此处是一个持续的行动 用水借导 把教会洗净 这句话显示 这不仅是一件除去罪的事 第27节 更积极地说明这件事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周文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这段话 界定了基督最终的目的 教会不仅从罪中得释放 并且完全脱离了罪的 每一种形式 托普雷迪的诗将这观念 表达得淋漓透彻 他用双重意志对付我的罪 洗净我脱离他的罪行和势力 新约从未停留在罪上 他总是继续谈到 我们得竭净 脱离罪的势力 这也是我要添加上说明的 洗净不只是脱离罪行 罪的权势并且脱离罪的污染 我们常常忽略最后一点 有很多宗派的信仰告白上 都提到罪的权势 却将罪的污染遗漏了 然而从许多方面看 堕落最可怕之处在于 他污染了我们的本性 罪所以能在我们里面掌权 大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受了污染 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 做了很生动的描述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那就是污染 而不是权势 他引致权力 由于我们的本性被堕落所污染 玷污破坏了 罪才能在我们里面横行掌权 所以我们不仅需要 从罪行和罪的权势中得解禁 并且特别需要脱离罪的污染 脱离他一切的污点和败坏 罪已经进入了人性 我们的本性是邪恶 扭曲和败坏的 明白我们的本相是多么重要啊 我们的本性并不是中性的 我们也不是受了外在的引诱才犯罪 不 我们乃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这是圣经的教训 使徒已经在以福所书第二章一开始清楚说道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等等 他说道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 这是另一种描述肢体中有个律的方法 那不仅是一种视力 而是一种感染 我称其为污染 这好像一道河流 从源头处就污染了 而不是在流程中受污染 所以我们在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地献给他之前 必须先得到这方面的洁净 如今我们的问题是 如何洁净呢 使徒告诉我们 用水借导把教会洗净 此处我们面对一个非常重要而艰难的句子 这句话常常受到误解 许多人认为 这里是指尽礼的更新 我们借着受尽而脱离罪 完全被洗净 这是潜入第一式计教会里的错误 也是罗马天主教犯的错误 现今还有仁慈这种错误的观念 我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对我而言 这是完全出于仁义的解经 将他原先所没有的意思强加上去 当然 最初他们这样解释 是为了加强教会的势力 但是到了如今还如此声称的话 就是大错特错了 此处的重点 不在禁礼所产生的神奇果效 也不在禁礼所用的方式 那么这次教导我们什么功课 显然 这里也是指禁礼 只受禁的事实和行动 当然 这并没什么惊人之处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 是一些曾经是异教徒的人 他们听到福音也相信了 但在他们加入教会之前 他们必须受禁 所以他们心中想到 禁礼就代表了这种喜经 将他们从一个领域里带出来 迁到另一个领域 所以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这样说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败偶然的 奸淫的 做鸾桶的 亲蓝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醉酒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 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洗净 成圣 成义了 此处再度用到洗净的观念 他说 你以前曾是那种光景 但如今你已经不同了 你是教会里的圣徒 你已经被洗净了 敬礼的目的之一 就是代表这种改变 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中 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他说 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 在监狱里的灵听 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 神荣人等待的时候 不信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这谁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 不复活 也拯救你们 这些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耶稣已经进入天堂 在神的右边 这一番话 已非常清楚地道出了 我们正在讨论的观念 敬礼是一种象征 代表主耶稣基督 在成圣过程中 为我们所做的事 因此 敬礼的目的是将这些印在我们心中 敬礼本身不能做什么 单单受敬 并不能改变我们 这是对于仪式的错误观念 罗马天主教会认为 神能透过仪式工作 换句话说 接受仪式的人 本身并不需做什么 敬礼可以使一个孩童 或成人生命得到更新 圣经却为如此教导 彼得说 敬礼只是一种象征 表明我们靠着基督复活 它是一种代表 同样的 主的晚餐也是如此 我们不相信 饼能变成基督的身体 你吃饼的时候 不过是提醒自己 这饼所代表的意义 主耶稣实际上说 请看这饼 你吃的时候要纪念 这饼是代表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了 酒也是一样 这杯是我所立的新约 这话足以回答 罗马天主教会 因为他们说 这酒可以变成血 他们是从字面上 直接来体会主的话 但是你如果一定要 从字面解释 主耶稣说的是这杯 而不是这酒 他说 这杯是用我的写所立的新约 证明它只是一种代表和象征 敬礼也是如此 敬礼代表什么 显然它代表 我们这个人的罪被洗净了 从前我们是罪人 献逆罪中 在神的震怒之下 我们因着 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因着他为我们所做的 而被拯救脱离罪 敬礼提醒我们的得救 其次 他也提醒我们一个事实 我们被洗净 脱离罪的权势和污染 这是一种洗净 象征洁净的过程 第三 敬礼代表了 我们这个人 借着圣灵受洗 归入基督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 说到以色列人 从云中经过 都在云里受洗归了摩西 他们不是进入云中 乃是云在他们上头经过 同样的 敬礼代表一个事实 我们因着圣灵受洗归入基督 这是保罗在这里的整个用心 我们与基督联合 他说 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就是他的骨 他的肉 这怎么发生的 乃是因为我们都从一位 圣灵受洗归入基督 敬礼也代表这一层的意义 所以我们知道 敬礼是外在的记号 象征了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 所强调的三件事 很明显的 保罗在这里的主要目标是 让我们看见 基督如何洗净教会 又为他自己而预备教会 他是借着圣灵做这一切的 所以 主耶稣站在约旦河边受尽 有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身上的事 也不是偶然的 我们每一次想到敬礼时 都应该想到圣灵的降临 住在我们里面 好使我们借着敬礼归入基督 他又在我们里面动工 继续成圣的过程 这是我们对用水 洗净这句话的讨论 这句话很不容易明白 也常常引起争论 但词出最重要的一个词 是借道 要用水借道 把教会洗净 借道一词 把最重要的意思表达出来了 我们应该把它和用水一词连在一起 敬礼本身是一个代表 除了代表 象征以外就没有别的功用了 真正成圣的工作 是借着道完成的 圣灵借着道 在我们里面做成这工 这是基督徒必须明白 把握的最重要之真理 圣灵用来使我们洁净的工具 乃是道 这是新约有关圣洁和成圣的重要教训 成圣乃是圣灵借着道 在我们里面做的功 容我再强调一次 成圣是一个过程 我们逐渐得洁净 直到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我们就变得无暇无辞 全然成圣 有些人教导说 基督徒得救以后 仍然是在罪中 但只要他住在基督里 他就可以避免犯罪 但罪对他污染的情况 仍一无改善 只有当他死的时候 这种情况才能得到解决 但是这种说法 显然于此处所说的不复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 捷径是一种过程 是一直继续下去的 一个人过基督徒生活欲久 罪在他里面的污染 就越来越少 这个过程继续下去 他就越来越捷径 他不单单有能力 抵抗罪的势力 并且得以脱离罪的污染 他逐渐被带到一种境地 最终成为完全 这些都是借着道而完成的 借道 我们必须把握的 一个重要的原则是 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 通常是透过道 并且在道里完成的 所以若把圣灵与道分别开来 是非常危险的 很多人这样做 并且做得很过分 贵格会的人 就是因着缘故而偏离了 基督徒的信仰 他们过分强调 内在亮光而忽略了道 他们企图说道并不重要 人内在的亮光才重要 他们到了一个地步 或多或少脱离了新约的教训 对他们的系统而言 似乎耶稣也是可有可无的 还有其他宗派的人 过分强调圣灵的结果 就把他与道分割开来 他们不想受教 不愿意接受指示 他们活在感觉 情绪 经验的领域中 很容易陷入狂喜的情绪里 结果他们不仅信心破产 而且导致失败 不道德 没有节制 道与圣灵 通常是并驾齐驱的 道是由圣灵所赐下 他使用他自己的道 这是他的工具 我不是否定圣灵会直接对我们说话 但我必须指出 这是极少见的 我们若认为 有任何事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功 这些事都必须经过道的试验 圣灵绝对不会做出任何 与他的道矛盾之事 所以圣经免利我们要证明诸灵 试验诸灵 变明诸灵 不是每一个灵都从神来的 因此你需要证明 实验任何特殊的灵 谁能提供这证据 就是道 这工作是由圣灵来做的 但他是透过道 借着道而做的 让我再进一步建立这观点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指出圣灵如何借着道 在信徒里面工作 让我们先从我们的更新开始 雅各这么说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灵兽那所财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这道 雅各再度说道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初熟的果子 彼得也有同样的教导 你们蒙的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更新乃是圣灵的工作 他是借着道来更新我们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的道 圣灵使用这一道 来赐给我们新生命 保罗也在铁撒罗尼价钱书 第二章第十三节说 为此 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 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 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乃以为是神的道 这道实在是神的 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这道实际上运行在我们这些信徒里面 他将我们带向永生 并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 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励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神如何做 乃是借着道 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 主耶稣自己对此 有非常清楚的教导 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 有一天主耶稣向众人讲道 听见的人中有许多相信了 然后我们读到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请注意 他们必须常常遵守他的道 他们若这样做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请再听听他的话 现在你们印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洁净人的乃是道 然后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 出现了两个例子 一个在第十七节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当时耶稣正要离开他的门徒 将他们留在世上 魔鬼已经生火待发 要攻击他们 他说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 脱离那恶者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其次请留意他那句奇妙的话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他现在是指他因为 将要在十字架上受死 而被分别出来 他为什么如此做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这是我们在新约各处 都可以找到的一个重要原则 基督是借着他所拆来的圣灵做工 捷径教会 而圣灵乃是借着道做工 但是 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 圣灵所使用的道究竟是什么 我们因这道而成圣 使人成圣的道是什么呢 是什么样的教导 能引领我们逐渐成圣 并脱离罪的权势和污染呢 这在成圣的教义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危险 就是将有关成圣的信息 弄得很狭窄 只将它局限在某些 有关成圣的特殊教训或公式上 我们都很熟悉这一类的教训 有些人说成圣非常简单 当然 这里是指他们所谓的成圣 他们自己宣告一些有关成圣的特别信息 并且说 这些行起来再简单不过了 譬如说 心而顺服 放手让神接管 他们说 这就是成圣的信息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们常常使用旧约的故事来提出教训 并且一任他们的想象力 自以拼持 他们只一心想提出这个简单的公式 关于成圣 他们的说法是 这简单得很 你只要停止挣扎 挣扎 而单单心靠顺服 平信心领受 相信你已经得到了 你继续下去就成了 他们说 你无需做什么 或说什么 然而 这就是道吗 这样的道能引领我们成圣吗 圣经各处所提及的成圣 只是某些方程式吗 你可以忽略新约的使徒书信 及其教训 而只从某些旧约故事 就找到例子说明 这简单的过程吗 这样是对圣经的教训 断章取义 这教导我们成圣 又使我们成圣的道 究竟是什么 答案当然是整本圣经 包括你在新约使徒书信 所看见的真理 使徒保罗为什么写下一幅所书 他写这卷书信的目的 是为了促进他们的成圣 正如他在第一章所提醒的 他们已经相信了真理 但是他要他们在恩典中长进 他要他们长大 除掉一切的罪 包括罪咎 以及罪的权势和污染 他要看见 最终的目标乃是成为完全 圣洁 无瑕无辞 无可止摘 他写这卷书信 就是要叫他们被领到这地步 他们必须经历这过程 整卷以福所书都是在论成圣 这就是这道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 你只要照着公式行就能得到了 不 你必须进入以福所书的教导中 换句话说 我们借以成圣的道乃是圣经的整个教训 它特别是指圣经从头至尾所教导的那些重要教义 只有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见那些将成圣 局限在一简单公式中的说法 实际上是忽略了圣经大部分的教学 那么圣灵用来使我们成圣的道是什么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有关神的道 你教导成圣的道理时 不是从人开始 这是一般人常用的方法 他们说 你生命中有何失败之处 你不快乐吗 你被某些事困扰吗 你心神不宁吗 你过着一种挫败的生活吗 他们说 听着 你可以脱离这一切困扰 你只需要降服 把这些问题交给主 他必然会救你脱离这些 他会把难处挪走 然后你只需要住在他里面 他就必保守你 这岂不是有关成圣典型的教导 他从人和人的问题 开始我怎么才能快乐 基督徒喜乐的秘诀等等 但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成圣 圣经如何教我们成圣 乃是要我们从仰望神的脸开始 你不能从人开始 乃是从神开始 教导成圣和圣洁 没有什么比教导有关神的存在 本性和特质更好的方法了 你不是从自己和自己的问题 需要着手 你乃是从神着手 你不是从自己的欲望开始 乃是从全能的神开始圣灾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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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大主宰 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促进人的成圣和圣洁呢 圣经充满了这一类的教训 看看先知以赛亚的呼喊 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遮满圣殿 其上有撒拉福尸里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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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者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 火灾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 这是圣经教导我们成圣的方法 为什么我们是现今这光景呢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 仍充满各种失败呢 答案在这里 我们不认识神 主耶稣说 公义的父啊 世人未曾认识你 我却认识你 他说 他们若认识你 就不会这样生活 但他们不认识你 他们谈论神 彼此争论 事实上 他们根本不认识你 公义的父啊 世人未曾认识你 我们这些基督徒 甚至也有这问题 我们不认识神 忘记你的公事 忘记你自己 忘记使你烦恼 失望的事 那些不是你最大的问题 你的本性已经受到污染 你如果除菊了一个问题 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带奋斗 真正的麻烦在 我们不认识神 那些寻求神和他面容的人 才是圣洁的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些经验 而是对神的认识 包括他的荣耀 他难以述说的特质 他的圣洁 他的全能 他的永恒 他的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你我若明白自己 站在什么地位 明白自己的身份 明白神正在观察我们 我们的生命 将会有何等的转变 所以圣经就是有关神的道 也是我们主所说的那道 这是新约有关圣洁的教训 你先从这个中心的教义开始 九约中不只是以赛亚告诉我们这些 以西节也说到同样的事 他看见神的意象 同样感觉到自己的不洁 并且也俯伏在地 我们发现 约伯多次谈到神 并且对神有所批评 但是如今他看见了 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你听过多少有关神的本性 和性格的教训 你可曾常常听到 有关神属性的讲道 我们往往是这些为理所当然的 我们从自己和自己的问题开始 我们想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或想得到一些特别的福气 但这一道 你的道是最重要的 借道把教会洗净 同样的道 也启示了我们在最终的光景 它告诉我们人最初是什么样子 要传讲成圣的道理 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传讲亚当 堕落之前的光景 那是人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你可曾在有关成圣的会议中 听到人讲论亚当 或者讲到堕落 人的失败 以及堕落的结果 请读一下罗马书第五章 第十二至二十一节 我们在亚当里面 与他的最有份 这是问题的根源 我们必须弄清楚 神的道将这一切教导给我们 成圣是见机在这真理的解释上 这真理乃是关于神对罪的恨物 以及神宣告对罪的刑罚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十戒 他们建立了罪的事实 指出它来 并且集中焦点在罪上 使我们看清和为罪 我们并不是停留在十戒上 但十戒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需要 律法本是我们熏蒙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律法向我们启示神的圣洁 所以古代教父把十戒 砌在教会的墙壁上 律法不是救恩的方式 它只是用来显明 我们需要救恩 需要不断的解敬 接下去保罗提到神救赎的恩典 早在世界被创立之前 父 圣灵就共同拟定了 救赎人类的计划 保罗在以福所述一开头 已经告诉我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这是我们一开头传讲 成圣信息时 应有方式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这就是了 其次就是关于主耶稣 基督这个人和他的工作 他所做的一切 他所忍受的一切 确实 传讲成圣的信息 最佳之计就是传讲十字架 因为我若仰望十字架 并且思量它 必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爱是如此奇妙 神圣 要求我付出灵魂 生命和一切 他们说 可是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圣洁 我们已经完成了救恩的初步 最以蒙的赦免 你不必在传讲成圣信息时 提到十字架 我们目前只对成圣的公式感兴趣 你不必在这个关头宣讲十字架 然而还有什么比十字架 积聚了更多的圣洁呢 当我思量奇妙十架 荣耀之主在上舍命 欠我所有净看为损 昔日所夸金绝笔下 由于我们从未真正明白 十字架充分的含义 我们才会落到今日的光景 这是我们软弱失败的原因 我们从未明白他对我们的爱 要是我们真正看清十字架的意义 该多好 但愿我们也有像 钦尘多夫那样的经历 他看见十字架的图片 就呼喊道 你为我做这一切 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只有一个渴望 就是基督如此而已 这就是道一切伟大的教训都在其中 包括圣灵 他的工作 他的能力 他使我们受洗归入基督 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另外就是有关教会的教训 使教会成圣的乃是这道 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切教训 包括他第二次再来的教义 此处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咒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很少有人在追求圣洁的聚会上 听到以基督第二次再来为提的讲道 他们说 何必在这种聚会中传讲主再来的事 这与成圣有何关系 你看 我们不知不觉 偏离了圣经 谈到圣洁 你不需要在这里提到十字架 也不必提出二次再来的事 你只需要成圣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只有当我明白 他在荣耀之日来临时 对我所存的旨意 他要把我们当作荣耀的教会 献给他自己 没有任何玷污 咒纹等类的病我的成圣才得到促进 是那样的教训 激励我成圣 使徒约翰说到同样的事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向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想他有着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他捷径一样 主第二次再临的教训 引向成圣和捷径 使徒保罗在以福所书 第五章所说的道 是指圣经完整的道 每一个教训 从头至为整个救赎计划 整本圣经 用水借道 把教会洗净 介绍完了这个荣耀的教义 我愿意用几句勉励的话 做结束 这教训既是真的 那么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呢 由于保罗所解释的都是真的 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你必须与旧日的你有所分别 你必须成圣 洁净自己 出去身体 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有罪的人啊 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二义的人啊 要清洁你们的心 这些都是圣经的劝勉 他们都是由成圣的教义衍生出来的 此处我们发现 主耶稣基督是借着道 透过他所拆来的圣灵 来完成我们成圣的过程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不论你从什么角度看这道 他都会使你谦卑 领你迈向成圣之路 但最重要的是 成圣必须从神开始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我们还有什么时间 可以浪费虚致呢 我们的当务之急 不是除去生活中的一些小毛病 乃是预备好 成为荣耀的教诲 我们仰望神的脸时 就看见成圣的需要 以及成圣的方法 使圣灵在帮助我们成圣 他将我们引向道 他把道展开在我们眼前 植入在我们的心思 一年中 他一天复一天 一周复一周 一年复一年 不断将主启示给我们 我们将看见 他会持续下去 直到这工作完成 我们成为圣洁 无瑕无次地站在他荣耀的面前 这是主不断在他子民和他教会中所做的功 七 高阳的婚言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五至三十三节 我们正在讨论的这段经文中 使徒最主要的目的是 教导丈夫对妻子应付的责任 他用主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做说明 使徒是从一个关系论到另一个关系 但是为了更容易明白他的教训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分别开来讨论 我们已经思考过 他对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说了些什么 并且从永恒和充分的意义上来讨论这教训 现在我们要把它运用在 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上 我们已思想过 基督如何为教会死 为教会舍命 然后他继续将教会分别出来 使他成圣 将他特殊的情感 透注在教会上 好洁净他 继续他灵里的洗净过程 有关主耶稣 继续对教会做的功 还有两个相关的词 值得我们留意 两者都出现在第二十九节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西 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 保罗并不是说 他过去曾保养顾西教会 他的整个目的是指明基督仍旧不断在做这件事 这和我们前面所讨论有关捷径 成圣是一个持续过程的说法 互相吻合 保养 顾西也是一件持续的事 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 做过之后就算了 所以如果把第二十六节所提到的那些事 局限于只是一项过去的行动 就完全错失了整段经文的教训 主耶稣的死是一次做成就永远做成的 但其余的部分则仍旧持续着 一同朝最后的目标前进 让我们来探讨这两个词 它们非常有趣 保养一词本身的意思很明显 它最基本的含义是喂养 供应食物 提供营养 几度关心他教会的健康 以及他的成长 发展和他一切的福祉 所以他保养教会 使徒保罗在《以福所书》第四章里 也论及这主题 他用这样的话来表达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了什么啊 为要成全圣徒 为了使这过程持续下去 成全的过程必须继续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 这里我们再度看到那最终的目标 保罗此处 是用另一种方法说明同一件事 作为基督教会的肢体 我们若知道 主耶稣正在保养教会的生命 该是多美好的事啊 这是主耶稣 表达他爱我们 姑念我们的方式 他用属灵的粮食供应我们 圣经使神借着主耶稣基督 透过圣灵 赐给我们的灵魂之粮 那是他保养我们的方法之一 正如第四章所提醒的 教会一切的时工 都是为同一个目标而设计的 换句话说 教会若忽略那些软弱 不成熟的肢体 实在无咎可辞 同样的 每一个基督徒 都没有理由去忽视那些软弱的肢体 主自己喂养我们 彼得在他的第二卷书信中说 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所以基督徒若埋怨不止 就是一件严重的事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处在旷野 就借口埋怨神 没有供应足够的粮食 食物已经在那里 神供应了天上的玛娜 一个人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 都在圣经里了 正如彼得所说 那纯净 无杂质的营养就在这里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教你们因此建长 主已经供应这灵奶 这是一件值得我们深思的 侍主耶稣在保养教会 做丈夫的 也当保养妻子 供应他食物 和他的一切所需 做父母的照顾孩子时 总是注意在适当的时间 供给他们适当 足够的食物 他们在这一方面表达如此的 关切 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更远超过这些 我们当如何回应呢 我们知道他正在保养我们吗 他的保养包括提供 公开敬拜的行动 公开敬拜并不是人设立 发明的 他也不能被当成一种 法规来遵守 人们不能把到神的家中敬拜 当作义务 好像不得不履行似的 他们来是为了得胃养 为灵魂寻找粮食 主耶稣已经供应了食物 神知道 我站在讲台上 为他正道 并不是因为我自己选择这样做 若不是出于主的呼召 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 我过去曾经抵挡他的呼召 这是神的方式 他呼召人 将他们分别开来 赐给他们信息 同时圣灵也赐下亮光 这些都是基督喂养教会的一部分 下一个词是顾兮 这个词只在新约出现两次 它包含一个概念 就是以衣蔽体 孩子最需要的就是食物和衣服 心腹 妻子的需要也一样 这是你首先想到的两样东西 食物与衣服 顾兮 但是 它还包括了进一步的含义 就是顾念 照顾 看护 它表达了一个人的挂念之情 当你保养 顾兮一个人的时候 你借着不断地留心看顾来 表明你急切地盼望他健壮 发展 增长 这就是此处顾兮一词的含义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对于主对我们的关心 和关切 缺乏概念 这是我们基本的缺陷 我们不明白他的爱 人们常常关心他们对他的爱 但是你我若不开始了解他对我们的爱 就无法真正去爱他 你无法努力促成爱 你可以产生兴奋或一些属肉体的感觉 但你无法制造爱 在教会的例子中 爱总是一种回应 一种反射 我们爱 因为神仙爱我们 我们本来是无能为力的 直到他突然将爱的光芒照射在我们身上 我们体会到了 于是我们开始去爱 我们是用一种非常实际的方式 明白他的爱 就是他为我们所做的 他的保养姑息 我们越看见这些 就越明白他的爱 越惊讶他爱的深光 也就越多以我们的爱来回应他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做的工上面 我们从那里开始 但是我们看见他 完成了工作之后 又继续供应 照顾我们 在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上引领 只是我们 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保养 照顾他舍命所赎回的教会 这不是说 我们就忘记了十字架 或者掉头不顾而去 乃是在十字架以外 又看见他为我们进一步所做的事 主耶稣为什么做这一切 他为什么要为教会舍命 为什么要有成圣 洗净的过程 为什么要保养姑息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目的 答案建于第二十七节 可以献给自己 你不妨在这里加上一个词 他可以亲自献给自己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 所有的比喻 甚至包括圣经里的比喻 都有其不够全备之处 它们的存在 是为了让我们能一批真理的本质 但是没有一个例证是完全充分的 此处使徒保罗是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来说明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但是我们立刻看见这个比喻也有不充分之处 没有办法含过每一部分 我们都知道婚礼一般的程序是由新娘的父亲或一位亲人 将新娘引进来 交给亲郎 新娘在此之前 一直是受到别人的供应 包括他的教育 一是 教养等 如今他也由别人将他引到新郎面前 然而 此处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却非如此 基督乃是亲自 把教会献给自己 他可以亲自献给自己 这是另一种方式来强调 圣经从头至尾贯穿的一个伟大主题 我们整个救恩都是从主来的 他做成一切 他甚至亲自把心腹献给自己 因为别人不能做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做 只有他能 他从始至终为我们做了每一件事 最后 他要在荣耀中将我们献给他自己 因此我们面前的图画是 主耶稣正期待着那一刻的来临 那一日 他要将教会献给他自己 教会倒是是什么样子呢 他将成为荣耀的教会 意思是 他的特征就是荣耀 我们都很熟悉荣耀一词 不管是我们个人言谈中 或者圣经里出现的荣耀 我们每一个人最终的命运 每一个人的救恩最终之结果 就是得荣耀称义 成圣 得荣耀 有时他被描述为得数 例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的那句伟大的陈述神 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 圣洁 救赎 他真正的意思是荣耀 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的荣耀 那是结局 你也可以在腓利比书第三章结尾看到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教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是将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 教会也如此 整个教会将得荣耀 荣耀的教会即是词意 他将在一种荣耀的状态下 为了使我们明白 使徒首先描述他外表的样子 他用两个负面的词来描写 荣耀的教会将没有玷污 没有皱纹 它没有任何的污点或瑕疵 我们很难了解这一点 当教会行走在这充满罪恶和羞耻的世界上时 他很容易被泥泞所污染 以至身上污点斑斑 要除去这些污秽并非易事 我们所熟悉的清洁方法都不足以除去污点 教会在世上是不洁净的 他虽然已被洗净 但是身上仍有许多点污 一旦他到达荣耀之境 得了荣耀之后 他就不再有污点了 他把教会献给自己 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和天上有权势的 都将注视着这惊人的事 他们详细查看 审视他 发现他身上再也没有任何玷污和泥泞了 即使最谨慎严密的检查 也找不出任何最细微的罪之痕迹 使徒已经在第三章第十节 介绍了这个观念给我们 为要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些执政掌权的要观看 他不仅将教会献给自己 并且要将它呈现在他们面前 新郎和新父将站在永恒的天君面前 他邀请他们观看 检查它 他们在他身上看不见任何污点 乃是无瑕无辞的 感谢神 教会也没有皱纹 毫无玷污纹 我们都知道 皱纹是年老 疲病或愁苦的表迹 皱纹代表不完全 我们每个人年老时都会生皱纹 因为皮肤中的脂肪逐渐消失了 疾病也会剥夺走这一层脂肪 使我们未老先衰 不管皱纹产生的原因何在 任何一种忧愁 艰难都会产生皱纹 怕都是压力 衰退 年迈 失败的表号 世上的教会有许多皱纹 他看起来越来越衰老 但是感谢神 保罗说 当那伟大的一日到来时 基督要把他献给自己 他不但不再有玷污 皱纹 并且是荣耀的 每一样缺陷都被铲除 他的皮肤变得完美 平滑 这种完全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诗篇第110篇 表达了这整个观念 诗人向远方眺望 预先得以一瞥 这种完美的光景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 甘心牺牲自己 以少年时光要如清晨的干部 教会将返老还童 恢复少年的容颜 容我放胆这么说 这位美容专家 将替教会做最后的修饰 他的按摩是如此神奇 以至于他脸上的皱纹 全消除不见了 他看起来如此年轻 散发出青春的光彩 他的双颊红润 皮肤光鲜平滑 没有任何污点和皱纹 他将永远保持这样子 他卑微可耻的身体 已经永远消失了 他的身体有了一个新的 荣耀的转变 这是我们对教会的一般概念 不要忘记 保罗在腓利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至二十一节里告诉我们 同样的事也要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件奇妙之事 我们个别的身体都降得荣耀 我们将以年轻的身体住在永恒里 不再有缺陷或疾病衰老的痕迹 我们将焕然一新 在永恒里没有腐坏病痛 那属于我们的荣耀也永不褪色 这是教会外表的光景 不要忘了使徒急切要表达的一个观念是 新郎非常以他的新娘为荣 他为了那一日而预备他 在那一日他将盛大庆祝一番 他要把他引诫给整个宇宙 不只是他的外表 他里面也一样将变得完全 诗篇第四十五篇对这一切 做了完美的预言式之描述 王女在里面极其融化 诗人并不满足于丹丹说 他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 或他要穿线绣的衣服 被引到王前 他特别强调他里面极其融化 使徒保罗此处也提到同样的事 称为圣洁无侠无辞 他将全然圣洁 使徒的宣告非常积极 教会的义并不只是没有罪而已 他乃是与主耶稣自己的义有份 一个只是注重道德的人 很难明白这一点 他们除了消极的道德之外 对其他的事义无概念 对他们而言 道德就是不去做某些事 这不是圣经所谓的义 圣经的义乃是像神一样 神是圣洁的 教会有这种积极 闪耀的义就称为圣洁 这基本上是一种积极的政治 真实 美丽 每一样的荣美 本质上都是从神里面来的 教会分享了这荣美 如今他穿上了基督的衣 感谢神 教会将像他一样 全然圣洁公义 为了确保我们明白 使徒保罗又加上一句 没有瑕疵 意思是无可指债 他已经在以福所书第一章第三四节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这好像是一支序曲 你总是可以从序曲中 找到整个乐章的主题 保罗此刻 重拾他在第一章所提到的主题 他在第五章里 将其做进一步地解释 教会将要进入这种荣耀的状况中 让我做一番归纳 使徒所用的词汇 可以含阔身体的美丽 健康 匀称 以及属灵品格的完美 想想你曾看过美丽的新娘 然后将她的美予以无限扩大 你还是无法明白 那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美 但那是教会将来的写照 世界上没有一种美丽是完全的 有人脸庞很美 但手却不好看 总是有一些缺陷 有一些瑕疵的 对不对 但是教会的美却一无瑕疵 我相信保罗所描述的 就是这种美帝极致 他在每一方面都配合的天衣无缝 都是绝对的完全 当然 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渴望得到这种完美 我们都缺乏平衡 有些人充满头脑的知识 或神学的常识 却停在原地不动 有些人对教义一无所知 却大谈他们的活动和生活 这两种人都有缺失 一个只有神学常识 却不能在生活中彰显神能力的人 实在不配代表他的主 另外一种人也一样 这些所谓看重实际的人 他们不肯花时间研究圣经的教训 另一种人则除了满脑子教义 其他一无所有 两者都一样不完全 感谢神 有一日我们将成为完全 毫无缺陷 生命彰显出绝对的和谐和平衡 哦 此处所描述的完美是何等荣耀 这正是我们的主一天赋一天 一周赋一周 一年赋一年 在为我们预备的 你明白这是为你预备的吗 你认识到 作为教会肢体的特权吗 这就是做基督徒的含义 那些喜欢上美容院的人 是否也基于上基督的美容院 我们是否知道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基督为他而死 为他而继续在做这些事 你可曾知道他真爱你 你知道他把你的名字写在他心上 他已永远不变地爱赖我们 他为我们死 把我们分别出来归他 供应我们一切 并且预备我们 好在那伟大的一日来临时 把我们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这是正在进行的过程 容我提醒你 这个过程要一直持续下 去直到完成为止 没有一件事能够拦阻他 因为他是他的心腹 由于他对他的爱 他不能允许任何事 拦阻着工作 圣经也提出了保证 使徒在以福所书第三章第二诗 二十一节里说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 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那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要继续这工作 他并未停留在他的死亡上 也未停留在称义上 他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 他做了使徒所描述的那一切 好叫我们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这能力是无可抵挡的 我要再提出一次警告 你若真是神的儿女 是基督身子的一个肢体 容我在这个崇高而荣耀的 教训之亮光下警告你 现今的身体将被变成完全 所以不要抗拒他 不要抵挡他的油膏 他的抚摸 也不要拒绝他用自己的话语 和其他各种方法 所教给你的教训 因为你若沾上了醉污 他有强力地去污迹 可以除去你的污秽 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有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 我们守圣餐时常常会引用使徒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第十二节说的那句话 人应当自己省茶 他的论点是 如果我们省茶自己 分扁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但是我们若不审茶自己 他就会为我们做 这是毫无疑问的 人应当自己省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 意思是态度随便 根本不思想自己在做什么 也许他只在主日 想到有关主的事 平常六天旺的一干二净 然后就来守圣餐 因为他是教会的一份子 保罗说 你若是这样就得当心 人应当自己省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他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因此 因为他们不省茶自己 不知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他要使教会成为完全 荣耀 因此在你们中间 有好些软弱的 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软弱的是 指那些常常身体不适 却又查不出病因的人 患病的是指实际生病的人 由于他们不省茶自己 主就有其他的方法审判他们 我们读中圣徒的传记 会发现 有许多人回顾 曾领导他们的疾病时 就不禁要为那场病而感谢神 我记得一个最佳的例子 就是查摩尔博士 如果不是一场大病 使他足足躺在床上 达十二个月之久 他恐怕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布道家 那是神用来使他完全看清真相的方法 因此 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 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这是极大的奥秘 我也不能装作明白的 但使徒的教训 却是清楚明白的 他说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我们若醒察自己 对付自己 惩罚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 这是什么意思 乃是被主惩治 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这一切都可以注视 我一直企图表达的 由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由于他对他的期许 他盼望那一日的到来 届时 他将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他继续他的工作 直到末了 我们若不回应他 接受他的宠爱 和他所表现的温柔之爱 那么他爱你 到一个地步 他必然要洁净你 带你到那境界 他也许会使用软弱 疾病等的强酸来洁净你 但这些都是与你有益的 请不要误解我 我不是说 我们每一次生病 都必然是神的管教 圣经并未这样说 但圣经说有这个可能 也常常会发生 你可以从圣经中找到不少例子 保罗体会到他肉体中的一根刺 是神给他的 目的要他谦卑 免得他自高自大 有些愚昧人说 人生病绝对不是出于主的意思 但是圣经教导 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这是他的方法之一 有好多软弱的 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你若真是神的儿女 要小心 谨慎 因为你属于这身子 它是身子的头 它要洁净你 保护你 使你成为它定义 要你成为的样子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最后一个问题 这一切何时才发生 毫无疑问的 这必然是指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 他要来将教会取去 这是圣经的教训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记录的大祭司祷告 也论到同样的是 基督的心愿是 教会能看见未有世界已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这是你 我 所有基督徒 都将看见的 我们将看见他的真体 如今 他再度拥有 他从永世就与父共享的那荣耀 当他在世上时 他撇下了一切荣耀的表迹 所以我一向反对 人为耶稣画像 因为人只是纯粹凭想象化 可能错误百出 我们没有他肉体长相的任何具体凭据 圣经对此只字为题 他乃是成为最深的形状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七节 暗示我们 他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老 他说到自己 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他们说 你还没有五十岁 岂见过亚伯拉罕呢 当时他不过三十三岁 他们居然估计他略少于五十岁 但这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 他生上天之后 他原有的荣耀又回来了 如今他是在荣耀中 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 曾经得以一瞥他的荣耀 由于那景象太耀眼了 以致他俯伏在地 双目失明 你我都将看见的荣耀 看见他的真体 在我们能忍受得住那景象之前 我们需要先的荣耀 我们可以确定 这是必要发生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作为基督的心腹 我们将在他身旁 分享他的荣耀 这是何时发生 就是每一件事都完成了 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了 以色列得赎了 教会完全了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被遗漏 魔鬼对此无计可施 他已经被打败了 使徒保罗总是喜欢提到这一点 他在腓利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说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 直到何时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就是那日 主的日子 耶稣基督的日子 基督的日子 或者 如他在同一卷书 第三章结尾所说的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他降临的时候 要按着那能教 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没有一件事能拦阻这日子的到来 使徒又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 二十三节里说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劳苦 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节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数 意思是 我们一切的玷污 皱纹等病都得以消除 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瑕无辞 你可曾留意 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六至九节的记载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 全能者 作王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赴羔羊之婚言的有福了 哦 能受邀参加羔羊的婚言 是何等的权利 那时他要将心腹献给自己 他将穿上一袍 里外都完美和谐 哦 被邀请参加那婚言的有福了 难怪犹大 在他那一卷篇幅很短的书信中说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 叫你们无瑕无辞 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 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 愿荣耀 威严 能力 权柄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 从万古以前 并现今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届时将感觉如何 我们的感觉 与代价的少女一样 我们迫切期待那一天到来 并为那日子而活 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我们受到他的激励 鼓动 并且翘首以待 等待成婚之日 婚礼 观礼的朋友 婚言 以及一切的荣耀 华美 尊严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他注视他的眼睛 他也同样定睛看他 那是主耶稣来到世上 受死 复活的目的 那是他对我们存的心意 他为我们死 将我们分别出来 洗净我们 保养我们 顾惜我们 都是为了这目的 但愿神赐恩典 教我们明白 作为教会的肢体 是何等的权利 愿神赐恩典和能力 好教我们知道 那等在前面的荣耀 就喜爱那荣耀 而轻看世上的事 八 成为一体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五至三十三节 我们继续思考 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接下去 我们将发现 使徒的教训 仍然高超跌起 你或许以为 没有别的比第二十节 更崇高了 在那里 我们得以一片那 等候在基督的 心腹前面的荣耀 但是这个教训 又更进一步 又更奇妙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向我们启示出来 就是有关基督与教会之间 奥秘连结的教义 使徒保罗的论点是 我们若不明白 基督与教会奥秘联合的教训 就无从真正明白 婚姻有意义 我们会发现 明白这两个教训中的任何一个 都有助于我们 更明白另一个教训 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奥秘连结 有助于我们明白 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连结 而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连结 也同样发出某些光亮 照在基督与教会的奥秘连结上 这是整段经文的奇妙之处 人类的类推法和立正 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 但是归根究竟说来 我们对神真理的认识 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其他一切事物 所以使徒将这两件事交织在一起 相提并论 我们必须注意 有关基督与教会连结的教义 毫无疑问的 保罗在第32节所谈的话 能带给我们不少安慰 这是极大的奥秘 他确实是一个大奥秘 因此我们当以谨慎 祷告的心来接近他 当然 若没有圣灵的告友 我们根本无法明白他 对那些尚未更新 未悔改相信的世人而言 这教训听起来 简直是无稽之谈 即使对基督徒而言 这也是一个大奥秘 但是感谢神 新约使用奥秘一词时 从未表示 这是一件根本无法明白的事 奥秘意味着 靠人类心灵无法想通的事 不管这个人的心灵 是如何伟大 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 最伟大的哲学家 如果他没有更新 他不过是一个新手 比婴孩还不如 事实上 他在灵里是死的 他不会明白 我们正讨论的这主题 这是属灵的真理 只能用灵去明白 对这一点 最佳的解释 简于哥林多前书 第二章第六节之末了 难怪这个崇高的主题 常常被人误解 以罗马天主教 对这一点的教训为例 他们把倾听一本中的奥秘一词 译成圣礼 他们的译文是 这是极大的圣礼 根据这句经文 他们衍生出一个教义 婚礼是七大圣礼之一 他们谈到七圣礼 婚礼即是其中之一 而一般更正派基督徒 只守尽礼和主的晚餐两项 他们所用的证据 即是此节经文 以此为基础 他们认为婚礼是一种胜礼 所以只能由神父主持 这是他们用来高举神父制度 以及替基督信仰 深入神秘色彩的另一种方式 这一切都是有用意的 它显示出 人们是多么容易 为了控制自己造出的某些理论 而歪曲 谬解圣经 如果你一开始就志在高举教会和神父制度 那么你必须用各种方法去维护它 同样的 抹油也是只能由神父之行的一事 是圣礼的一种 这些事 都不过是为了强化神父的权力而设计的 我提到这些是为了说明 像这一类的经文 是如何容易被人误解 保罗紧接下去说的那句话 更足以证明 罗马天主教会的错误 他说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这是他所谓的奥秘 他将亮光照在男人和女人的婚姻关系上 但他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真正的奥秘乃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显然罗马天主教认为 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也是一种胜利 他们当然不会这样说 因为说出来未免暴露自己的愚昧 然而这是证明这句经文被人误解的证据之一 贴开罗马天主教的观点 让我们再来看这句话 这是极大的奥秘 保罗的意思是 这是一件很深奥复杂的事 需要用上你一切的资源 需要用上他在第一章里 为他们祈求的悟性 让圣灵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如果我们不用圣灵的告友去认识这奥秘 就会面临三种危险 第一个危险是 根本不去思考它 可惜许多基督徒也持这种立场 他们说 啊 这太困难了 因为太难 他们根本不尝试去明白 就匆忙挑到下一段经文去 当然 我们不应该持这种态度 经文中是有难以明白之处 但这并不表示 我们就应该略过它不提 他们存在那里 是为了叫我们去学习受教 不论多么难懂 我们都必须尽力去明白它 把握它的意义 这也是教会存在的理由之一 所以 主耶稣赐给我们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等等 目的在教导我们这些事 好教我们明白 我们绝对不可以说 哦 这太难了 然后急急转向别的事 你如果不是这明白 这里提到的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奥秘 必然无法明白你自己的婚姻 使徒写下这些 就是为了帮助你明白这奥秘 第二种危险是企图淡化它的神秘性 或者贬异它的奥秘 有许多人 甚至包括解经家在内 都已经这样做了 他们非常害怕这种奥秘的连结 以及有关的教训 所以他们把这种连结减低到 只是一般类似的事 或仅仅是某种共同有的兴趣 这等于把奥秘的成分完全剔除了 他们说 这不过是保罗夸张的笔法 他故意使用高度戏剧化的言辞 我们绝对不可以削减着奥秘 也不可以将它等线使之 这是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 常常遇见的一个危险 我们应该极力避免 第三个危险是 企图用太过细微的方式去明白这奥秘 由于我们下定决心要去明白它 结果我们做得太过分 一点细节也不放过 以至于最后毫无奥秘存在了 显然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因为使徒自己说过这是极大的奥秘 这不是说我们根本不可能明白 它乃是指我们无法完全明白 仍然会有一些事情困惑我们 仍有一些事会使我们感到讶异 震惊 面对着极大的奥秘时 让我们小心避开这些陷阱 这是一个奇妙的真理 只有在圣经中才能找到 它那罕见的高峰 使徒保罗对于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奥秘关系 做了什么样的教导 我们可以先从一些熟悉的事开始 因为有些部分他已经在这卷书信中提到了 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是 教会是基督的身子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然后他又在第二十九节加上 从来没有人恨母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兮 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 接着他说的更详细 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他已经在第一章结尾时 介绍过这个教训了 他在第四章第十六节又介绍了一次 使徒再度谨慎地提醒我们这一点 因为他急于将这种亲密关系的原则带出来 那是身子的头与肢体之间的关系 他所要强调的是 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不只是外在的 当然他们有外在的关系 但不限于此 婚姻最重要的特质不在于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那只是一个开头 后面还有许多更深刻 更奇妙的事物 保罗说 教会实际上是基督的一部分 正如肢体是身子的一部分 其中头是主要的部分 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 保罗在第一章结尾时说 又将万有扶在他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在第四章又说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是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百结各案各职 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们必须持守住这原则 这是要明白 那奥秘连结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此处只是一个隐文 他在第三十节又进一步加上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接着他天上一句很不寻常的话 就是他的骨他的肉 他是在论及教会与耶稣基督的关系 我们从这里真正进入了奥秘中 教会是基督的身子 这个比喻虽然难懂 但是还比不上是他的骨他的肉 这句话难解 有些人企图逃避这困难 而指出在某些版本里 这句话并未出现 但是所有最杰出的解经家都同意 一切优良的版本 都将这句话包括进去了 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理由来解决问题 事实上 整个上下文 以及接下去保罗引用的 创世纪第二章的一段经文 都显示我们应该保留这句话 否则引用那段创世纪就显得毫无意义了 所以我下面要指出 保罗清楚地将创世纪的话引用到这里来 现在我们进入了这奥秘的中心 我们必须记住 使徒的心愿和目的仍然一样 没有改变 如果他只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子 就不再继续说下去 我们可能会把这种关系 想得很松散 当然我们不应该这么想 因为任何人若对人的身体有所认识 就知道身体不是包含一堆松散的肢体 不必多说 我们也知道 身体不是这边挂着一只手指 那边挂着一条腿 不 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乃是他是有机体的联合 保罗为了强调 维护着原则而附加上一句 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就是他的骨 他的肉 就我而言 解决这问题的唯一方法 就是照着使徒给我们的暗示 回到他引用创世纪第二章 第二十三节的那句话上面 那人说 这是指神给他的女人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这句话也同样常常遭人误解 有人说 以福所书第五章第三十节 是指导成肉身的事 这等于多个圈子说 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时 他取了人的本性 换句话说 他取了我们的肉 我们的骨 这种解释 根本不可能成立 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 主耶稣基督 这位圣三一真神中的第二位 取了我们的肉和骨 他是说 我们取他的肉 他的骨 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就是他的骨 他的肉 这和前面那种说法正好相反 也有人因此对主的晚餐起了 可悲的误解 有人说 使徒写道 我们使他身上的肢体 就是他的骨 他的肉 他是指主耶稣的荣耀以后的身体 他们说 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已经得了荣耀 所以我们实际上 就是荣耀身子的肢体 但是我们只要用一句话 就足以否定他们的论调 那就是主的荣耀的身子 是在天上 所以这荣耀的身子 不可能运用于我们 他们甚至据此 而介绍了 整个有关煮晚餐的问题 罗马天主教会说 这一点困难也没有 他们的教导是 在圣餐桌前 神复行了一个神迹 把一片面包 变成主耶稣基督的肉和骨 这是便知说的论调 盘中的饼外表上是饼 实质上已经改变了 变成主的肉 外表的样子还保留着 但领圣餐的人所领到的 乃是基督实际的身子 所以你是在吃他的肉 他的骨 你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他们又引用约翰福音第六章 来支持这种理论 信义宗的教义 不属于便知说 他们自称为和之论 其实是大同小异 他们说 饼没有实际上变成基督的身体 但基督荣耀的身体 进入了这饼 与饼斜在 所以你领受的是 这饼加上基督荣耀的身体 你吃的时候 两者都有了 显然这些说法 不过是将使徒在这节经文 和上下文中没有说到的事 添加了进去 他们企图用于上下文不符合的方法 来解释这奥秘 结果几乎踢出了他的奥秘性 如果我们让使徒自己引导我们 就必然会得到一个真正的解释 他很明显的是引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三节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显然他用亚当和夏娃来比喻基督和教会 所以他论到教会时 自然能够说 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就是他的骨和他的肉 这有何含义呢 我们必须进一步到这奥秘中 这岂不是像我们走入山洞 看见第一个小房间 然后发现他有一个出口 通过另一间 从那里 你又找到通道 引向另一间 如此继续下去 在最中间的内室里 终于找到宝藏 使徒保罗的意思是什么 乃是取决于 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三节的含义 答案很清楚 那女人乃是由男人所出的 你留意到这节经文实际使用的词汇吗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它为女人 为何称女人 答案是 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女人的定义是 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人 这是女人义词的含义 根据定义 名字 起源 女人乃是从男人出来的 但请注意 这件事是如何形成的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第二十节结尾又说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当时神已经创造了动物 神看动物都是好的 但是动物无法帮助亚当 人和动物有基本的差别 毕竟人是特殊的受造之物 它不是由动物演变来的 最高等的动物 基本上也与最卑下的人不同 两者属于完全迥异的领域 人是特殊的 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虽然动物很可爱 但没有一个动物 能成为人的伴侣 满足人的需要 让我们继续下去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雷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 所取的雷骨造成一个女人 女人是从男人所出的 是从他的身体 他的肉 他的骨取出来的 神从男人身上取出一部分 用来造女人 所以女人是什么 他和男人有一样的体质 是他的肉 他的骨 神动了一个手术 他是亚当沉睡 然后动手术 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 又用这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是他的骨 他的肉 如何做得呢 一开始 女人就是神在男人身上 动工造成的结果 教会是如何行事的 由于神在第二个人类 就是他独生的爱子身上 做了大功 结果有了教会 亚当陷入沉睡 神的儿子也沉睡了 他教出自己的灵魂 弃绝了 就在这一时 教会被取出来了 正如女人 是从亚当而出 教会也是由基督所出 女人是从亚当的泪旁而出 教会则是从基督流血 受伤的泪旁所出 这是他的起源 所以他是他的骨 他的肉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你明白这些吗 新约提到主耶稣基督时称 他为第二个人 或幕后的亚当 并不是偶然的 使徒也在这里教导我们 这是真确的 我们通常认为 基督徒与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是在个人的基础上 这没有错 以罗马书第五章为例 那里记载了有关基督徒 与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保罗同样把第一个人类 和第二个人类 做一番比较 说到我们都被牵涉到 亚当的过犯里 也同样涉入基督的一中 那里强调的是个人 此处则是把教会当作一个整体 是一种集体的关系 保罗所教导的是一个奥秘的真理 正如女人是从男人所出 用她身体的一部分所造 是她的骨她的肉 同样教会也是由基督所出 我们是她的一部分 是她身子的肢体 是她的骨她的肉 她是最后的亚当 是第二个人 神在第一个人身上动手术 为她造了一个心腹 做她的帮手 神也在第二个人身上 用极其荣耀的方式 做了同样的事 让我们再进一步 我们是带着敬畏和虔诚的心来讨论 使徒强调 我们与基督的本性有份 请注意她在第二十八节用的自己一词 她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骨膝 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 这是同样的观念 身子是男人的一部分 他注意自己的身子 就是在注意自己 他无法使身子和自己脱节 他为身子做的 就是为自己做 他做是因为这身子是他的一部分 这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这并不表示我们是神圣的 关于这一点 我们必须谨慎 我们基督徒并非神 也不是神圣的 保罗的意思是 主耶稣是一个新族类的 开创者和歧视者 亚当开始了一个族类 在主耶稣基督里 也开始了一个新的族类 我们都有份 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彼得说 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 我们如今与那位中宝的性情有份 我们的生命 存活都在乎他 我们真正是他的一部分 但我们必须采取最后一步 第三十一三十二节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我们要了解使徒的意思 必须再度回到创世纪第二章 这节经文 直接引自创世纪第二章 第二十四节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很多人害怕面对这节经文 他们说 哦 这是极大的奥秘 我们必须小心 不要太过于强调它 所以他们说 保罗提到 二人成为一体 引用创世纪第二章 第二十四节的话 不过是要完成他的引文 但是使徒不会做这一类的事 除非他有一个特定的目标和用意 他不会随便引用旧约的经文 他们说 显然这与主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无关 保罗在这里只是谈到丈夫与妻子 他没有涉及基督和教会 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 因为保罗说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 我相信成为一体的说法 不但可以用在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上 也可以用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上 但是我们得谨慎 因为这是极大的奥秘 我不打算假装自己全都明白了 我也不想减损他的奥秘 我只想把握有关这奥秘关系 这奇妙连结的教训 回到创世纪第二章 你会发现亚当原本是一个完美 完全的人 但是他有某一种缺乏 他没有遇见人帮助他 我们读到神行了一件事 这个人变成了两个人 亚当和夏娃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这女人是从他出来的 所以是他的一部分 他不像男人那样 是从一无所有被造出来的 然而事情尚未了 从这一点 我尤其看见了奥秘之处 就某种意义而言 他们如今是两个人了 但另一方面 他们又不是两个人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奥秘的本质 他们看来是两个人 但从另一方面 看又不是两个人 我们绝对不要忘记 这种连结 合一 以及成为一体的观念 让我们来到这奥秘的顶峰 亚当若没有夏娃 就不完全 这种缺陷 不足 因着夏娃的被造而得到补足 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说 夏娃促成了亚当的充足 弥补了亚当的缺陷 这正是使徒所说的 教会与基督之关系 他在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说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教会是基督所充满的 他说 教会使基督的充足 完全表明出来 我认为 他在第五章这里 只是重复同一个真理 正如亚当与夏娃成为一体 夏娃补足了亚当 成为亚当的满足 教会也一样 补足了基督的充足 这是新约使用 充满一词实的意义 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就是教会 我们可以从这一方面来看 主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他是完美的 完全的 从亘古即是如此 父喜欢教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他一直是与父共存的 同等的 三一真神的丰盛 存在于每一个位格中 在他没有任何缺乏 需要弥补和不足的地方 但是作为一个中宝 基督若没有教会 就不够充分 这是奥秘 是最荣耀之处 作为中宝的基督 没有办法完全 充足 直到有一天 他为其受死的 每一个灵魂都聚集了 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的树木满了 那时他才完成一切 他的丰盛才完全 这是救恩的大奥秘 所以我们要格外谨慎 救恩的教义告诉我们 可称松的神子为了救我们 而将一些限制架在他自己身上 他取了人的样式 就是为了自己设下限制 他仍然保有神性 这方面是没有限制的 他的神性 未曾有丝毫削减 这是很大的奥秘 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 但这是圣经的教训 基督是永不改变的 不错 但他成为人 他在世上时 甘愿由软弱和限制 成为最深的形状 我前面说过 作为一个中宝 他若没有教会 就不够完全 他有一个心腹 他将与他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主耶稣基督回到天上时 他并未把身体留在地上 他还是带了回去 那个人的本性 如今仍在他里面 他仍然是三一真神里的 第二个位格 而你我都有的人之本性 也在他里面 我们也将在他里面 直到永远 他甘愿顺服在某些事物之下 这是用一种激进一测的方式 说这些话 但使徒是引用创世纪的这节经文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我不打算强调细节 但我要这么说 主耶稣基督 离开荣耀的天界 来到世上 是为了他的心腹 他也有一次的离开 正如一个人离开他的父母 与妻子同住 是的 他离开荣耀的天界 是为了他的心腹 在那可谓的一刻 他出声喊道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起我 在那一刻 他与父分开了 为什么 是为了将他的心腹 买赎回来 如今 心腹成了 他身体的一部分 是他的骨 他的肉 我认为 这是最高深莫测的奥秘 没有什么比这更奇妙 更荣耀的了 我们与他的人性有份 我们与他联合 直到永远 所以圣经说 我们将高过天使 并且要审判天使 保罗说 岂不知圣徒 要审判这世界吗 岂不知我们 要审判天使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将被提升 高过他们 我们在子里面 使他的一部分 与他联合 与他成为一体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每次我们想到这关系时 必须注视着奥秘 并且知道 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就是他的骨 他的肉 但最重要的 我们必须明白 他为了使 我们成为他的心腹 而为我们所做的事 他离开天父的宝座 反倒虚极 成为人的样式 他如此爱教会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九 心腹的特权 以福所书五章 二十五至三十三节 我们前面讨论的 那几节经文 主要是针对 丈夫说的 但我们也看到 其中对所有基督徒 也有一个荣耀的信息 这是因为 使徒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来做比较 对做丈夫的说话 每一个做丈夫的 都必须将这比喻 铭记于心 在我们将这教训 运用于丈夫 对妻子应尽的责任之前 我们还有一件事 带做 保罗的话暗示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不只是对做丈夫的 也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无比的价值 我们若明白自己 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知道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 就必须注意这事 让我接下去 做机一步的解释 前面所讨论的 必然引出一个结果 就是 丈夫有一些东西 赠给他的心腹 现在我们要来看 基督将什么赐给他的心腹 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将再一次明白 作为基督徒和教会的一份子 是何等荣耀的特权 我把这个真理放在你面前 是因为我越来越相信 今日基督徒最主要的问题 麻烦在于 我们这些基督徒 未能明白 作为基督教会和基督身子的肢体 是何等大的权力 我知道 我也同意 关心事局是对的 我们基督徒 不能对世界局势漠不关心 但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有人会对教会的现况 心满意足 当然 事局如此 最终得归咎于教会的光景 对我来说 现今最可悲的一件事 莫过于基督徒未能明白 新约对于我们基督徒说了些什么 也不明白 所谓基督身子的肢体 真正意义何在 在现今这个看重荣华 名誉 地位 声望的世界 教会还能保持会有不流失 岂不令人惊讶 很多人似乎认为他们到教会来 是给教会一个面子 却不知道 其实这是一个人所能拥有 和所知道的最荣耀之特权 另外 有些人把去教会当作一种责任或工作 如果他们能发挥一些功用 就沾沾自洗 这显示了 他们未明白 作为基督身子的肢体 就是基督自己的心腹之意义 我们来看看 他所赐给我们的一些东西 如果教会能看清这些东西 他就再也不会感到羞惨 疲惫 双手下垂 面容憔悴 给人一种可悲的观感 他会充满了骄傲 喜乐 荣幸的感觉 他赐给我们什么 首先是他的生命 我们已经看过这真理 现在我必须重提一次 他将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 使我们有份于他的生命 一个人结婚时不也是这样吗 从前他过着自己的生活 一旦结婚后 他就不再独自生活了 他的妻子分享着他生活中的一切 他既是他的一部分 就分享他的生活 活动和一切与他有关的事 一个男人结婚以后 所学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他遭遇到任何情况时 必须用新的方法去应付 从前他主要问的问题是 这件事如何影响我 我应该如何反应 但是现在他不再停留于此 如今他必须思想 这是如何影响他的妻子 他不再是孤家寡人 过着单身汉的生活 他总是得想到另一个人 因为那人分享他的生活 也许他个人可以接受某些事 但如今他总是得顾虑到另一个人的看法 关于这一点 我可以举出许出例子 从我多年的募会经验里 我可以说许多人婚姻中的难处和问题 都是起因于做丈夫的忘记了这一点 让我举一个例子 我所以选这一个例子 是因为这是我常常遇见的情况 也常常在这一件事上遭人误解 我甘冒被误解的危险提出来 是为了更有效地说明这一点 有一个人来见我 他说他感觉神呼召 他到国外去宣交 这很好啊 但是接着我必须问一个问题 如果他是已婚的 我总是会立刻提出来 这问题你太太怎么说 有时候我会碰到一些人 他们似乎根本不关心太太怎么想 他们认为这件事 纯粹是出于他个人的决定 不对 一个男人无权在这种事上擅自做主 把妻子放在一边 因为他与妻子已经成了议题 他必须考虑妻子的意见 我们已经讨论过妻子对丈夫的责任 但此刻我要强调的是 如果这人说 我若感觉被呼召去从事某项特殊的工作 我太太说些什么都无关紧要了 那么这人必须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基督徒 太太的意见攸关重大 这人完全误解了圣经的教导 让我们从另一方面看 我们也分享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以下的说法也许有点大胆 但我们有资格这样说 我们总是在他的心中 我们在他一切的观点中 都占有一个部分和地位 我们是在基督里的 我们分享他的生命 使徒保罗写信给哥罗西人士 使用了这种不寻常的句子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 他是我们的生命 换句话说 我们与他的生命有份 没有什么比这更崇高了 我们读到 我们是他身子的肢体 就是他的骨 他的肉 说的正是这一点 如今我们是从一个 稍微不同的角度看 不是从奥秘连结的角度 乃是从主自己的认识 这角度看 他知道他赐下生命 分给人 我们都有份 并且我们都作为 他生命的一部分 我接下去要指出 这种生命的分享 如何从许多方面彰显出来 其中之一是 他赐下他的名 我们使用他的名是 因为他将他的名次给了我们 我们被称为基督徒 这是有关我们最伟大的真理 我们不再是从前的样子 我们已经改了名字 一个女人结婚之后 就冠上夫姓 这事实有助于我们明白 使徒在以福所书第五章里 给我们的教训 一个妇女一旦结婚 她就放弃自己娘家的姓 采用丈夫的姓 这是合乎圣经的 也是全世界通用的 她也教导我们明白 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 改变名字的不是丈夫 而是妻子 英国的公主结婚之后 媒体提到她时 总是提到她丈夫的姓 不管你的身份如何 结婚以后所用的姓是丈夫的 而不是妻子的 这种立场也是合乎圣经的 再从我们这些基督教会的肢体之立场 来看着一切 基督把她的名字给我们 没有什么比这更荣耀了 她清楚表达了婚姻的关系 新于用许多公式向我们说明这一点 在此并不分西里尼人 犹太人 化外人 西谷提人 为奴的 自主的 从前有分别 那些都是我们所采用的名字 如今不再使用了 我们已成为基督徒 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或者看看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话 他说 我们从今以后 不凭着肉体认人了 他实际上是说 从前我是凭肉体认人 作为一个犹太人 我常常会说 这人是谁 他是犹太人吗 如果不是 他就不过是一只狗 但是现在 我不再用这种分类法了 如今我采用了新的词汇 我所想知道的是 这人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我不在乎他就有的名字是什么 我只对一种名字感兴趣 基督徒 我只关心他是否也得到了这名 所以我们知道 基督耶稣把他的名字给了我们 使徒在加拉太书里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就是同样的观念 他又继续说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这段奇妙的话 将这种连接的关系 阐释得多么透彻 从某种意义上看 基督徒的整个生命 是在新郎里面 但基督徒自己并未完全消失 他还在那儿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婚姻关系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们必须把握住 这个伟大的事实主耶稣基督的名 如今在我们身上 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注意的是 我们已经改变了名字 在教会的范围里 其他名字都无关紧要 一个人的名字是什么 他的地位 职业 能力是什么 这些一点也不重要 如今他唯一看重的是 他身上有基督的名 我们在他里面都合为一了 他将我们归给他自己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他实际上对我们说 忘记你的旧名 冠上我的名字 你是属于我的 我们从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二节 可以看到这一点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他也必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城的名 并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 将你的心名刻在我心上 你那最美好 慈爱的名 这是发生在所有基督徒身上 最令人惊讶的事 那荣耀的君王 已将一个新名赐给你 那是他自己的名 没有比这更大的荣耀了 你自己消失在这新名里 这是一切名中最崇高的了 我们读到 有一天 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这名是赐给我们的 因我们是基督的心腹 从以上的事实 又衍生出一些事实 我们也分享他的尊荣 和他那伟大 荣耀的地位 使徒已经在 以福所书第二章里 告诉我们 这个惊人的真理 他说 他又叫我们 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这是我们现今的光景 我们若真是基督徒 就是在基督里的 我们就与他 一同坐在天上 新郎在那里 新福就在那里 新郎的地位 尊荣 以及属于他的一切 也都属于新福 他是谁并不重要 他成为他的心腹 那一刻起 他就享有了他的一切 任何人若不照他的地位 尊严对待他 就有祸了 对一个新郎最大的侮辱 莫过于拒绝尊重他的新娘 新约说 这也是基督徒的情景 圣经一再告诉我们 基督徒的地位 其中一处是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二节 主耶稣说 你所赐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他说 他已将付给他的荣耀 赐给了他的子民 这是婚姻关系 必然带来的结果 新娘是他丈夫的一部分 他采用丈夫的名字 也分享他的整个地位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再来看另一句相关的陈述 主耶稣基督说到他自己 我是世上的光 这是他的声明 没有比这声明更崇高的了 他说 这世界远离我 正现于黑暗中 我是世界所能收到的唯一亮光 人类用各种方法 企图去发现亮光 其结果必然是失败 除了基督 没有别的亮光 但请注意他如何说到我们 你们是世界的光 换句话说 因为他是光 因为我们与他的关系 同样的 我们也成了世上的光 这有点难懂 是不是 我们在这个异教的世界里 只占极少数 自称基督徒的不到十分之一 而其中只有半数去教会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似乎以做基督徒为羞耻 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身份 但是我们的真正身份是 我们是世上的光 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说的 这个黑暗 邪恶的世界 不知道光 也没有光 远离了你我所散发的亮光 再从我们的尊严 荣耀这角度来思想 他是什么样子 他就把我们变成那样子 由于我们与他的关系 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圣经对此 有许多奇妙 荣耀的论述 请听主自己 在启示录中 对老底家教会 以及所有人说的话 得圣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圣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般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他要在宝座上与他同坐 你说他只是一个平常的百姓 不错 但这不要紧 他已与君王结婚 他与他分享宝座 这是他赐给我们的尊荣 以及他给我们的特权 使徒保罗 也试着要教导 戈林多教会的人 这种荣耀和伟大 他说 岂不知圣徒 要审判这世界吗 接着他又说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这是指着你我说的 使徒说 你们是怎么回事 你们中间 为什么彼此争斗 以人夸口 又彼此控告 让外人审判你们 你们难道不晓得 一个与基督有这种 特殊关系的基督徒 将要审判这世界 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 这是属于我们的尊荣 让我加以解释 想想看基督徒 与天使的关系 你知道神要把我们 放在比天使 更高的地位上 天使是很奇妙的 他们是有大能的 但神为我们设定的地位 远远超过天使 西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神缘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诗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并将你手所造的 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都扶在他的脚下 有人说 但是我看不出来 万物都扶在人脚下 你究竟在说什么呀 西伯来书的作者说 只是如今 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扶他 唯独见那成为 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 你我都将进入那地位中 在神的眼中 他看我们已经得到了 我们看不见 但这是事实 因为我们是基督的心腹 我们就高过天使 正如他在天上 高过天使 我们如今也想有 同样的尊荣和地位 这领我们来到 下面一个论点 我们不止分享他的生命 并且分享他的特权 一个女人成婚的那一刻起 她就开始分享 丈夫的一切权利 不论这些权利是什么 她都有份 使徒在这里说 教会的情形一同 我们分享什么 乃是分享天父的爱 我认为有一节经文 是圣经中最令人瞩目的经文之一 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三节 主耶稣说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这话的意思是 父神爱我们基督徒就如同他爱他自己的儿子一样 由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 如今我们与神有了这样的关系 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人 他从来没有女儿 有一天他的儿子结婚了 他对儿子的新娘说 你如今是我的女儿了 我从前没有女儿 现在你就是我的女儿了 他与他的儿子成了一体 所以他把他的父爱也倾倒在他身上 叫世人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这是特权 他使我们得以到父面前 一个父亲总是预备好接纳他儿子的新娘 以前他无从到他面前 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他成为他媳妇的那一刻 他就有权到那位父亲面前 那位父亲如何接纳儿子 把一些连他最亲信的仆人都无法享受的特权赐给他 如今他也照样把特权给这新娘 因为他是他儿子的妻子 基督徒啊 我们是否使用了这极高的特权 我们是否知道 我们有权尽到天父面前 他同管万有 你若有任何需要 不要忘了你有权利到他那里 为了他儿子的缘故 他不会拒绝你 极度的新父啊 他总是愿意听你说话 花时间给你 没有比这更高的权利了 他爱你 如同爱他的儿子一样 他赐给我们权利 得以随时进到他荣耀的面前 还有许多别的赐语 我只是提出标题来 让你们自己去好好思想 我们应该花许多时间 默默想这些事 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不要急急开口 先停一会儿 并且思想 甚至在你跪下之前 就开始思想 知道你自己正在做什么 记住你是谁 思想神医你的身份 而赐给你的权利 接着思想主给你的一切 我们分享着主所拥有的一切 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 实际上这么说 你们为什么起争论 为什么在你们中间有纷争结党 彼此嫉妒的事 岂不知万有都是你们的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是属神的 请仔细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末了部分 我说过 今日真正的悲剧在于教会未能明白 有关自己的真理 万有都是你们的 万有 从某方面看 宇宙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属于基督 使徒保罗被这个发现所震惊 要试验我们的灵命和信仰 就看我们是否会被这些事所感动 我们可能遭遇艰难 被人逼迫 被人轻看 人因我们是基督徒而嘲笑我们 我们当对自己说什么 我们必须说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 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做后嗣 世人怎么想 怎么说都无关紧要 万有都是你们的 基督徒乃是和基督同做后嗣 我特别喜欢西伯来书作者 在第二章第五节所用的表达方法 我已经引用过 现在再重提一次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神缘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将来的世界指什么 它仍然是我们现今生存的这世界 是的 但又和现在的世界有别 那是主耶稣在临摧毁他的仇敌 以及一切恶魔和魔鬼残余的势力之时 所有的同一个世界 那时各地将有大火 有极大的进化和复兴 将有新天新地 有意住在其中 那是他所谓将来的世界 这是基督教信息终极重要的一部分 现今我们所有的这世界是会过去的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 不会长久存在 我们所看见 这世界的光景是人自己造成的结果 我们看见人制造混乱 世界本身对可眼见的 现今的事物非常有兴趣 每个人都想知道 世界领袖的高阶层会议会达成什么协议 现武或停战 今后世界是否就安享太平 再无战争 这一切都是突然的 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 在神设定的审判来临之前 魔鬼和罪会一直猖獗的事 但是有一个将来的世界 就是从天上降临的新耶路撒冷 这个就有的世界将恢复的最初的荣耀 就是神最初造他时的光景 并且荣上加荣 这事是基督二次降临时发生的 他自己要住在其中 他的心腹也与他在一起 这是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谁要来住在那个世界里 论将成绩那世界 西伯来书作者说 并不是天使 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 神缘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乃是交给我们管辖 我们是那将要来的荣耀之继承人 基督徒啊 你是否思想过这一点 你可曾提醒自己这一点 你或许正苦苦挣扎 与这个世界 肉体 以及魔鬼对抗 你可能正面对许多艰难和拦阻 转过身来 不要只看那些难处 原来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抬起你的头 你分享着基督的产业和财产 你已经与他成婚 他把这一切放在你手中 他所拥有的一切 你都可以享有 让我再度强调 我们分享着他的志趣 计划和目标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不要把眼光局限在你自己所属的教会和宗派上 要超越这一切思想基督的志趣 容我再一次引用这句话 你们是世上的光 神对这世界有他的旨意 你我都牵涉在里面 都与他的计划有关 丈夫对妻子是无话不说的 他知道丈夫的每一个秘密 每一个渴望 每一种野心 每一个盼望 以及他心中的每一个计划 他与他是一体的 他会把他不肯对别人说的话对他说 他分享他的一切 这中间没有任何隐藏或保留 这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基督与教会之间关系 我们在他救赎的大业上 是他的合伙人 你是否知道他的救赎心智 你是否感觉到他 并且思想他 你可曾认为能够分享他的秘密 是极大的特权 你觉得这是你的负担 并且试着要帮助他吗 这是基督徒的本分 也是做妻子的本分帮助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你常常为传福音的事祷告吗 你对于教会的传福音施工 关心到什么程度 你是否思想他 感觉你是其中的一部分 你是否会为这事工带导 一个尽职的妻子 用不着别人提醒他 去关心丈夫的事业 他把帮助丈夫当作莫大的荣幸 他对他所做的一切 都有极大的兴趣 他也渴望他做的能成功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他把他的一切都与我们分享 让我们看清这些事 并且与所享有的尊严和特权相符 我必须再提一件 我认为是最吸引人 最荣耀的是 主耶稣不单单与我们分享 他的产业 他的知趣 他的计划 他的目标 他也把他的仆人 分给我们使用 你也许本来是个灰姑娘 整个教会也可能是个灰姑娘 穿着破烂 过着艰苦的生活 整日操劳 伺候其他的姐妹 可是灰姑娘后来与王子结婚了 结果呢 他不但不必再做别人的仆仪 并且如今他有了自己的仆仪 哪来的仆仪呢 乃是原先王子的仆仪 因为他成了王子的新娘 王子的所有仆人 如今都成了他的仆仁 他们像从前伺候王子一样来伺候他 你知道这也是我们的光景吗 让我们再回到西伯来书 在第一章里 作者把主耶稣基督与天使做一个对比 他这么说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当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 天使岂不都是福役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他的意思是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神的天使就成了我们的仆仪 西伯来书就是这样形容天使 说他们是福役的灵 被差来服侍我们这些成绩将来世界的人 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都有天使照顾着我们 围绕在我们四周 我们虽然看不见天使 但这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事情 往往都是我们看不见的 我们只看见那可眼见的事 但我们被天使所环绕 他们被拆派来照顾我们 服侍我们 我不打算假装自己明白这一切 我所知的只限于圣经告诉我的 但我却知一件事 就是他的仆人天使 就是我的仆人 他们环绕在四周 看护着我们 他们用一种我们无法明白的方式 为我们操纵的事情 我又进一步知道 当我们死的那一日 他们将把我们带到所指定的地方 主耶稣基督 自己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有关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里 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 他说那个财主死后就被埋葬了 但是拉撒路呢 他死后发生了什么事 他被天使带去 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我们是否明白 神的天使服侍我们 是因为我们是他儿子的心腹 最初他们是指定来服侍他的 他们等候仰望他 由于我们与他之间的这种心关系 如今他们成了我们的仆人 为我们效力 但故神赐下安典 让我们看清楚 我们是被这些仆役所环绕 没有一件事最终能伤害我们 他们总是在那里 他们是神所拆来的 好在我们四周守护着我们 请记住 我们同时也分享他的问题 他的难处和他的痛苦 他说 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 他也说到仇恨 我们是否分担他的问题 我们是否明白这一点 保罗对加拉台人说 我小子们啊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他感觉到同样的痛苦 但是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 说到一件更令人惊讶的事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 道觉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使徒保罗深深意识到 这种与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说 他是在自己的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一个妻子在丈夫受苦时 与他一起受苦 才称得上是他的妻子 他看见他受苦 心中也跟着感到痛苦 他与他一起分担痛苦 一同忍受痛苦 同样的 使徒保罗也在他的身体上 补满基督 在世上遵行神旨意工作时 所留下来的患难 就是神儿子的忧患 他要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加冕的日子来到 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我们作为这身子的肢体 是否知道这胃头的忧患 痛苦 最后 我们也分享他所有的一切荣耀 我再提一次将来的世界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周文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这是指他在荣耀中来临的时候 我们介事若已经死了 就要与他一同来 我们若人活着 就要改变 并且被提 在空中与他相遇 我们将与神的儿子一同分享 那存到永远的荣耀 这是他特别向父祈求的 父啊 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哪里 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创立世界以前 你已经爱我了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我们将与他分享的荣耀 直到永恒 还有什么是堪与作为基督身子的肢体 教会的一份子 基督的心腹相比的呢 我们的软弱 无能为力 我们的埋怨 我们的待倦懒惰 都是可耻的 我们若羡慕这个世界 和世上所谓荣华富贵的生活 以及世上所谓的享受 艳乐 我们就该为自己感到惭愧 这是一个将要灭亡的世界 是一个邪恶的世界 是受咒诅 被定罪的世界 有一天 他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实际上已经在逐渐成为过去 那将要来的世界之荣耀 是无可言喻 难以形容的 我们都将活在那荣耀中 并且与他一同作王 基督把教会取过来 做了他的心腹之后 他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了他 他的盼望是我们的 他的荣耀也是我们的 他的一切都成了我们的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我们将与他一同统治全宇宙 我们也将审判天使 这就是基督徒的身份 这就是基督的心腹 教会的特权 十 丈夫的职责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五至三十三节 在思考这段经文时 我们已经看到 这中间有两个主题 一个是主耶稣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 使徒的教训是 只有当我们明白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我们才可能明白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首先探讨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现在我们要开始将这个教训运用出来 特别是运用在丈夫身上 你如果留心 会注意到保罗在结尾 是很谨慎地从妻子的立场和观点来思考这事 这个教训是用正如一词做开端的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妻子 正如结尾时 他又用到同样的词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换句话说 他前面已经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来比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现在他要进一步运用这比喻 我认为要讨论这教训的实用部分 最佳之计 莫过于将它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 他教导有关丈夫与妻子相处的一些原则 定下了这些原则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部分 就是如何将这些原则运用在具体的情况中 我认为一般的原则如下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 一段婚姻的成功 其秘诀在于去思想它 并且弄明白它 这段经文的表面就已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一点了 基督徒生活里 没有一件事是自动发生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因为我相信 我们大多数的困难都是起自一个事实 我们以为它们是自动产生的 我们仅仅抓住一个半代魔术的更新方程 是他教导说 既然我们相信了 悔改了 接下去的是再简单 不过了 他们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 当然 我们知道 这不是事实 基督徒生活中有各样的问题 这是因为许多人弄不清楚 他们以为有些事是自动产生的 显然解决之际失去思想 了解 将事情详详细细考虑过 世界并不是这样做 一句圣经的教训 这个世界的祸患在于它根本不思想 如果人们肯思想 这世界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解决 以战争的问题为例 战争根本是一件荒谬疯狂的事 但是为什么人们还要鼻子打斗呢 答案是 因为他们不用脑子思想 他们凭本能行动 他们被一些原始的本能 如欲望 贪婪 愤怒等所控制 他们在为用脑子思想之前 就先动手打人 如果他们肯先停下来思想 就不会有战争了 人文主义者的错误在于 他们相信 你只需要告诉人们去思想就够了 但是只要他们是罪人一天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去思想 现在最终的人 无法做合理的思考 他们里面原始的因素 远远强过理性的要素 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仍然需要强调这一个原则 即使基督徒不会自动地思想 他也必须学习去思想 这正是新约使徒书信存在的原因 这些书信为什么会写成 如果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 他就自动地会去做这些事 那么使徒又何必写下这些书信呢 你如果能凭着一次行动 一次祝福就成胜了 又何必需要这些书信呢 如今新约摆在我们面前 充满了论证 理由 示范 比喻 和比较 为什么 是为了教导我们如何去思想 如何明白这些事 保罗指出 在与婚姻这主题有关的事上 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世界是用以下的观点来看婚姻的 他或多或少把许多美好 重要的事物看作理所当然的 他依赖所谓得爱 倚靠感觉 两个人说 他们堕入情网了 两情相悦 就凭着这股力量 他们结婚了 他们根本不停下来好好思想 提出问题 这样做的人非常少 他们被感觉所驱使 感动 激发 以为从此会一帆风顺 两个人的幸福 会持续到永远 这种想法或多或少 是受目前流行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所影响 但是你若读读报纸 和统计数字的报告 婚姻破例的比率正扶摇之上 为什么婚姻会失败 因为他们从未彻底思想过这件事 所以他们的婚姻经不起考验 而这种压力和紧张的考验 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日常生活中免不了会有疲倦 艰难 身体困乏的事 而这些压力自然会产生难处 由于这些人从未彻底考虑过这件事 他们一旦遭遇难处 就没有支柱可依靠 他们凭着感觉 冲动 行事 一切都是以感情为主 他们很少用心思去想 结果困难来临时 他们没有任何可依据的论证 他们束手无策 似乎每一件事都失去控制了 他们惊慌失措 就只有诉诸离婚 以分手收场 许多人甚至一再重复 同样的过程 整个问题的起源在于缺乏了解 没有深思疏虑 你若观察基督徒的立场 会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况 神鼓励基督徒去想 去了解 并且给他们一个这样做的凭借 这正是他将这教训提供给我们的目的 我们若忽略它 不予理会它 就无咎可辞了 世界并没有这一类教训 但我们如今已不在世界中 所以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是 我们必须思想 它甚至教导我们如何去思想 它把细节都摆在我们面前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 作为基督徒 我们对于婚姻的观念应该是积极的 有一种很危险的想法 就是认为基督徒的婚姻和一般人的婚姻没有什么不同 唯一的差异 包括是这些人刚好是基督徒 而另一些人不是 如果我们对婚姻还存着这种观念的话 我们对这段经文的一切研讨都归于突然了 基督徒的婚姻 基督徒的婚姻观 基本上是与其他人的婚姻观不同的 我们在研读这段经文时 自然会产生这样的认识 此处我们所得到的婚姻观 若没有基督徒的信仰 就根本不可能成立 它被提升到一个地位 与主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相提并论 基督徒对婚姻的态度总是积极的 他应该竭力追求这理想 基督徒不应该持消极的婚姻观 认为由于一些新的因素加进来了 这个婚姻要持续下去 就必须不顾别的人是否这样做 这是纯粹消极的看法 我们不仅要避免别人犯的错误 并且要对婚姻持着理想积极的观念 我们总是得从主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来思想婚姻 我们必须学会用不断问问题来考验自己 我的婚姻生活真正能回应那种关系吗 它是否彰显出主耶稣与教会的关系 是否受这种关系所管理 我们基督徒即使结婚了一阵子之后 仍然不可停止问自己这些问题 我们继续思想越想越多 我们做基督徒越久 就越来越在恩典中长进 越来越多想到自己的婚姻 越来越关心这关系是否符合天上的样式 以及是否符合主耶稣与教会的关系 那样荣耀的理想 这一类的事很难用话语形容 我想要传达的是 基督徒的婚姻与非基督徒的婚姻 最大的差异在于 基督徒婚姻是越来越积极 奇妙 荣耀的越来越接近 符合理想 当然 我们将这理想运用在婚姻上时 就能明白它的意义 基督徒的婚姻观 是一直在继续增长 发展 添加的 我要提出的第三个 也是最后一个原则是 婚姻失败最终的原因 在于己 以及己的各种不同表现 当然 这是各处祸患的起源 己和自私 是世上最强大的破坏力量 世界遭遇的所有重大问题 不论你是从国家和政治的立场 或从工业与社会光景的立场看 这一切的麻烦归根究底说来 是肇事于己 我的权利 我想这个 他算老己 己 何己的可怕表现 总是会导致麻烦 因为如果两个对立的己迎面来 必须会有一番撞击 己总是适事为自己打算 这是我的光景 也是你的光景 你总是可以看到两个自主的势力 各自从己出发 冲突自然是免不了的 这种冲突发生在每一种层面上 小资个人 大智社团 国家处处可见 使徒在这段经文中的教训 是为了指示我们如何避免游击产生的祸患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开始讨论婚姻问题之前 不遗余力强调第二十一节的原因 这一节经文是整段经文的关键 又当存经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这是基本的原则 也是基督教会所有肢体当遵守的原则 不论已婚的 未婚的 我们都要存着敬畏神的心 彼此顺服 接下去 使徒保罗又把这原则 运用在丈夫与妻子身上 他解释得如此清楚明白 以至于没有人会搞不清楚 婚姻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 他说 最重要的是 合一两个人成为一体 你不能再把他们当作两个人看待 他们已经成为一个人了 任何维护私集利益的企图 都是与这种基本的婚姻观想抵触的 使徒说 在婚姻里面 这一类的冲突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若把两个人当成两个人看 就等于否定婚姻的基本原则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基本原则 妻子是丈夫的身子 正如教会是基督的身子 此处我们看见圣经指责己和己的各种可怕表现 并且指出我们最终脱离己的唯一之计 将主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运用在婚姻上时 有三个一般性的原则可供我们使用 做丈夫的必须受这些原则所管理 我们如何运用在婚姻上呢 第一 丈夫必须明白 妻子是她的一部分 她凭直觉不会感觉到的 必须有人教导她 而圣经许多地方有这一类的教导 换句话说 丈夫必须明白 她和妻子不是两个人 她们乃是一个人 使徒保罗一再重复这一点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二人成为一体 我们与主的关系如此 与配偶的关系也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说 我们单单是自己的妻子为伙伴还不够 他们是伴侣 但意义比伴侣还多 两个男人也可以成为生意上的伙伴 但这不能比喻婚姻关系 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比这一层关系更高 这不是合伙的问题 虽然它包括了这层含义 有一个常用的词汇 至少过去常常被人使用 形容得比较妥当 我个人认为 这词汇前意识里 含有基督徒的教训 那就是有些男人提到自己的妻子时 称他为我叫好的另一半 说得一点不错 他不只是一个伙伴 并且是这个人的另一半 二人成为一体 我们叫好的另一半 一半这个词 把保罗这里的一字点名了 我们面对的不是两个单元 两个实体 乃是一体的两半 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在这样的亮光下 丈夫不能再单独思考 为自己打算 使徒说 这在婚姻中是不能存在的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不是在爱别人 乃是在爱自己 这是婚姻所造成的不同 从实际的层面上看 丈夫在他的整个思想里 必须把妻子包括进去 他不能把自己分隔出来 单独考虑 他如果那样做 就立时破坏了婚姻最基本的原则 当这件事发生在身体的层面上时 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出来 但在这以前 真正的伤害 已经在知识和属灵的层面上形成了 从某方面说 一个人单独打算思考的那一刻 就已经破坏了他的婚姻 他无权这样做 因为他的妻子是他的一部分 他若把妻子排除在外 自作主张 就伤害了他的妻子 而他也免不了受伤害 因为他是他的一部分 他等于是在与自己作对 虽然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他的考虑不能是个人化的 他只是一半 不管他做什么 都必然会牵涉到另一半 他的欲望也是如此 他不能只为自己着想 他不再是一个人了 从这方面看 他已经不再是自由人 他想要什么 他的妻子也必然与其有关 他有责任常常顾虑到妻子的愿望 换句话说 他绝对不可以把他的妻子 当作外人或多余的 原谅我不得不说 今天却有许多人 是这样看待他们的妻子 总而言之 这是对已婚男人 一个重要的命令 不可自私 当然 做妻子的也不可自私 每一个教训都可以运用在另一方 但此刻我们特别在讨论丈夫的责任 我们已经看过 妻子当顺服丈夫 这样做的时候 他也要遵行与丈夫同样的原则 现在我们则要转过来 探讨丈夫这一方的职责 他必须不断提醒自己 他在婚姻中真正的地位 这种地位必须管理着他的思想 愿望 喜好 甚至他一切的生活和行动 让我们更进一步 说得更强烈一点 第二十八节节尾说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 但我们记得 使徒保罗在描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时 曾用身子做比喻 他在第二十八节前半节中说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然后他在第二十九节里嫁宜解释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骨膝 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 这里的教训是 我们不仅必须明白 丈夫与妻子是一体的 并且 丈夫应该根据身子的比喻明白 妻子实际上是他的一部分 使徒说 一个人对待妻子的态度 应该与他对待自己身子的态度一样 这固然是比喻 但含义非常深刻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件事 它也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结尾 女人最初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在那里我们有证据证明 它是男人的一部分 这一点道出了这种连结的特质 所以使徒告诉男人 丈夫也当照样爱自己的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这里的照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我们很容易误解它 保罗不是说 丈夫怎样爱自己的身子 也当怎样爱自己的妻子 他并非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是 所以丈夫当爱自己的妻子 因为妻子是他的身子 一个男人当爱他的妻子 把他当作自己的身子 这是保罗的意思 并不是说他要像爱身子那样爱妻子 不 一个男人必须爱他的妻子 把他当作自己的身子 自己的一部分 正如夏娃是亚当的一部分 是从他肋旁拿出来的 所以妻子是由丈夫来的 是丈夫的一部分 我强调这一点 是因为使徒保罗清楚指出 婚姻里有一种不可分离的因素 根据我对圣经的了解 只有奸淫可以打破婚姻 不过我现在要指出的是 使徒用这种方式提出来 是为了让做丈夫的明白 他不能与他的妻子脱离 你不能脱离你的身子 所以你也不能脱离自己的妻子 保罗说 他是你的一部分 你必须总是记住这一点 你无法过隔绝的生活 你不可能过与妻子 毫不相干的生活 你若明白这一点 就不会再思想 愿望 计划上与妻子脱节 你们中间也不会有敌对 或仇恨存在 请注意他如何说 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兮 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 所以一个男人与他的妻子之间 若存有任何仇恨 就证明这人根本不明白婚姻的意义 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身子 是他的骨 他的肉 所以他应当爱妻子 把他当作自己的身子 如何把这原则付诸实行呢 现在我们来到一个非常详细的教训上 所有的人 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需要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失败过 我们都因为明白这教训 为将他付诸实行而犯罪得罪神 这里的原则是 妻子是丈夫的身子 所以他的身子对他有何意义 他的妻子对他一如是 从这一点 使徒衍生出进一步的教训 一个人当如何带他的妻子 让我先从消极面着手 他不可虐待妻子 一个人可能虐待自己的身子 许多人如此 他们吃得太多 或者喝太多酒 或者用许多其他法伤害身体 使徒保罗说 这样做的人太于不可及了 因为一个人若枪害 虐待他的身子 受苦的是他自己 你不能脱离自己的身子 你如果以为可以 并且伤害你的身子 受苦的是你自己 你的心思会受苦 你的心灵会受苦 你的整个生命会受苦 你或许说 我不在乎自己的身子 我过的是精神生活 但是你若一直这样下去 没多久你就会发现 你再也不可能过像以前那样的精神生活了 你若虐待自己的身子 受苦的不仅是你的身子 你整个人都会受到伤害 婚姻关系也是如此 一个人若虐待他的妻子 他自己也会受苦 所以这个人在他的原罪之外 又是一个愚昧人 因此人若苦待妻子 受苦的不单单是他的妻子 也是他自己 并且两人的关系 也遭到了破坏 当然 这正是今日世界普遍的写照 我们觉得 一个基督徒虐待妻子 是不可思议的事 不只是丈夫 不可虐待妻子 同时丈夫 也不可忽略妻子 再回到身子的比喻 一个人是可能忽略自己身子的 这种事常常发生 而且总是会引来麻烦 忽略身子是不对的 是愚昧的 人是犹灵 魂 体组成的 三者之间 有劳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当然对此 都知之甚强 以身体的病痛为例 如果我换了猴眼 我就无法降到 即使我很想讲到 我脑里充满了观念 恨不得立刻讲出来 但是我喉咙有病 就无法开口 我们整个身子都是这样 你若忽略身子 你自己会受苦 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 很多学者都如此 他们因为忽略身子 结果他们的工作 也受到亏损 这是因为 我们的整个人 各部门之间 有着劳不可分的连结 使徒说 婚姻关系也是如此 婚姻的领域中 许多问题 都是因为疏忽而产生的 近来一项医学报告指出 妇女的吸烟率 正急剧上升 为什么 因为许多做妻子的 受到丈夫的忽略 丈夫晚上不回家 在外面打球 或加班 或与朋友作乐 可怜的妻子 一人留在家中 与孩子和家务事为伍 丈夫一回到家 就到头大睡 第二天早上起来 又出去了 受忽略的妻子 在这种压力下 转而用吸烟 或其他的方法来 发泄苦闷 疏解紧张 一个人结了婚以后 又忽略妻子 这是很可悲的 换句话说 这个人虽然结了婚 却过着和单身汉 没有两样的生活 他还是我行我素 自己单独计划他的生活 仍然花许多时间 和以前单身时的朋友 相往来 我可以说得更详细 但既然这种情形 如此普遍 我也没有必要多加解释 但是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发现 即使在基督徒的圈子内 也有许多人忘记这一点 一个已婚的男人 不能再像单身汉那样行动 他做的每一件事 都必须把妻子包括在内 最近我收到一份邀请函 去参加一个 福音机构办的社交活动 但是邀请函只署名给我 却被署名我的妻子 我立刻决定拒绝参加 这是我一贯的做法 显然主办的这个福音机构 对这一类的事并不清楚 许多男人下班后 单独去参加他们的俱乐部 或社交活动 却不带妻子同去 殊不知道这种行为 已对许多婚姻 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害 这是不对的 因为这样 做事否定了第一个原则 丈夫和妻子应该同进退 当然有时丈夫因业务需要 必须单独出席一些场合 但如果去的是社交场合 是可以携带妻子的 妻子就应该同去 丈夫有责任 协同妻子出席 我建议所有基督徒的丈夫 以后接到任何社交活动的邀请 若只请你 而未请你的妻子 就应该一律拒绝参加 这件事 还有另一方面 也颇引起我的关注 我不断听到有人 被称为福音寡妇 这个词的意思是 有些人的丈夫 几乎每晚出去聚会 或参加教会的会议 她的解释和说辞是 她在做基督徒的善工 但她似乎忘记了 她是一个已婚的人 当然另一种极端的 有的基督徒什么也不做 只是成天待在家里 闲懒度日 当然走极端都是不对的 此刻我特别要谴责的是 前者过分忙于教会的工作 以至忽略了她自己的妻子 我看过许多这一类的例子 最近我听朋友说 有一个人 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外出 在各种聚会中讲到 或者组织这个 组织那个 我的朋友告诉我 他本来也打算这样做 可是有一天 她碰见那个人的妻子之后 她突然觉醒过来 那个可怜的妇女 看起来好像一个奴隶 她形容憔悴 落寞寡欢 满脸疲倦 而且一副闷闷不乐 满怀心事的样子 这种丈夫的行径 简直是可悲的罪恶 她虽然是 打着为基督做工的招牌 但一个人绝对不能 把她的婚姻关系置之度外 因为妻子是她的一部分 是她叫家的另一半 而不是她的奴隶 基督徒丈夫们 要好好在这世上 醒察自己 家不是一个人的宿舍 供你晚上回去睡觉 歇脚而已 不 这里面有一种活跃 理想 积极的关系 我们必须把它放在 心灵的重要位置上 因此 一个人必须寻求 从神来的智慧 好明白如何规划自己的时间 不管这个人是做什么的 只要他结了婚 他就不能再像单身时那样行动 即使在基督的事工上也不例外 因为若仍然像以前那样来去自如 就违反了圣经的教训 这后面 必定隐含了自私 我知道的 这种事常常发生 自私往往产生冷落忽略 而忽略又导致更多的自私 在任何情形下 基督徒都不可以犯疏忽的错 接下去 我要提出运用这个教训的第三个方面 丈夫不可虐待他的妻子 不可忽略他的妻子 同时 他不可是妻子所做的一切为理所当然的 妻子不只是一个人的管家 这里面有一种积极 正面的成分 怎么把他妥当地陈述出来呢 不妨使用保罗自己的说法 他说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兮 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记得吗 前面我们讨论这节经文是 如何因主保养 顾兮我们的方式而感到讶异 这正是一个丈夫对待妻子应有的方式 保养顾兮 同样的 你不可能不加思索就做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用类比的方法说 一个丈夫不可能恨恶自己的身子 乃是悉心保养 顾兮他 他如何做呢 简单分成几点 首先涉及饮食问题 他必须想到他的饮食 该吃什么食物 他必须摄取足够的饮食 并且定时定量 这一切也当运用在 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上 一个男人应该想到什么 有助于他的妻子 什么会加添他的力量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不仅只想到食物的卡路里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等的含量 我们不会纯粹愿到科学的一面 对不对 食物的问题还涉及另一个因素 我们同时受到味觉 感官 爱好的影响 丈夫也当同样对待他的妻子 他应该想到 那些事物会取悦他 带给他欢愉 他究竟喜欢什么 爱好什么 当然 在他结婚以前 他会竭尽心力去讨好他 可是一结了婚 这些就抛住脑后了 这样取悦他 很困难吗 使徒说 你不当停止这样做 只要继续婚前的态度 既然你是基督徒 就应该越来越多思想这事 而不可抛在一旁 这是他的论点 我们岂不是当受责备吗 但这是使徒的教训 是新月的教导 饮食 这包括了顾念他的整个人和灵魂 在神自己建立的这种奇妙的婚姻关系中 丈夫应当不断地 积极地思想到妻子的发展和他的生活 这里也有操练的问题 此刻身子的寓意立刻显明出来了 身体是需要锻炼的 在婚姻关系中 操练也同样攸关重大 操练可能只是 指一些简单的事 例如谈话 我碰过许多有问题的婚姻 都是处在夫妻缺乏沟通交谈 人们会为此找出一大堆借口 有人说 男人太辛苦了 在外面工作一整天 回到家以筋疲力尽 只想安静休息 是的 但他的妻子也一样辛苦啊 唯一不同的是 他可能一整天独自在家 或者和年幼的孩子在一起 不管我们是不是想说话 我们都得说 妻子也同样需要操练 与他分享你的工作 你的忧虑 你的计划 让他也参与你生命中的这一领域 他是你的身子 是你的一部分 所以让他对这些 表达他自己的意见 征询他的看法 让他明白你在做什么 他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把他带入你的整个生活里 你要主动说话 换句话说 一个人必须强迫自己去思想 交谈 我晓得各样的借口 也知道这样做有各种难处 但请容许我说 一个人结婚以前 也一样辛苦工作 每天感到疲倦啊 但婚前不论他做什么 他都会渴望与他的未婚妻谈话 把每件事巨细迷地告诉他 为什么结婚以后 就不这么做了呢 使徒保罗说 不可停止 丈夫与妻子原始一体 看看他 把他当作你自己的身子 把每件事 不论大小都与他分享 这对他是有益的 可以帮助他成长 有助于他的发展 同时对你也有益处 因为你若这样做 你们的婚姻关系 自然会成长 发展 日益成熟 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点 就是保护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身子 他需要食物 需要锻炼 除此之外 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 去了解自己的身体 使徒也曾把这观念 加以隐身 记得吗 使徒彼得这么说过 他提醒做丈夫的 要记住他的妻子 是比较软弱的器皿 这个意思是 我们的身体 受某些因素影响 从体能这方面说 每个人都不同 有些人很怕冷 有些人则对寒冷毫不在意 有些人因生理结构的缘故 有一些小毛病 比较容易 蓄附于传染病 和各种其他的病毒 一个有智慧的人 怎么做呢 他对这一类是很谨慎 在寒冷的冬天 他会小心天衣 穿上后外套 甚至围上一条围巾 并且避免做某些事 他保护自己 和他软弱的体质 不受外面艰险情况的伤害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你可曾发现自己的妻子 在性情上的软弱 他是不是容易紧张 忧虑 或者太喜欢说话 不论是什么 他一定有某些特质 使他的软弱之处 你对这些特点 如何反应呢 你是否感到困扰 愤怒 试图说 你怎么对待你的身子 就怎么对待他 保护他 免受这些弱点的侵害 如果你的妻子 天生就容易忧虑 担心 那么保护他 免受忧虑之苦 尽你一切所能护卫他 使这一切软弱 却显 瑕疵不致侵扰他 爱你们的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当然 有时我们遭遇 较严重的疾病 流行感冒 发烧 瘟疫等动辄 使成千上百人 丧命的病毒 同样的 婚姻生活里 也会有这些事 试炼 患难 迫害 来考验我们的婚姻 将其放在 试验的极限处 我们怎么办 再一次 你得到这一类的病时 怎么办 你患了流行性感冒时 如何做 答案是 卧床休息 饮大量的温水 采用适当的饮食等等 你尽一切所能 对付身体的发烧 并且帮助身体抵抗他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如果有任何特殊的 非比寻常的试炼或忧愁 难处临到你的妻子 那么做丈夫的 应该挺身而出 保护他的妻子 帮助他 支持他 他是软弱的妻民 这领我们来到最后一点 你会借着接受疫苗注射 来保护你的身体 免受病毒侵害 把这个方法 也运用在你的婚姻关系上 尽己所能建立免疫系统 预备你的妻子 去面对生活中的危机 你必须建立他 不要样样事 都自己动手解决 要建立他 好叫他也能行动 这样一旦你骤然离世 他也不知手足无措 我们必须仔细思考这一切 就好像我们对待身体那样 一旦疾病来临 就加倍悉心照顾 服用适当的药品 做一些额外的努力 以恢复健康和快乐 此处我们看到一个总原则 是极端重要的 丈夫必须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妻子 总是保养姑息 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十一转变了的关系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五至三十三节 这一段经文实在重要 而且突出 我们已经花了几章来讨论它 现在我们来到最后的阶段 使徒保罗 基本上是在论基丈夫对妻子的责任 虽然末了几节 他又回头论到妻子对丈夫的责任 他这样做是为了要将有关婚姻的教训 用一个完整的形式呈现出来 在运用这些教训时 我们已经看到最要紧的是明白这教训 一个基督徒乃是一个肯思想 推理 使用心知能力的人 基督徒生活没有神奇之处 生命的更新乃是出于神伟大的作为 但是我们接受生命的那一刻起 就能够思想 推理 并且运用我们的悟性 所以新约所有书信 都是为了起开我们的悟性而写的 保罗在以福所书一开头就祷告 求圣灵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发现 使徒在这里所做的 就是立下有关基督与教会的伟大教训 然后说 就是这样了 为了使我们的解经更完整 我们必须讨论几个实际的论点 保罗此处提出了几个实际的勉励 都与他所用的比喻有关 最重要的原则乃是合一 我们必须把握 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合一 二人成为一体 这种合一 被比喻做人和身子之间的合一 以及基督与教会之间奥秘的合一 合一是婚姻的中心原则 现今许多人从未自合一的观点来看 婚姻 以至于他们忽视了这一点 轻易就被坏了他们的誓言 于是 离婚成了现代社会主要的问题之一 他们从未看中这种合一 他们还是从个人主义的立场看婚姻 所以 你常常会看到 夫妻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权利 结果自然是冲突 混乱 最后已分手收场 保罗说 这一切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明白合一的原则 保罗已经用身体的比喻来解释这原则 现在他更明确地提醒我们 创世纪第二章亚当夏娃受造的那段记载中所说的话 就是亚当需要一个人帮助他 神造夏娃的那一刻 为了让亚当和夏娃进入婚姻的状况 所以做出这段陈述 人要离开他的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使徒保罗在这里引用了同样的话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命令是给做丈夫的 他必须离开他的父母 为什么他必须这样做呢 因为他和他的妻子之间将有一种新的联合 保罗说 为这个缘故 为什么缘故 他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是他的骨 他的肉 这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因为这缘故 人必须离开他的父母 与妻子联合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从某方面说 这是存在于真正婚姻中的 合一最终的证据 也是合一外在的指标 换句话说 使徒的意思是 当一个人结婚时 他进入一个新的联合里 而就有的联合就被打破了 他不再受先前关系的束缚 因为他进入了一种新的 更亲密的合一里 他结婚以前 一直对他的父母忠心 如今他必须离开父母 进入新的关系里 这种论述或许会使人犹豫 因为圣经有许多 关于父母与儿女关系的教训 家庭是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 所以保罗在下一章里继续说道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这句话必须在这种亮光下来看 一个人一旦结婚 他就不再是这种意义下的儿女了 他离开了父母 进入新的联合中 他从原先的关系中出来 以便进入这种新的合一 新的关系里 如今 他是一个新家庭的头 他在这个新的单位里做头 这一点很可能引起一些婚姻关系中的紧张和困难 显然我们必须把握圣经的陈述 放在他的上下文中一起看 这是我们对任何一段经文都应有的态度 千万不要在这些事上变得太理发主意 例如这一句话人要离开父母 显然他不是说 从此这个人与他的父母一刀两断 不相往来 这里用的词是让他 所以我们必须思考离开的意思 当然这是一件很实际的事 但重要的是 从属灵上明白 他所牵涉的是什么 有时候 人们用一种律法主义的态度来解释 以至于对他们的父母冷落 甚至不闻不问 这不是使徒的教导 使徒关心的是原则 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原则上 这句话实际的含义是 一个人结婚以后 他应该从此看自己是他妻子的丈夫 而不是他父母的儿子 他一生到目前为止都是他父母的孩子 这并没有错 孝敬父母是世界之一 但是如今他在心理上必须做很大的调整 他必须彻底思想这一切事 必须负起新的责任 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 他不再处于听命令的阶段 如今他成了新家庭的头 他必须这样看自己 期许自己 离开父母实际上的意义是 他不能再让父母像以前那样控制他 这一点也很容易产生困难 过去二十年 二十五年 三十年 老的关系一直存在着 父母与儿女已经成立一种习惯 人一想到家 脑里自然就浮上着画面 然而 这人如今成了婚 他很难理解心灵道的状况 但是这里的教训是 这人必须离开他的父母 好与他的妻子联合 他必须认清 并且维护他的新角色 避免他父母那方面的干涉 他自己的行为必须调整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行动 因为如今他与妻子联合了 他不再是以前的自己 他还保留以前的一些身份 但是又添上了新的身份 这增添的部分 使得这种新关系和旧友的关系大不相同 这是离开父母的意义 他必须维护婚姻所产生的新的立场 当然 你若从做父母的观点看也一样清楚 他们必须和儿子一样重新调整自己 他们必须明白 儿子原先对他们的忠心 现在已转向他的妻子了 如果他再对妻子的忠诚上失败 他就不能做一个好丈夫 甚至也不能说是一个好儿子 做父母的不可干预他们的新的婚姻生活 过去数十年间 他们总是命令儿子做这做呢 他们做得没错 但他们不可再继续发好私令 他们要明白 有些新的事产生了 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儿子 如今他是有家世的人 有了新的连结 不论他们对他做什么 都等于是对他妻子做的 显然他们不能再照老样子对待儿子了 这一切都包括在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的含义中 保罗关于婚姻的教训 有一个基本要素 是所有设计的人都必须明白的 那就是一个新的联合产生了 他从前不存在 如今出现了 新婚的丈夫必须知道 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 新婚的妻子也必须明白 他与他父母的关系 也和从前不一样了 双方的父母都得认识到 他们也不再是从前的他们了 一切都有了改变 所有的关系都要重新调整过 因为婚姻的结果产生了新的联合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根据圣经的教训 没有什么比这项双重的行动 离开与联合更彻底的 家庭是我们在世生活最基本的单位 虽然这个人仍是他父母的儿子 广义说来 他仍然属于他的家庭 但重要的是 如今 他已成立一个新家庭的头 别人必须根据他新的地位 带着尊敬来对待他 他必须这样看自己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看待自己 也不可让他的父母 用老样子看待他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我们若明白这一点 婚姻就能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置身婚礼的那一刻 就当明白这种新的联合已诞生了 你必须重新调整你的思想 在婚姻的关系里来看你的新娘或新郎 现在这种新的婚姻关系 超越了其他一切人际关系 一个人离开他的父母 他的妻子也一样 离开他的父母 这个原则若把握住了 并且付诸实行 就可以表达到这里所勾勒的理想境界 你也由此可看出 基督徒的婚姻 与非基督徒的婚姻迥异之处 这是使徒所嘱咐的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从某方面说 我们已经讨论了保罗的这句话 因为前面我们谈到了一个人 与他身子的关系 以及他当如何带妻子 关于这事 最好的注解 简于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九节 保罗在那里说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此处消极的叮嘱 可以帮助我们明白 以福所书第五章 最后一节里的积极圈节 丈夫最明显的危险是压制妻子 由于圣经强调她是头 她是领袖 她站在负责任的地位 这是神从起初就设定的 因此男人常常面临的一个危险 就是苦待 意思是严苛 解决之计是 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你不会磕待自己的 所以也不要磕待妻子 不要压制她 苦待她 保罗写下这段话 在当时实在算得上惊人之据 我们若读异教徒的婚姻观 特别是丈夫对妻子的态度 其实不单是异教徒 你在旧约中也可看到 会发现保罗的这个教训 在当时相当是有革命性 做妻子的通常与奴隶无异 没有任何地位 整个多妻制度都在强调着观念 以《撕铁记》第一章 那一段妇女抗命的记载 相当突出亚哈随鲁王的妻子 瓦什提违抗亡命 不肯出来见客 但这是极少数的例外 古人多把妻子当奴隶看 丈夫往往任意可待妻子 妻子不过是一件用品或家具 但是基督徒的信息所传达的 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在这种事上 基督徒的信仰 征服了第一世纪的古老世界 从前没有人教导过这事 部分原因是 基督徒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而开始活在新的生命里 新约很少记载基督徒站起来 在聚会中做见证 他们的见证都表现在日常生活里 因为一个人和颜悦色地对妻子说话 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 人们看到他这样做就禁不住问 怎么回事 特别是他们看见从前他不信实的表现 与现今判若两人 他们更是惊讶 一种新的温柔的感情 注入了人类的生命中 真正的婚姻 足以诠释新约有关爱的教训 真正的婚姻 乃是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实际运用在婚姻关系里 以福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里 介绍了关键所在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你若被圣灵充满 就会在每一个领域和关系上 与钱不同 使徒保罗这里 给我们一个例子 家庭 那是判断一个人最好的地方 他在家里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使徒说 你被圣灵充满 就当在家中表现出来 好叫每个来拜访你的人都感到惊讶 说怎么回事啊 基督徒信心与能力 最好的推荐书 就是他的配偶 他的婚姻 他的家庭 这有助于改变古代的社会 请记住保罗给做丈夫的第二个嘱咐 神给丈夫做领袖的尊严和地位 他若明白这意义 就不会滥用他的特权 用暴虐 冷酷 磕薄的态度 勿用神给他的地位 这一类的行为 是否定了婚姻的原则 证明他里面没有圣灵 让我们来看另一面 第三个劝戒是 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 此处保罗用了很惊人的词敬重 他真正的意思是畏惧 妻子也当畏惧他的丈夫 但我们必须记住 畏惧有好几种 约翰一书第四章提醒我们 惧怕李含有刑法 这不是保罗此处的意思 他是指尊敬的畏惧 其真正的含义是顺从 妻子也当顺从他的丈夫 带着尊敬的顺服 保罗前面论到妻子的责任时 已介绍过同样的思想 他说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 凡是顺服丈夫 此处他又回到这一点 妻子也当尊敬顺服他的丈夫 最好的注解 莫过于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六节 彼得在那里 用自己的方式论及同一个主题 他说 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同样的观念 顺服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到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 被感化过来 彼得此处介绍一件 稍微不同的事 稍后我会再提到 为了加深做妻子的印象 他接下去说 因为古诗养赖神的圣洁妇人 正是以此为装饰 顺服自己的丈夫 然后是第六节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喊 称他为主 你们若杭山 不因恐吓而害怕 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他的意思是 妻子要以尊敬代丈夫 换句话说 他要明白圣经及基督徒的婚姻观 他必须尊丈夫为他的头 让他做这个新单位的头 他们两人已成为一体 但这个单位有一个头 正如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头 基督是教会的头 既然丈夫是妻子的头 妻子就当敬重他 从前他怎样尊敬他的父母 现在他应该同样地对待他的丈夫 这是诗篇第四十五篇 第十节的教训 女子啊 不要纪念你的父家 这句话是预先对教会说的 这是他与天上的新郎结合时 所当作的 同时也可以运用在婚姻关系中 不要纪念你的名 和你的父家 神命令一个男人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同样的 妻子也必须忘记他的名 他的父家 我再重复一次 在解释这一类句子时 必须使用一般常识 他不是绝对忘掉 乃是只做某种程度的舍弃 使他不再受父母的控制 丈夫不再受他父母的控制 妻子也不受娘家父母管辖 也许有人会问 为什么在有关婚姻的教训里 例如《创世纪》第二章 及《以福所书》第五章 《圣经》只提到男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却为只字提到妻子相对的责任呢 我认为答案很简单 女人总是处在敬重别人的地位上 男人从前是如此 但她结婚之后就成了一家的头 女子婚前敬重她的父母 一旦成了婚就敬重她的丈夫 她总是处于敬重别人的地位 她不是头 但男人婚前是做儿子的 应该敬重父母 但如今她成了头 应当接受从妻子来的敬重 我们探讨这些细节时 可以明显看出 婚姻中许多问题、失败 岂不都是因为人们对这教训 缺乏观念所导致 婚姻最大的致命伤就是 夫妻中间有一方对第三者的敬重 超过对自己配偶的敬重 这样做等于破坏了夫妻的合一 他们未看到这种新的合一 以及男人在这新单位中做头的地位 所以妻子必须确定自己 给予丈夫应有的敬重 她必须在心理和属灵上做一番调整 正如做丈夫的也要有一番调整 她不再从她父母那里接受指示 如今她不是向父母顺服 而是向丈夫顺服 当然 她还是维持做女儿的身份 但她必须确定自己的态度正确 她父母的态度也正确 许多时候 做丈夫的或做妻子的 在这一方面有偏差 男人结婚以后 就被妻子的娘家吸收进去了 或者妻子被婆家吸收进去 两者都是不对的 不应该有这种事发生 现在他们已成立了一个新的家庭 与双方父母的关系 仍然应该保持下去 但不是像从前那样 完全听命于父母 基督徒婚姻的秘诀是 一开始双方都明白这事实 并且付诸实行 不计代价地去维护她 如果他们让任何一方的父母 干涉他们的婚姻 就是为明白圣经的教训 没有照着她而行 这是无咎可辞的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这是她必须做的一个极大的调整 她顺服丈夫 她不能与丈夫竞争 也不可抗拒丈夫 她必须明白 婚姻的要素乃是做妻子的敬重自己的丈夫 使徒彼得说过一句话 我们不妨花点时间来思考 他说 就如撒拉厅从亚伯拉罕 称她为主 在这件事上 你是否有意改变一下潮流 我们读十八世纪的文献 会发现那时的妻子提到自己的丈夫时 都称她为某君或某某先生等 你也许会智之一笑 觉得太荒谬了 我同意你 但是我相信 现今的潮流 似乎又在相反的方向走得太极端了 在这些事上 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平衡点 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 证明他遵守了圣经的原则 然后我们又读到 你们若行善 不因恐喝而害怕 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这里的意思是 基督徒妻子应该敬重他们的丈夫 彼得告诉他们 不要管四周的异交社会如何说 只要照着神的心意性 这对他们是一件新的 稀奇的 例外的是 自然会在他们中间 引起一阵骚动 当那些悖逆 不安 却自以为师的异交妇女 看见一个妇女这样行 对丈夫百般敬重 许多人就会因此攻击她 逼迫她 彼得说 坚持下去 不要让他们恐吓你 不要让他们的逼迫 使你有任何改变 因为你这样做是对的 让他们任凭己义侮辱你 不要放在心上 也不要惊慌或害怕 使徒彼得说 即使丈夫不明白 漫用所得的权力 仍然要继续如此行 不因恐吓而害怕 要责善而固执 不要介意别人说什么 我们所生存的二十世纪 也是一样 人们告诉基督徒妻子 说他们太愚昧了 他们否定了自己作为女人的权利 彼得说 不要理这些人 让他们自己去大放厥诀 他们懂什么 他们没有基督的心 没有被圣灵充满 总是要记住 凡是对的 善良的事 就坚持去做 不要被恐吓 不要担言 不要让别人干涉你的行为和举止 这是彼得最后的叮咛 保罗用第三十三节做一总结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只要夫妻双方都这样做 就不会去争论权利或我的立场 我的地位 男人接受了做头的地位 但是由于他爱自己的妻子 他就不会去滥用自己的地位 女人顺服在这伟大荣耀的理想之下 他就不必担心自己会吃亏或受欺负 圣经教训是同时针对丈夫和妻子的 没有任何偏判 两者之间有极完美的平衡 当然我们知道 使徒保罗写下这段话时 是先假定夫妻双方都是基督徒 我们也看过 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写下的那段话 是假定某些妻子的丈夫 不是基督徒 但此处保罗的这段话 则是针对双方都是基督徒的夫妻而写 他既然没有提到其他的情况 我也不打算这么做 这是一个基督徒男子和一个基督徒女子的结婚 成立一个新家庭的情形 我再重复一次 没有别的事 比基督徒的婚姻更能证明基督徒与世人不同之处 这是现今世代最迫切的需要之一 许多人为市局的纷扰担忧 这没什么不好 我们确实应该关心国与国之间的摩擦和纷争 人们很喜欢对世界大事发表几论 不是谴责这方 就是批评那方 但是如果你对那些滔滔不绝的人 私底下的生活有一些认识的话 就会发现 他们在自己的婚姻里 也做自己所谴责的那些事 这真是荒谬 基督徒的信仰和世俗的信念之间 最大的差异在于 世俗的信念都是概括的泛泛之论 而把个人抛诸脑后 基督徒知道 国家和市局的混乱 不过是个人问题集合在一起的结果 一个政治家如果不在个人生活里 运用他所宣称的原则 我对他说的话就没有多大兴趣 如果他在自己的私生活里 根本不失见所接诸的理想 他又有和权力高谈扩论 国际公约的神圣性 以及社会国家应该做什么 应该不做什么 如果个人行得正 国家自然行得正 英国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都是紧随在一次福音广传 许多人成为基督徒之后来临的 如果人们不是基督徒 个人没有基督的信仰 那么告诉他们 要在行为上采取基督徒原则 实在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 有些人批评福音性的讲道和解经 他们说 我以为你会提及县武和谈 或种族隔离的问题 可是你却在这里大谈夫妻相处之道 我想知道的是 如何解决这些重大的世界问题 我相信很明显的 现今要解决这些大问题 唯一之计是把福音传开 其他一切都是空谈 你可以游行示威 但这一切不能产生任何作用 带来任何改变 但是如果在一个国家里 或世界的层面上发挥影响力 一个人如果解决不了他个人的问题 我就不打算聆听他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 一个人若自己家里的情况一团糟 他对于改善国家和世界状况的意见 必定纯粹是理论而已 我们都可以有一大堆意见 问题是如何把基督的教训运用在实际生活里 在这一点上 你必须被圣灵充满 根据前面讨论的几个原则 我们可以对基督徒的婚姻 做出某些结论 第一 哥林多侯书第六章第十四节的话极其重要 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同父一恶 明白了婚姻的真正性质 特别是基督徒婚姻的本质 这劝勉就再真实不过了 一个基督徒不应该与非基督徒结婚 他若这样做 就是自找麻烦 最后一截指出夫妻之间平衡关系 除非两个人都是基督徒 否则你无法得到两方面的平衡关系 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同父一恶 第二个结论是 唯一真正破坏婚姻的事就是奸淫 二人成为一体 只有当那个一体遭到破坏时 婚姻才跟着破裂 根据圣经的教训 你可以在登山宝训及其他地方找到 除了奸淫 没有别的原因可以破坏婚姻 那是一个主因 因为它破坏了一体 第三 也是最后一个结论 我们最要紧的是 常常想到主耶稣基督 如果一个丈夫和妻子 常常一块思想主耶稣 你就不必担心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爱 可以因着共同对他的爱而得到坚固 如果两个人心中最主要的念头 就是基督与教会关系的比喻 以及他为了拯救教会 而为他所做的事 好使他们两个人都各自成为神的儿女 如果他们被这种思想所充满 管理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不至于因患难临到而岌岌可危 丈夫在家里做头的地位 就和基督在教会做头情形一样 他为教会舍弃自己 为教会而死 他保养 顾惜他的生命 他为他而活 他为他代求 他最关切的就是 他能成为荣耀的教会 无侠无私 也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这是秘诀所在 只要我们观看他 仰望他 并且明白 婚姻不过是纯粹在反映 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所以 成功的婚姻唯一的准则是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然而 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耶当敬重他的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感谢神 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之后 就有了新的能力 每一件事都改变了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生活中的每一种关系都改变 更新 提升 高举了 我们能够效法神儿子 所立下的榜样而活 帮我也失费 其他人都改变 连